书名《药物简史》 作者英德劳因伯奇 尹延 你站在病人身边 打算将手中的套管针扎进他们的脖子里 而你并没有过成功的经验 简直没什么事比这更可怕了 我说的可不是用来注射药品的小针管 也不是稍大些的书写针管 而是那种又粗又长尖端锋利 专门用于在人身上开孔的钢针 穿刺过程其实并不复杂 让病人平躺 或者把床掠往后倾 这样就能使病人头低脚高 以便头颈部的血管因充血而鼓掌 清洁病人的皮肤 在其颈部包覆上消毒筋 要盖住整个面部 然后在颈静脉周围注射局部麻醉剂 接着你身着长袍 戴着手套 口罩和帽子 在病人的颈部搭买 多余的衣物使你热得大汗淋漓 找到脉搏后 你又花一秒钟来确认 这不是自己的 现在你指尖之下就是病人的颈动脉 每一次搏动都将一股血液送入脑部 在大多数人身上 你要找的静脉就在搏动处的周边位置 你继续把手指搭在脉搏处 另一只手抓起一只套管针 针头后面连着一个小注射器 你要找的静脉在皮下深处 看不见也摸不着 针头既可能把它扎穿 也可能完全扎不到 针头可能扎到动脉 令血液在高压下喷射而出 或者直接穿透静脉 扎到某片肺间 针头还可能在气管上戳出一个洞 或者刺伤重要的神经 你用一只手握住注射器 小心翼翼地把针头抵在病人的颈部皮肤上 解挨着自己的手指 针尖倾斜而锋利 你望着针尖 发现它的外轮廓并不是圆润的O型 而是锐利的V型 要是运气不错 病人不会移动头部或发生抽搐 你也不会紧张地意识到 针头有多容易穿过手术手套的保保护层 扎进自己的手里 你可能会感觉有东西在轻轻地推进来 你说道 希望这句话对病人更有说服力 我是从一个通常用于监护的病房 开始学习如何放置针头的 因为在我来这儿的两个月前 有位医生在尝试置针时失败了 他把针头刺到了病人的颈动脉上 当他为了确认结果 而把注射器从针尾处取下时 鲜血喷射而出 在巨大的压力下 直接见到了房间对面 刺伤颈动脉的情形相当常见 如果在伤处用力按压的时间足够长 一般都能止血 这位医生又尝试在病人的另一侧颈部操作 但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撤出针头后 他再次按压止血 病人的脖子肿了起来 两侧各鼓出一个血包 血没有流的满地都是 而是被封闭在他的体内 他颈部的压力开始增加 两个番茄大小的肿块挤压着周边组织 病人开始呼吸困难 两处内出血尽管不比瘀青严重不少 却压迫了他的气管 肿块最终压裂了气管 他死了 医疗干预是危险的 无论你多么小心 有时还是会搞砸 如果事故原因是一只粗大的针头 这还比较容易理解 但如果只是一粒药丸 理解起来就有点困难了 而危险品并不一定要人口锋利 我曾经给心肌梗死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 有些人的舌头快速冲血肿胀 这让他们一下子窒息 还有些人已经因中风而昏厥 药物在让他们的心脏复苏的同时 却让血液猛地涌入大脑 就算死亡发生的没那么具有戏剧性 也一样是真正的死亡 药物的伤害有时无声无息 不易察觉 有些药让人比平时更神志不清 有些药让人衰老得更快一些 有些癌症病人会内出血 并偶血不止 当你预计会发生不良症状 就很容易对药物加速症状发生的后果 视而不见 还有些错误是由于不作为造成的 一位医生想起上个月两名 因服用阿斯匹林而出血死亡的病人 在给其他病人开药时 就会格外谨慎 鲜血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不去 这令他困扰不已 阿斯匹林的作用是预防中风和心肌梗死 但无论患者是否服药都会出现此类症状 极少数患者会因药物而死于大出血 这种死状惊心动魄 令人印象深刻 但对大多数患者来说 药物能使心肌梗死与中风发生的更晚一些 次数更少一些 这给人的感觉就没那么强烈 因此 这位医生便略过了这项常规操作 不知不觉就犯了不作为的错误 当一位老人紧抓胸口昏厥过去时 他的家人因为对此早有预期 就很容易忘记他 没有服药 这类死亡也同样是医疗风险的副作用 你可能以为医生对这些风险都了如指掌 也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因此向他们寻求医疗建议 肯定是件好事 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想法没错 但也仅限于近些年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 医生害死的病人远比救活得多 他们的药物与建议不如砒霜 他们真诚满怀善意 却能置人于死地 这本书介绍了药物的灰暗过去 以及从中获得的走向进步的方法 我想通过一些常用药 鸦片 阿斯匹林 奎宁等来说明 人们看待药物的方式 如何决定他们的成功 不同的治疗方法 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汇集于此构成一个共同主题 这些故事所说明的 是在解答关于人类身体的问题时 选择所用方法的重要性 是哪些物质能让人保持健康 哪些物质能使人患上疾病 以及要分辨这二者有多么困难 大部分医学史著作都很奇怪 在处理书中论述的主题时 往往将它视为某种观点 评判或看法 罗伊·波特·罗普特 的人类医学史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是现代医学通史著作中 最杰出的一部 在引言中 波特表示 他着重于描写促成进步的人物 而不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来赞颂医学 从无知经由试错 到达科学的胜利之路 他为此感到非常抱歉 波特之所以觉得惭愧 是因为他过于专注西方医学 对此他解释说 这只是因为西方所走的路径 在文化上大获全胜 其主流地位的上升 他说道 话里所指的就是西方医学 是因为各个社会和患者 都认为它特别有效 至少对于许多主要疾病来说 是如此 波特为什么要将有效一词 加上野号呢 历史学家看待医学的方式 正如他们看待政治 社会与艺术一样 古埃及人用鸵鸟蛋制成膏药 来治疗头骨开裂 这与他们将死者制成木乃伊 为其建造金字塔的做法 没什么两样 这些行为在历史学家看来 都属于同一西洋体系 他们共同定义了 何为古埃及人 在一种文化里 医学就和宗教一样 组成其民众特征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说 历史学家并没有错 在以生花之笔写旧的历史中 波特记载了古埃及人 古希腊人 古罗马人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 使用过的许多惊悚的治疗方法 他们的医药是否真能拯救生命 治愈疾病 提供安慰 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 能提供的帮助很有限 他们不会告诉你答案 他们的兴趣在于治疗方法 如何反映出某种文化的理念 波特也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 把兴趣放在医学的文化相对性上 乳之蜜糖 无之披霜 波特说 每个社会的诊断技术 与治疗措施都同样有效 他着眼于西方医学 是因为其在世界范围内很受欢迎 这也是医学史的传统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 不同医学体系 会通过互相争斗 来赢得忠实的信徒的心 就像宗教一样 虽然医学与诗歌并不相似 但要讨论片剂与引记的不同优势 就像讨论宋歌与十四行诗 熟优熟烈一样 总能引起无尽的争论 我们的身体与早先的古埃及人相同 与更早的苏美尔人也没什么差别 我们的器官相同 结构一致 几千年来 虽然癌症与传染病的种类 事故发生率 寿命都稍有变化 但整体上变化不大 医学史能让读者对古希腊人 古罗马人 中国人 印度人 18世纪的法国人 所掌握的大量药品 获得丰富认知 能清晰叙述出 当时人们所信奉的治疗方法 但对这些疗法是否正确 却几乎只字不提 如果一个病人患有癌症 比起古埃及民医医母霍特普 中世纪的法国医生 会给他更好的治疗吗 如果得了肺炎 由谁来施行放血疗法比较好 是古希腊人 古罗马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 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人 还是19世纪 从哈佛到海德堡的医学精英 答案是毫无区别 虽然理论有所差异 但效果都一样 关于放掉四品 脱血为什么对胸腔感染有好处 古希腊人能提供一套解释 乔治 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的医生也有自己的理解 如果是为了理解 这两大文明体之间的文化差异 那么不同的解释方法尚能引人兴致 但要说明放血对一个病人的实际作用 这种差别就完全无关紧要 古埃及人对人体的运行机制 有着复杂的认识 他们相信生菜是引起性欲的春药 在一千年后 古代雅典与古罗马的古典文明中 人们对此又有什么说法呢 托马斯·多曼迪·汤姆斯·多曼迪 写了一本关于疼痛历史的著作 洋洋洒洒 很有意思 当写到古希腊与古罗马时 他说到采集园中又嫩的生菜 据称可以缓解悲痛 但也可能引发癫狂 难道生菜从古埃及时代之后就发生了突变 或是人体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变化 我们需要提防盘中的沙拉吗 1664年的最后一天 塞密尔·佩比斯·塞密尔·匹夫斯 在日记中记住了自己的身体 在过去几个月中少有的健康 我完全弄不清楚 这到底是因为我吃了野兔饺 还是因为我每天早上吃一片松香 或者是因为我不再穿长睡袍 无论原因是什么 肯定不是这三者之一 我们在许多事情上仍然蒙昧无知 关于身体的解释更常如此 但从1664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进步了很多 医学也的确有所进步 而其源头在于认识到 某些医学理论要比其他更有价值 佩比斯真心相信某些理念 但他们是错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从1960年开始监控 全球儿童死亡情况 2007年 他们在报告中称 全球儿童死亡人数 首次降至每年1000万以下 同时儿童总数有所上升 1960年 全年儿童死亡人数为2000万 2007年 这个数字是970万 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是 一些贫困国家的经济状况 有所改善 这意味着更好的食物 居住条件与卫生状况 同时疫苗 维生素与蚌胀 也拯救了数百万名儿童的生命 这些进步都有赖于认识到 哪些医疗措施是真正有效的 我从来没想过 要去拯救生命 成为医生多少算是个意外 主要是为了延长我的运动生涯 我曾在记忆研究上花过一段时间 最后以失败告终 与一夜馆为伴太古无聊 而统计学又难道吓人 可外面的世界也不能吸引我 我不理解同事们对伦敦的向往 那里意味着西装革履和一成不变的工作 况且那里几乎没有什么运动的机会 这种体面的工作对我来说 简直就是黑暗的中世纪 我的精神世界 分为运动与非运动两部分 而前者才是我希望七居之地 在这些隐秘动机的驱使下 我申请了医学院 几乎没做任何面试准备 有朋友问 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想成为医生 你怎么回答 他们不会这么问的 我解释道 怎么会有人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呢 回答肯定都差不多 喜欢科学了 希望帮助别人了 你为什么想成为医生呢 面试官问我 当时说了些什么 我早就不记得了 可能面试官也压根没在听 直到现在 我也觉得这是个差劲的问题 医学看起来相当有趣 也十分可敬 但我还是没法立刻想象出自己 在某一天开始职业时 是什么感受 除了试一试 你还能怎么办呢 医学院的生活进展顺利 外科导师给我写了最宽容的评语 在我被分配到他的每周辅导课几个月后 他这样写道 我还未见过该生 但我知道他在赛艇运动上进步神速 事实的确如此 我从来没在外科教学中露过面 但这位外科名医 我后来才知道他十分有名 还是让我及格了 什么问题都没问 一年暑假 我想找个借口留在学校继续训练 有位热心的导师 以为我的计划是出于学术热情 便帮我取得了一项暑期 在学校研究医学史的许可 于是 每天清晨在泰晤士河上画一个来回之后 我便坐到老旧的图书馆中 将晴朗夏日的大部分时间消磨于此 我读着书 直到鼠热弱化 只剩下柔和的余温 便在跑去划船 这个安排堪称完美 我阅读了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医学实践 它们乍看之下十分先进 实际上却可笑至极 经常用到水质和其他一系列 让人短命的治疗方法 让我奇怪的是 当时居然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夏季结束时 东讯又事实开始 我们学到了心肌梗死 有本书说可以使用一种 名为利诺卡因 的药物进行治疗 但课堂上并没有提及 于是我举手提问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种药了 老师告诉我 但有本书说它能救命 现在不行了 它反而会害死人 这位老师所说的 与莫里埃的一段著名台词 遥相呼应 医学期刊上 常常引用这段文字 热隆特 好像你把他们的位置弄错了 心脏应该在左边 而肝脏在右边 斯卡纳赖尔似的 以前是这样 但我们都已经改过来了 我们现在按全新的方法行医 同一样东西 怎么会前一年还能救命 下一年就会杀人呢 这么说来 我们离水治时代 好像也并不遥远 我又留意到教科书中 还有其他矛盾之处 一本书说 安非他命能帮助学生 集中注意力 家庭医生都乐于开这种药 另一本书说 抗抑郁药会致人自杀 第三本书 建议孕妇喝点吉尼斯黑啤酒 第四本书 声称卧床休息 可以救人性命 而第五本书 却堵心卧床 会要了你的命 在病房里 早上查房的高级医生 让你无论如何 得避开某物 而下午换班的医生 则称 某物是治疗所必须 教授们 就某人是否患有传染病 心肌梗死 癌症 或中风各执一词 然后互相论证对方的 治疗方法会 一败涂地 在这期间 我们学到了所谓的 寻证医学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他认为 真理并非经专家 会演义时 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如果你提出一项理论 就要对其进行检验 而且只有某些检验方法 才真正可靠 许多看似费解的问题 开始变得明朗 我开始理解水质 教科书和教授们 即使是聪慧的长者相信 某样东西能起作用 事实也未必如此 就算受过教育的聪明人 都真心认为 一项治疗措施有用 它也仍可能具有危害 在河中划船的情况 也有所变化 过去我将教练奉若神明 视他们为全知全能 每次失败 我都觉得是自己的错 是我自身存在不足 教练也是这么想 无论我对他们的智慧 与见解有多肯定 他们自我肯定的程度 只会更甚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中 我要你把心率 控制在最高水平的85% 他们说 他们经常提这类要求 为什么呢 我开始质疑 这时往往会有片刻沉默 因为这是提高 你体质的最好方式 你怎么知道 更久的沉默 因为我过去也是这么训练的 这很有效 奥运会冠军也这么做 我知道的 我还训练过其中几个 可是我继续问 有人对此做过实验吗 又一阵沉默 这次他的回答 带了些恶狠狠的一问 你到底在说什么鬼话 这本书就是我的回答 品托 Pint容量单位 主要在英国 美国及爱尔兰使用 一品托在英国和美国代表的是不同的容量 一品托应约等于568毫升 边折注 第一部分 前现代药物 第一章 早期医学与鸦片 约1万至1.5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停止了狩猎 采集的生活 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 不仅仅是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健康 他们的食物更加受限 也更容易因为一两种主要粮食的欠收 而受影响 家养动物带来了狮子和蠕虫 还有当时尚未传染给质人 Homo sapiens的疾病 卫生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毕竟在第二天就 可能要搬家的时候 你不必那么仔细地挑选如厕的地点 但这些都随之改变了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人类的平均寿命有所缩短 农业所提供的是积累财富的机会 还有稳定的啤酒供应 有人严肃地认为这才是最初吸引人 开展农业的原因 古物可以被储存起来 劳动力可以获得专业化分工 首领可以高高在上 养尊储优 治疗者得以第一次专注于自己的记忆 随着农业人口大量增加 社会中首次出现了职业医生 苏美尔人所处的是 我们所知较多的最早的农耕社会 他们生活在约六千年前 在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方 他们十分信任自己的医生 儿子啊 要重视一切有关医药的事物 要重视一切有关医药的事物 因为苏美尔主夫这样说 就像此后的许多母亲一样 他觉得孩子不会认真听他说话 因此需要重复再三 苏美尔人担心纠缠人类的焦虑症 与肠道疾病 如同苦难一般无药可治 有句谚语说 家有恶气 坏过百病 他们写下药方 也写下医生保人性命 接人出生 并能完美发挥 药物的神圣力量 为了对苏美尔医学有所了解 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古埃及人 苏美尔人留下的泥版中 包含诗歌 谚语 历史 宗教 甚至有一部小说 但唯独缺乏医药方面的细节 有块泥版列出了一些药材 乌龟壳 蛇皮 百里香 牛奶 无花果和椰枣 但没有说明制备方法或用途 而古埃及人继承了苏美尔文明的诸多内容 关于他们医治病人的细节 我们也有较多记录可考 整体而言 这些医疗措施都不怎么可取 埃德温 史密斯 Edwin Smith 是位来自康涅迪格州的中年探险家 他在1862年1月花12英镑买了两张缩草纸 纸张本身大约有3500年历史 而上面记载的则是更久之前流传下来的知识 纸上记录了约160个药方 现代学者已经翻译出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因而得知 古埃及人的药品库中包括洋葱 西瓜 芹菜 还有杏仁与茴香子 椰枣与石螺 刺白与肉桂 研究阿斯匹林的当代历史学家 迪尔米德 杰弗里斯 Diamuid Jeffries 曾因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的药品清单中 包含柳树而兴奋不已 因为我们最初就是从柳树皮中提取出了阿斯匹林 要是认为这意味着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 能正确发挥柳树的药用价值 确实会令人心情愉悦 但他们事实上并未把柳树与其他药材区分开来 在他们的认识中 柳树并不比洋葱或芹菜更具疗效 在史密斯购德的缩草纸中 有一张建议将柳木与无花果 椰枣 啤酒混合 来让心脏获得面包 古埃及人用面包只带一切好东西 他们的日常问候便是一句热情洋溢的面包和啤酒 意为生活中的一切美好 这位研究阿斯匹林历史的学者点评到 他们的许多迷信 推论与治疗方法 都是基于我们十分陌生的概念 这话说的没错 但并不是关键所在 古埃及人认为 他们的医生与药物都具有强大的效力 然而记载显示 实践结果并非如此 这些缩草纸是我们人类最古老的用药指南 上面记载的引记 药膏 药材 却都只有虚幻的疗效 关于医疗的传统知识并不可靠 世界上第一批医生根本就是骗子 无论对于哪行哪业来说 这都是个不同寻常的开端 更何况是这类一贯享有特殊信任的职业 在此后的三千五百年间 情况并无太大改观 尽管如此 世界人口还是不断增长 人们也开始活得更久 更健康 到二十世纪初 如果一个人能幸运地降生在发达地区 那么它的预期寿命几乎会三倍于狩猎 采集时期的先祖的寿命 这一巨变源于食物的增加 居住条件的改善和生活环境的进一步丰富 医药反而功不抵过 苏美尔人尚未形成科学这一概念 即认为理论必须经过检验 无法检验或未经检验的不能作为论据 不过有一种药物因为起效迅速 效果显著 其要效得已被他们理解 这种药物提取自阴素 至今仍然风靡不衰 阴素属于真和生物育 Eukaryotes 植物界 Planty 贝子植物门 Magnolia Phyta 双子叶植物钢 Magnolia Cida 毛根木 Renonchilis 阴素科 Perpevarice 阴素鼠 Perpevar 他们喜欢被战争或离华翻动过的土地 在环绕我家的牛津郡的田野中随处可见 与美人Perpevarice 是一年生植物 萌发在种植小麦与大麦的小块 不规则田地中 其金干背毛 具有阴素鼠典型的绿色低垂花蕾 当两片花鳄脱落时 它便朝着太阳仰起头 接连树日绽放鳄片下深红与黑色的花瓣 其他阴素鼠植物 具有不同颜色的花朵 橙色的加利福尼亚阴素 学名为宽丝因素 Platestemon californicus 明黄色的威尔士因素 以及五颜六色的大冰岛因素 在温暖的夏日 因素的脂肪膨胀起来 形成一枚到中型的果实 由柱头形成的盖子 取代了原本中蛇的位置 果实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乳浆 将它划开 便有白色物质从中慢慢渗出 最终江叶干涸 微风将种子从树果孔洞中吹出 再次年长成新的蜘蛛 对于成长在二十世纪下半夜的我来说 英素象征着快乐 你会在晴日里相间漫步时 见到他们 或通过及时的车窗 瞥见明媚的深红色 一闪而过 甚至在佛兰德斯战场的永恒意象中 也突出了英素鼓舞人心的特质 它与周遭的泥土 与死亡形成鲜明对比 因而强烈地吸引着士兵 它在他们心中蔓延生长 正如他们为之战斗的故土 所带来的希望 正如他们对于乡村欢乐的记忆 这也正是苏美尔人 对英素的称呼 欢乐草 它们的悉心文字 比我们以表音为主的字母体系更复杂 用于书写的泥板 有许多留存至今 其中一块泥板来自巴格达南部 上面记述了如何从英素中获取欢乐 你需要割开成熟的果实 让味道苦涩还有药物成分的乳液流出 将乳液在阳光下晒干氧化 随后收集到的棕色粘稠的膏体 就是鸦片 鸦片 干燥后的英素汁液 还有多种不同的化学成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马非 Morphin 马非属于一类名为生物碱的化合物 这类化合物中许多都具有药力作用 我们还没完全弄清楚 为什么它们会有这些效果 但至少有部分原因在于 大多数生物碱都是植物 为影响周边物种而生产的 很多生物碱会使植物或植物的某一部位 变得难吃 从而避免被昆虫或食草动物啃食 有时这种防御机制 反而会成为诱人之处 就像辣椒的辣味 原本是为了让哺乳动物退避三摄 最后却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 同样 英素也因生产马非的能力 而在演化适应中获得了成功 这种药物能与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元结合 从而抑制疼痛产生快感 同时减缓呼吸级 肠道蠕动 人们为此 也为了欣赏美丽的花朵 便开始繁育并保护英素 还有其他方法能从英素中提取鸦片 有些还要简易得多 吃一块英素子百极饼 就足以让你通不过药碱 即使含量低到你难以觉察 它的药物成分也依然存在 美国农业部的一位植物学家指出 所有英素类植物中都含有足量的鸦片成分 一杯福特加中浸泡的未成熟英素果壳产生的鸦片 就已超过适宜剂量 而就在不到一百年前 这一政府部门还在建议农民将药用英素 作为优异的经济作物来种植 如果我们为了寻求快乐而服用药物 这是否属于医疗的范畴呢 用药物来产生心快感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太像是治疗 但至少有一部分人觉得不快乐就是一种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就是这么认为的 它对健康的定义极其正面 世界卫生组织宣称 健康是在体格上 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 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 从这个角度来看 能带来快乐的东西也就能带来健康 鸦片从古时起就被当作抗抑郁药物 有时我们还在这样使用 我曾给病人注射麻酯 并眼见他们的忧虑 痛苦与恐惧得到缓解 他们仅仅是觉得疼痛吗 我所缓解的疼痛 就是他们最糟糕的感觉吗 也许吧 但有时疼痛与恐惧 苦恼会分别出现 而鸦片能将他们全部治好 与美人及佛兰德斯战场的因素 它能产生的有效药物很少 要提高药效 就得使用钢毛因素 Pepiversitidrum 或药效 更强的鸦片因素 Pepiversitidrum 如果一片音素花田 能让我们联想起 夏天或者战争 那么在久远的过去 音素则会令人想到睡眠 休息与遗忘 诗歌中有许多这样的描写 和马银唱过关于海伦的诗 她是宙斯的女儿 曾为奥德修斯的儿子 推勒马科斯配置一种药水 好让她忘了父亲失踪 所带来的痛苦 她将药物投入酒中 她饮下后 便能平息疼痛与愤怒 并忘却所有悲伤 这听上去确实很像鸦片 据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描述 这种药物 让她感觉灵魂在被丝绸服侍 曾在公元一世纪 著有五卷药理学教科书的 迪奥斯科里基斯 迪奥斯科莱斯认为 海伦使用的是天仙子 Henbane 尽管迪奥斯科里基斯 曾随罗马军队出征 沿途肯定获得过鸦片 因而具有一定权威性 但天仙子是一种效果较难预计 产生的心快感 也较弱的药物 不太可能是诗中所写的药水 更多现代作者相信 海伦使用的就是鸦片 1967年的麻醉药品简报 Bulletin of Narcotics 上有篇文章甚至认为 推勒马克思靠定期服药 带来的好处 避免了所有不良反应 不知道他们是在 奥德赛奥德西的何处 找到这个观点的依据 但或许麻醉药品简报 始终会有些担心 河马会影响到 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 英国诗歌中 充满了关于音速的异象 尤其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 他带着沉睡 遗忘模拟死亡的寒意盛放 满怀祝福 弗朗西斯、汤普森、Francis Thompson 的音速The Puppy 写于1887年前后 尽管今天读来令人昏晦欲睡 毫无印象 但他在1919年却备受推崇 入选了牛津英国诗典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 在书中 音速睡眼朦胧地悬挂在 丁尼生、Tenison的峭壁上 盛开在约翰、麦克雷、 John McCray的 弗兰德斯战场上 艾萨克、罗森伯格、 埃塞克、Rosenberg 则知道作为诗人 应该如何保护 一株因素 尤其是在黎明时分的战壕中 扎根在血管中的因素 凋落 一直在凋落 但我耳中的内斗 却还安全 只是因尘土而微微发白 二等兵 罗森伯格在1918年4月1日 黎明遇害 当时他刚刚结束 一夜的巡逻 比起为他们写作 奥斯卡、瓦尔德、 Oscar Wild 更喜欢佩戴英素花 这也符合他一次偶然所称的 他将自己最好的才华 留在生活里 而非工作中 英素花有象征同性恋之意 尤其是一种花瓣紫色下垂的品种 这也为战争世人的写作 铺平了道路 他们正需要一个异象 来形容青年男子的红色伤口 在麦克雷创作在 弗兰德斯战场 In Flanders Fields之后 英素花成为止战之战 以及此后其他战争的标志 遗忘的象征 如今成了纪念的象征 人们在六千至七千年前的人类居住地 就曾发现过鸦片英素 它广泛生长于欧洲与亚洲 可能是在地中海西部被驯化 西班牙墨西埃拉格斯洞穴 Versilogos Cave 墓葬的所属年代 约为公元前4200年 其中随葬有几代英素硕果 古埃及人模仿苏梅尔人的方式栽培英素 他们将其用于多种用途 对他的药力也很清楚 在他们的神话里 伊西斯·埃瑟斯把鸦片送给太阳神拉 RA以治好他的头痛 在他们尝尝的药品清单中 英素具有重要的地位 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罗马时代 尼路·尼柔十分钟爱英素 普林尼·佩尼写道 皇帝是用他来摆脱敌人的纠缠 2000年后的科勒律志 Colridge也发现了英素的迷人之处 他描述着他带来的梦境 那安眠是多么神圣 多么迷人的所在 如同荒凉沙漠中心的一片绿洲 繁花绿树 泉水葱葱 他在伦敦的演说很受欢迎 以至于人们在场地外 创设了世界上第一条单行道 来应对交通 他相信只有让自己感到有趣 才能让观众也感到有趣 因此他在踏上演讲台时 还没有确定的主题 张口就讲 看会冒出什么样的主意 他在演讲台上的一杯水中 倒入一点鸦片顶 鸦片在酒精中的溶解物 只需要几滴便可以让整杯水着色 他一边讲一边倒入更多 随着演讲继续 杯中的水色也逐渐加深 毫无疑问 婴素确实是一种药物 它能带来熟睡与快乐 缓解忧郁及呼吸短促 对腹泻效果显著 最重要的是 它能消除疼痛 奥斯卡 瓦尔德晚年在穷困潦倒中 奄奄一息 医生诊断 他得了致命的脑膜炎 并用马飞和鸦片为他镇痛 到最后 即1900年11月 他们到了只能假装给他注射的地步 因病痛 而止于一半神智的瓦尔德 不得不把手塞到嘴里 以免尖叫出声 医生不再对他使用马飞 这无疑很残忍 但也使瓦尔德得以苟延残喘 因素 具有消除窒息感的作用 不是因为它能帮助呼吸 恰恰相反 它消除的是人们对呼吸不畅的感知 这减少了人们的痛苦 但同时也可能缩短他们的生命 能够理解一种药物的疗效 并不等于用来解释 疗效的理论是正确的 盖伦 Galen曾说过 鸦片是能麻痹感官 引起熟睡的最强效的药物 盖伦是希腊人 生活在公元两世纪的罗马 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医生 他的著作总结了当时的经典知识 也加入了自己的部分创新 在他去世后的一千多年间 他的观点被视为绝对真理 尽管盖伦声称自己相信实验结果 但他的大部分知识 还是基于自己的主观见解 盖伦建议将鸦片在滚水中溶解 然后倒在羊毛海绵上 向上塞进肛门或放入鼻腔 这两种方法确实都可行 因为直肠和鼻腔的血液供应都很丰富 粘膜层也很薄 易于渗透 盖伦已掌握了鸦片的用法 它还拥有其他一些药物 有的能让人腹泻 番泻液和碧麻油 至今仍在使用 有的能让人呕吐或发汗 这些反应都还在原始人类 能够发现的范围内 人类学家已经不再使用原始 primitive一词 担心这会暗示其他文明 不如我们的文明复杂丰富 它们也许是对的 但在涉及客观知识时 这个词却恰如其分 盖伦对药物的理解 与我们相比确实很原始 希望我们与我们的孙辈相比时也会如此 是什么让这些早期药物 得以被人类发现呢 如果有样东西能很快让人呕吐 出汗 出现幻觉 或失去意识 那你立刻就能发现结果 如果一个人的肠道或膀胱出现异常 他或他第二天就会告诉别人 有这样效果的药物很容易被圈定 就像人们发现什么东西好吃一样 而较为微弱或长期的效果 就不那么容易被发现 许多慢性毒药都曾被人忽视 罗马人曾用千来增加酒的甜味 但要等到数十年后他们才发现 此后痛苦而缓慢的死亡 就是由这种溶解在酒中的金属造成的 有益的药效 如果不是及时强烈 明白无误的话 也很容易被忽视 从吃下的食品到花园里的植物 人们身边到处都是含有活性药物成分的物质 但他们却缺少察觉的方法 经典医学史给人的印象并非如此 罗伊 波特在1997年的人类医学史中是这么说的 在对原始医学各种冷嘲热讽后 研究人类植物学的药理学家现在却承认 这些知识为医生们提供了有效的止痛药 麻醉药 催吐药 泻药 利尿药 通便药 退烧药 避孕药和堕胎药 波特所列的清单大体准确 却带有误导性 比如说盖伦 它掌握了哪些药物呢 催吐药能让人呕吐 但呕吐在什么情况下会带来好处呢 泻药对便秘有用 但在别的方面就几乎没有价值 在治疗传染病时 其作用就与放血催吐一样 让已经脱水虚弱的病人进一步脱水虚弱 利尿药能让你通过小便排出多余液体 在少量可控的剂量下 对心脏衰竭具有一定作用 不过作用非常有限 它们常常被用于急性病 比如外伤或感染 使原本就很糟糕的病情继续恶化 人们使用发汗药 是因为它们相信毒素会随汗液排出体外 但它们错了 随汗液排出体外的是盐分和液体 而这二者对于病人来说都至关重要 用于堕胎或防止怀孕的药物 古已有之 古埃及人将鳄鱼粪便放入阴道 这的确有避孕作用 但仅仅在一定程度上 而且多半是通过降低性吸引力来达成 而不是直接杀死精子 极少数古代治疗法确实有些好处 水银虽然有毒 却能帮助治疗没毒 然而效果有限 往往无法抵消它带来的伤害 另一种化学元素T具备有限的抵御血吸虫病的能力 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 会感染在非洲受污染水域中游泳的人 从泛红花中提取的秋水仙素对 医治痛风有一定好处 但问题是它会导致上毒下泻 这些药物具有生物活性 因而能起到一定作用 但随之而来的危害却可能令人得不偿失 古埃及的颅骨穿孔术常被作为例子 来证明古代手术技术有多么先进 手术医生能够在病人的头骨上钻动 并取出部分骨头 人们发现过伤口已愈合的头骨 说明有部分接受手术者存活了下来 古埃及人的医术已先进到 能去除病人的部分头骨而不伤及性命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知道 该在什么时候使用这一技术 他们用其挽救某些头骨碎裂的患者 但也枪害了许多实际是患有精神病 神经性疾病或传染病的患者 这些病人承受了颅骨穿孔术的痛苦与风险 结果却一无所获 如果一份药物清单中包含一种 只具有潜在疗效的药材 那它就不含什么真正的知识 也没有实际的治疗效力 举例来说 在20世纪以知青霉素中 含有某种杀菌成分的情况下 医生仍然要通过艰苦努力才能取得临床疗效 即使找到了正确的菌种 也能用先进的化学技术 从菌液中提取出浓缩物 真正应用起来仍然难上加难 用青霉菌Penicillium来获得治疗效果 就是如此艰难 这也告诉我们 关于古埃及伤口肤料中 为什么还有发霉的面包 我们解释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因此 除了药物的药理学属性之外 还有其他关键因素 人们操控药物的能力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 能可靠地或通常有效地 使用鸦片阵痛吗 他们能令手术更舒适 死亡更安然 疾病更轻微吗 不能 甚至到了19世纪 医生都没法做到这些 他们仍然对剂量与制备方法疑惑不解 对治疗效果缺少把握 对副作用胆战心惊 止战之战 Wall to end all wars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者注 第二章 诡辩与鸦片顶 科学史上的一次 早期进步源于古希腊的一场哲学争辩 在耶稣诞生500年前 有一群古希腊人 以辩论技巧谋生 雅典是个喜好辩论的城市 连诉讼的成败 都往往取决于辩论技巧 这群人被称为诡辩家 这个称呼起初 是在赞扬他们的智慧 但后来就演变成对他们品行的侮辱 诡辩后来只在为某个事物辩护时 既不能做到诚实正当 也不是基于被辩护对象的真实性 而是以撒谎和混淆视听为手段 从一己私利出发进行辩论 诡辩家反对当时被广泛接受的观念 及理解世界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推理 他们便称 比起纯粹的推理 经验能给人带来关于真实世界的更准确的信息 柏拉图是诡辩家最大的对手之一 他相信经验具有误导性 承载我们的大地 以及我们周围的建筑 人物 种种形象 都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副本 一个仿制品 而真相隐藏在更深处 心智可以借助思考的力量 试图找出背后真实世界的纯粹形式 经验只会因这些纷繁的印象而涣散 迷惑 实验能告诉你的都只是这些错觉与表象 而没有任何更重要的东西 那些相信实验一类粗鄙的实践方法的人 被称为经验主义者 这是对他们的一种灭称 亚里士多德则以思辨的精神反对这种看法 他提出 推理需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 哲学无法告诉你蜜蜂如何飞行 或者一个人有几颗牙齿 要知道这些 你就得去研究蜜蜂 或者叫一个人张开嘴 清点眼前所看到的牙齿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 实验和经验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但他至少已经感觉到他们之中 还隐藏有某种重要的意义 这一观点在人们的思想里轰然使过 虽然并不会立刻变成 挽救生命或减轻痛楚的良药 却蕴含这样的希望 亚里士多德诟病柏拉图过于依赖他自己的思想 以及他凭空推想出世界如何运行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质疑 这不够合理 为什么世界要以你期望的方式来运转呢 他认为更好的方式是从观察四周事物开始 在视着想清楚你的所见所闻 让思想与世界相符 而不是让世界与思想相符 这会更有望将事情弄明白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包含在他所成的自然哲学 Natural Philosophy内 即基于自己的经验来构建知识 1600年后 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 重述了这一理念 Nihil has been intellectual quad non-prius in sensu 没有任何智慧可以不经感知而被获取 两人都相信 经验比内在材质更可靠 至少在理解自然世界的真相时是如此 人们投入大量思考与努力 来确定经验的哪种特质 才使其具有价值 因为某些形式的经验 似乎比其他更加有用 精心组织观察能使他们更可信 实验的重要性开始植根于人们心中 在耶稣降生后约1000年 伊本·海塞姆·Ibn al-Haytham 在巴什拉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出生 他所写的关于光学的著作探索了视觉的本质 也包含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方法 海塞姆说 观察会引发人们心中的疑问 令他们建立理论以作出解答 之后 这些理论就需要接受实验的检验 海塞姆的研究方法和光学知识 给13世纪的英国哲学家 修士罗杰·培根·Roger Bacon 留下了深刻印象 培根强调 观察 理论说明与实验提供了探究真实世界的方法 他详细准确地记录了自己的实验 以便其他人可以重复实验并验证它的结果 培根非常强调验证 这意味着他承认自己会犯错误 在此之前 还从未有人如此严肃地 想要防范自己可能出现的错误与混淆 人们开始逐渐进步 傲慢程度有所下降 对自己直觉精准性的盲目信任 也在逐渐消解 16世纪晚期 与罗杰·培根并无亲戚关系的弗朗西斯 培根·Francis Bacon 进一步推广了这种科学方法 人们曾企图按自己的构想建立世界 他写道 仅从自己的头脑中获取全部所需的材料 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 而是诉诸经验与观察 就能基于事实 而非看法进行推理 从而最终获得有关现实世界运行规律的知识 弗朗西斯·培根 与他同时代的医生威廉 哈维·William Harvey 曾说他的眼睛有如舌眼 死得像个真正的科学家 一个冬天 他与寓医微色伯恩·Witherborn 一道驾马车出行 突然想知道遍地的白血 是否能用来保存肉类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两个人跳下马车 跑到最近的一户人家里 说服女主人卖给他们一只活鸡 他们叫他杀了鸡 取出内脏 而培根则满怀热情地 抓起血田入鸡腹中 十七世纪末的八卦传记作者约翰 奥布里·张奥布里 这样写道 冻血让他受了寒 他立刻感到病得厉害 连自己的住所都回不去 此时据他自信满满的叙述者的事件 已过去约五十年 两三天后 培根死于肺炎 期间还可能被他的铝伴放过血 后世对培根的评价 褒贬不一 亚历山大 普拜 Alexander Pope 在十八世纪写道 如果你不要求完美 就想想培根是多么闪耀 他是人类中最聪慧 最光彩照人的 但也是最卑鄙无耻的 这些关于实验必要性的先进思想 对于科学发展十分重要 但在医学上并非如此 他丝毫未能改变对病人的治疗方式 寻求医生的专业意见 仍然不是明智的举动 这并不是说所有医生都很糟糕 或说他们连偶尔有所帮助都做不到 只是他们对人类的整体影响 仍然是负面的 使寿命缩短 疾病蔓延 外科医生可以搞定简单的骨折 实施基本的手术 往往也能对患者有所避意 但由于缺乏对感染的认知 手术窗口通常会恶化 甚至连医生针头留下的一道浅浅的刮痕 都可能要人性命 17世纪 诺福克郡的托马斯 布朗 Thomas Brown 医生对培根的方法论深以为然 同时也认可当时的另一项伟大发现 由威廉 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 他写道 你要确保自己完全掌握哈维医生的心血运动论 Decirco Sang 我认为这项发现比哥伦布的更加伟大 在经历几千年的蒙昧无知之后 哈维在17世纪证明 是心脏推动血液 在全身循环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洞见 对于布朗来说 他比发现美洲大陆更令人赞叹 但他却无法改变医生治病的方式 甚至不能促使他们反思一下自己对放血与水治疗法的狂热 这些新的思维方式在德奥弗拉斯特 菲利普斯 奥里欧勒斯 伯姆巴斯茨 冯 霍恩海姆 Theaphrastus Philippus Aurelus Bombastus Bombastus Bondhornheim 他称自己为帕拉塞尔苏斯 Paraselsus 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1493年出生于瑞士 通过自己选的这个名字 他想表达自己已经超越了古罗马医学权威塞尔苏斯 Celsus 但这只是帕拉塞尔苏斯的自我标榜 他游历行医 走遍欧洲各国 寻求知识及其令人不可思议的内在联系 帕拉塞尔苏斯对自己以卓越的才能获得的理论 直觉和成果感到兴趣盎然 并将他们与神秘学 炼金术及更直白的自然哲学进行组合 当看到医学实践的结果 无外乎致死致残 我就决定抛弃这种可悲的技术 去往别处寻求真理 他对当时医学的差评 可谓一针见血 如同几个世纪以来 许多持同样想法的人一样 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但事实远非如此 帕拉塞尔苏斯用于武装自己的理论 学说基础薄弱 不开一搏 在有文献记载之前 便已出现的形象学说 便是他的最爱之一 这种理论认为 外部形象可以决定内在作用 在药物领域 则指植物与疾病间的相似性 可以证明其治疗能力 黄金可以治疗黄胆 因为二者都是黄色 长得像高丸的花 可以治疗性病 祭祀能治愈体内的刺痛 这种理论 在很多社会中都能见到 但无论是其久远传承 还是简便易懂的特性 都不能让它与真理靠近分毫 有些人相信自己的直觉 从而得出了有害的治疗方法 帕拉塞尔苏斯一边嘲笑他们 一边编造出了自己的版本 他的装备中包括一柄长剑 这可能还比较有用 对于一个在中世纪四处游历 好斗上午的人来说 长剑本身就很趁手 而剑柄中的物质更有价值 他在剑柄里填满了财富 我有一个秘方 他宣称 我称之为鸦片顶 他胜过其他所有药方 这位新医学的先锋人物 有许多革命性言论 如果我需要证明什么 他说道 就不应该以用权威的说法 而是应该通过实验 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推理 我不相信古代的体液平衡学说 人们误以为 它能用来解释所有疾病 就是因为这些学说 才极少有医生 能树立对疾病的正确认识 了解其病因和病程 然而 他所说的实验 不过是自己的观念 与直觉的延伸 实验结果形成了 宏大空洞的理论 什么结果都能装下 他拿塞尔苏斯的言论 很像个科学家 但他所谓的真理 往往是荒谬 而令人费解的妄言 他使用实行的科学术语 以及化学 这一新兴学科中的 用语和惯例 并以一种误导的方式 使用它们 就像他恶意嘲笑的 古希腊人 古罗马人 和阿拉伯人一样 他自吹自雷道 这种地步 告诉你 我脖子上的一根毛 也比你们这些作者 懂得更多 我的鞋扣比盖伦 和阿维森纳 艾利森纳 加起来 还要有智慧 不过 他的剑柄中 所藏的鸦片顶 究竟是什么呢 帕拉塞尔苏斯 随身携带的神药 看起来确实奇怪 其成分 包括他所称的永生之石 看着有点像是 某种怪异而鬼祟的 动物的粪便 还有橘子汁 黄金 以及其他匪夷索斯的材料 与鸦片混合在一起 实际上 这里面唯一真正有效的 就是鸦片 人们非常喜爱这种效果 人们喜欢它 主要是因为 它确实能提高 它们的生存概率 只要帕拉塞尔苏斯 等医生相信它能治愈疾患 它们就会 停用其他更危险的药方 鸦片顶和其他形式的鸦片一样 一旦过量就很危险 但比起医生们用的其他疗法 鸦片顶常常比水还安全 帕拉塞尔苏斯所发现的是 将鸦片浓缩而成的 更强效的制剂 它将晒干后的 硬素乳液溶解于酒精 而不是溶解于水 从而在这种药品中 额外加入了酒精成分 同时 由于阴素中的活性化合物 在酒精中更容易溶出 单位品脱的药力 便有了显著提升 塔拉塞尔苏斯死于1541年 83年后的1624年夏天 一个婴儿在英国的 多塞特郡降生 在托马斯·西德纳姆 Thomas Sidon的成长时期 医学与教育一样 保留了浓重的古希腊 与古罗马特色 解剖学与科学方法上的进步 对于需要求助于内科医生 药剂师 外科医生的病人来说 仍然收效甚微 不过凭借牛津大学的教育背景 和天生的直觉 鉴于当时英国大学的质量 后者的作用应该更大 西德纳姆有能力 慧眼识珠 因素令他印象深刻 他曾断言 在全能的上帝赐予人类 缓解苦痛的所有药物中 没有哪种比鸦片更通用 更有效 当时还没有人懂得 鸦片的生效机制 穆里埃在1673年的 无病呻吟 L-E-Mal-A-D-Imaginaire中 嘲弄了用浮夸的术语 来掩饰自身无知的医生 一位博学的医生问我 鸦片能使人睡着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正在申请 行医执照的医学生说道 我回答说 因为他具有安眠的特性 其本质就是能镇静感官 他的主考官认为 这个回答精彩绝伦 托马斯·希德纳姆 致力于用新的方法来观察世界 这一愿景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 1642年 英国内战爆发时 希德纳姆刚刚结束 他在牛津的第一学年 他随即前往战场 为国会与民主制度 反抗皇权的事业而斗争 回来时 他失去了两个兄弟 自己也多次学洒疆场 他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但也写道 我开始相信 如果一个医生 能通过亲眼所见 而不是书本 认真学习 那么他一定能出类拔萃 他在牛津接受的教育 完全是基于书本 任何其他形式的学习 都被视为 有识医生这样 高标准人才的身份 希德纳姆的观点 却正好与之相反 他也尽自己 所能去说服其他人 当一个刚入行的同事 向他咨询 哪本书对学习最有帮助时 他答复 去读唐吉赫德 Donkey Houghty 吧 这是本和好的书 我现在仍然在读 他所强调的 不仅是当时教科书的无用 也是他自己 像唐吉赫德一样的 古怪名声 作为一名医生 却不全心 信奉前辈传授的知识 这似乎不只是有点疯癫而已 英国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的化学家 罗伯特·波伊尔 Robert Boyle 曾对一个共同的朋友 描述希德纳姆为成熟的学者 优秀的植物学家 技术高超的解剖学者 朋友转述了这一赞扬 希德纳姆的回应 却出乎他的意料 这是不错 但还很不够 解剖学 植物学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先生 我认识科文特花园的 一位老妇人 他对植物学 要比我懂得更多 而说到解剖学 我的屠夫 就能把关节完好的切开 不 年轻人 这些都只是基础而已 你得到病床边去 只有在那儿 才能学会看病 他坦率的观点 和热情的性格 吸引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 波伊尔是他的密友 哲学家洛克也是 然而 尽管希德纳姆在认识论 与观察法上 有先进的理念 尽管他不遗余力地 敦促医生 对疾病的自然历史 多下功夫 记录他们的迹象 症状 病程和后果 但病人实际获得的好处 仍然接近于零 到头来 希德纳姆最好的治疗工具 也不过是不愿意开药 对一个城镇的居民健康来说 他写道 来一个不错的小丑 胜过20头驴子 锁驼的药 当发现 一名患者 陷入了身体和情绪 双双崩溃的境地 不是因为疾病 而是由于 其他医生开的 药导致的呕吐与腹泻 希德纳姆 只是为他点了一只烤鸡 和一品托加纳利酒 希德纳姆在治疗上 持彻底的虚无主义态度 他对人们所说的药物价值 抱有深深的不信任 他声称 我可以肯定地说 在那些大家以为 是死于痛风的病人中 大部分其实是死于药物 由于自己也罹患痛风 他仔细研究了 所有已知的疗法 得出的结论 是他们的药性统统 抵不过毒性 他不是第一个认为 经过深思熟虑的 不作为往往是 最佳选择的人 但他能对自己的观点 开诚不公 假定大自然 总是需要寻求 技术的协助 那是大错特错 他论述道 这里指的是 医生的治疗技术 我就是靠什么都不做 才有效顾全了 病人的安全和我的生育 希德纳姆对待 放血疗法的方式 也几乎是革命性的 他不是一有机会 就动用水质或小刀 而是相对节制 他承认鸦片顶的好处 却无法区分 是药物自身的作用 还是因帮助病人 避开更有害的疗法 而带来的效果 他对帕拉塞尔苏斯 额外加入的原料 表示怀疑 于是简化了配方 在当时崇尚复杂配方 原料越多 越奇特越好 的医药界 这是种精准 而相当独到的创建 牧师 人头骨 所谓的独角兽角 珍珠 蛇和动物内脏 在当时 都是常规的制药原料 这被称为 副方制剂 意味成分数量较多 这种方法 一直被使用到 19世纪 直至 化学家确定了 真正重要的是 特定活性成分的性质 这一见解 后来发展成为 分子受体理论 及细胞像索一样 只能由特定微观结构的 钥匙打开 制作鸦片顶时 希德纳姆建议用 两份鸦片 和一份藏红花 加上少量肉桂和丁香 与甜酒香混合 丁香具有温和的 局部麻醉效果 不过就像另一种香料 以及教授欢迎 也比较贵的饮品那样 它们的主要作用 十分实际 味道好 有助于顺利服下药物 戈德在《服侍德》中写道 行动就是一切 名声不过虚无 医生对此更有体会 希德纳姆将鸦片溶解于酒 加纳利酒 和今天的马德拉酒 类似的做法 有一个亦被忽视的好处 急酒与因素的协同作用 二者都能令人放松而健忘 但同时又能提高 警觉性和感官的敏锐程度 当1817年塞缪尔 泰勒 科勒律只想用一个词 来形容鸦片顶的作用时 他造了一个新词 强化 Intensify 我们今天对鸦片心存恐惧 部分原因是毒品斗争产生的副作用 由于运输骨科业的罪责 与运输科卡因相同 运输高浓度马飞 又与运输未经处理的 因素乳液同罪 因此效力强的药品就比较占优 如果你要冒险生产及运送非法药物 最有力的做法 就是将其制成尽可能浓缩的形式 这就把毒贩子的违法风险转化成了他们客户的生理风险 海洛伊已经循序进入各个城市 而他在整个历史时期都很常见的较为温和的替代品 因素茶 自制的鸦片顶等 却消失不见了 保留下来的只有对因素美丽外表的喜爱 如果医生们开出的药方总是在戕害他们的病人 医疗行业是怎么得以继续存在的呢 医生们又如何在带来危害的同时维持既是救人的名声呢 19世纪的波士顿医生奥利弗 温德尔·霍姆斯·阿拉伯··温德·洪斯 认为他知道答案 人们最想要的是某种可供吸氧的东西 并不惜为之付出一切 为了恢复健康 保住性命 没有什么是人们不愿做的 没有什么是他们没做过的 他们在水里被淹得半死 用燃气把自己烤得半熟 在土里被埋到下巴 像奴隶一样用热烙铁烙自己 像便许鱼那样用刀 在身上划出伤口 把针扎进肉里 在皮肤上点燃火堆 吞下各种恶心的东西 然后还为这些付钱 就好像被火烧刀割 势重昂贵的特权 就好像烫起的水泡 是种温点 用来吸血的水质是种奢侈 直到今天 医学中也很少有哪项操作 比什么都不做更难 医学的设立是基于病人 对受住的渴求 与医生对住人的渴求 这种渴求压倒了理智 要什么都不做 或者说承认无能为力 其难度是巨大的 就像政治家 面对他们实际上 控制不了的问题时 也需要做点什么 随便什么都好 医生也被迫有所作为 但当医生和政治家开始 当真以为自己十分重要时 危险就会随之而来 人们希望医生自信 肯定能够提供治疗 自信能让医生更受人们信任 因而也逐渐融入了 医生的性格之中 重要的是 说服人们相信你的判断 如果要让人们感到被关心 如果要让他们对 遵从医主感到足够安全 或者至少能得到些安慰 而说服别人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先说服自己 至于彻底治愈的方法 希德纳姆写道 一种完美无缺的 能让病人连患病的可能性 都不复存在的方法 这就是种谎言 他和真理一起被埋在深井之底 在大自然最深的隐蔽之处 我不知道能有谁 在什么时候将他带到光天化日之下 他的确是在以良言相劝 但这绝不是担惊受怕的病人 想要听到的 病人希望有人能提供信心与希望 而不是鲁莽地提出怀疑 弗朗西斯 培根和他的后继者们 发展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方法 但他们并不是在发明使用一夜管的方法 或者设定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工作的规则 他们所发明的思维工具 与特定的实验仪器无关 当新闻工作者提及科学家时 就好像他们是区别于其他人的另一物种 而不是通过检验来校正自己看法的普通人 一个在池塘边打水漂的孩子 也是在进行某种科学实践 他改变石头的形状和投掷的角度 逐渐试验着获得更多弹跳次数 而一个续着胡子 拥有博士学位 操作精密机器的人 如果不是在检验他的理论 也与科学没什么关系 弗朗西斯 培根奋力寻求认识世界的最佳路径 试图找出我们为什么总是会犯错 为什么会走上远离真相的企图 16世纪末17世纪初 经过一步步摸索前行 他逐渐鉴别出那类以假乱真 似是而非的思维谬误 从而找到能真正接触硕果的思想 培根对真理的热爱有多真切 他对干扰自己认识真理的事物就有多恐惧 如今谬论和错误观念占据了人们的认知 并在此深深扎根 这不仅会阻塞人们的头脑 让真理找不到进入的路径 而即便在真理入住之后 他们也会卷土重来 继续困扰我们 除非人类遇见这种危险 并武装自己直至能抵御他们的侵袭 培根说 我们的头脑习惯于 在不存在规律的地方看出规律 或将事物按我们的喜好联系起来 而不是按照实际证据 我们存有的个人 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心智 将我们推向真理的反方向 仅仅是因为某些结论 更合我们的口味 语言对此也有影响 有时我们犯错误的原因 不过是搞混了一个表述 让含糊和混乱从其催居的词句 进入了我们的头脑 还有些时候 成功人士学说教义和辩论 也会带来错误 他们很受欢迎 真实价值却有所不及 赢得辩论的不一定是握有真理的一方 而往往是较为巧舌如簧的一方 培根说 这些思维谬误 扎根于人类的天性之中 以及部落或种族之中 将人类的感知 当成事物的衡量标准 这本身就是个错误的论断 恰恰相反 所有源于感官或思维的看法 都只是基于个人标准 而不具有普遍性 人类的认知 就像一面哈哈镜 毫无规律地接收光线 将自己的特性混杂其中 使事物的本相扭曲变色 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套系统 能让他们摆脱混乱 防范错误 但没有一条路径 能完全避免思维谬误 正如人 不可能免于疾病 我们能指望的最佳做法 就是对错误的 不可避免性保持警醒 并通过检测 与试验不断排除错误 第三章 自信与魁宁 我死在太多医生的帮助下 这是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在公元前323年临终时 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400年后 普林尼指出 有一则心目之名开始流行 和亚历山大的遗言 遥相呼应 就是那帮医生杀了我 对于想救自己的 死亡声明一二的人来说 这不过是句简单的话 但在这之前 却很难被人接受 指责医生的失败 并未阻止人们怀着 功成名就的期望 对这一职业趋之若鹜 是要三分读的说法 广为人知 但这并没有削弱 医生在人们心中 能控制药效的形象 反而还加强了这种印象 如果药物是危险的 说明他们也具有效力 甚至明明看到 他对人体的危害 也要意想出 其有益的一面 在饱受痛苦之时 人们很难抗拒认为 药物有用而带来的安慰 那些最伟大的医生 之所以能树立声望 一部分是因为 对自己抱有坚定信念 比如说盖伦 他的自信 组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这种自信如此牢固 经得起与现实之间的 任何冲突 盖伦这样描述一种药水 所有喝下药水的病人 都在短时间内 恢复了健康 但那些无药可救的病人除外 他们都死了 所以很显然 这种药水只会在绝症面前失效 盖伦相信 发烧是因为 体内有过量的血液 因此治疗方式 也显而易见 盖伦对放血疗法的信念 可谓执着 他甚至建议用它 来治疗失血过多 发烧的病人 应该每天放血两次 第二次药 放到他们晕过去为止 盖伦对人体的看法 是基于体液 及其不同作用的复杂理论 他对那些缺乏理论信仰 而不得不依赖实验的医生 很是轻敏 放血疗法 在医生心里 年时日久 牢牢扎根 以下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创始教授 牛津大学医学钦定 讲座教授威廉 奥斯勒爵士 Sir William Osler 对肺炎的看法 对于原本强壮健康 刚刚染上疾病 而病逝 凶猛伴有高烧者 放血是很好的作法 这段话出现在 1920年的医学教科书中 据盖伦所在的时代 已过了约2000年 支持这一治疗方法的理论 已发生了变化 奥斯勒对人体 以及引起肺炎的微生物 也要比盖伦更了解 但放血 对饱受肺部感染折磨的患者 造成的糟糕影响 却没什么变化 理论变了 危害却照旧 盖伦对自己职业的最大毒害 还不是他对放血疗法的信奉 或列有473种药物的清单 而是他的自明得意 他写道 我对医学的贡献 就像在意大利各处修路搭桥的 图拉针 Tragen 对罗马帝国的贡献一样 是我 且只有我揭示了医学的真理之路 必须承认 希伯克拉底 Hippocrates 已经标明了这条路径 他做了准备工作 但真正把路走通的是我 瘧疾是盖伦面对的 主要传染病之一 这种疾病具有标志性的 发冷和发热周期 这就使早期医生的症状描述很好辨识 即使他们对自己记录的内容 其实并不怎么理解 引起瘧疾的是一种寄生性原生动物 这是种单细胞微生物 具有细胞壁和运动细胞器 或者使它更接近于动物而非植物 育猿虫 Plasmodium是这种原生动物的署名 它感染人类的历史非常久远 以至于我们中的很多人 已经在进化中获得了对它的防御基因 它的存在很可能和我们智人同样早 因为它的原生动物近期也能感染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 育猿虫似乎和我们一样起源于非洲 当人类迁徙的时候 也把它们带在了身上 育猿虫一生中只有部分时间在人体内度过 其余时间都寄居在蚊子身上 瘧疾在人与人之间就是以蚊子叮咬的方式传播 或者从蚊子的角度来看 当它们在同一张移动餐桌上进食时 瘧疾就从一只蚊子传到了另一只蚊子身上 对于第一世界来说 瘧疾如今只是在度假期间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在其他地区 每年都有将近7亿人患病 数百万人 多数是非洲儿童死亡 瘧疾没有疫苗 但药物可以有效抵御和治疗这种疾病 最早的药物是南美的金基纳树皮 其中还有一种叫做奎宁的化合物 能够杀伤绿元虫 在英国 瘧疾曾经被称为Adeo 来源于发热一词 它的发病原因并不明确 不过许多人将它与沼泽地 及污浊的空气联系起来 直到霍勒斯 沃布尔 Horace Walpole 在1740年夏天离开罗马 极切地想从病魔处逃脱时 英国人才开始使用它今天的学名 沃布尔给家乡的一个朋友写信说道 这儿有种名教瘧疾的可怕东西 每年夏天都会来罗马杀人 而我从耶稣下葬以来 还从未担心过死亡呢 正如沃布尔所见 罗马周边有许多沼泽和湿地 这被认为是引起疾病的源头 宗教并不能带来保护 至少从教会中的地位排序来看是如此 教皇和主教也对瘧疾战战兢兢 和他们谦卑的弟兄一样容易死去 在沃布尔写信之前 150年左右 即17世纪初 西班牙人开始将一种南美树木的树皮 带回欧洲 毕露的耶稣会神父发现 当地人都在使用它 主要是用来治疗伤口 这种奎纳 奎纳术能产生一种相知 除了能治疗伤口 对发烧似乎也有效 它对治疗瘧疾没有特别价值 但照样流行了起来 然而 这种秘鲁香之树皮十分昂贵 为了满足需求 商人们开始带回另一种树皮 作为替代 刚开始 人们只是偶然用到它 并无太大兴趣 当时盛行敌视创新的氛围 1624年 教皇沃尔班八世 沃尔班八 颁布诏书 将所有西石新进传入的烟草者 逐出教会 1633年 他又命令伽利略公开放弃它 关于宇宙的观点 其他人对新观念的态度 则要更开放些 1643年 一位比利时医生 提及这种替代品 后来被称为 Arbordichalenturus 即发烧树 在欧洲被用于治疗瘧疾发热 它也被称为奎宁 得名于他在引入时 所取代的奎纳 奎纳树 西班牙红衣主教 胡安德·卢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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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动了罗马人对他的兴趣 他持有大量树皮 将它们高价卖给富人 却免费送给穷人 这种树皮磨成的粉末是 欧洲第一种能真正治愈病人的药物 鸦片能够阵痛 但无法增加存活概率 有史以来 第一次能有药物 比鸦片做得更好 他几乎奇迹 但人们对当时已有的 所谓灵丹妙药深信不疑 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他 当乌尔班巴士在1644年去世时 因为害怕罗马的瘧疾 许多红衣主教 拒绝穿过城市四周热症流行的平原 来参加挑选继任者的秘密会议 在英诺森时事 Innocent X当选那年 德·卢戈主教问新教皇的医生 他对这种树皮粉怎么看 尽管教皇御医 并未看出这种粉末的特别之处 但还是给予了盛情赞扬 此后几年 胡安·德·卢戈的声誉 与影响力与日俱增 他开始在自己的教堂和罗马学院 Collegio Romano 耶稣会的最高学府 进一步推广这种树皮 有这样强有力的支持者 人们对其更加趋之若鹜 耶稣会会是在1646年 1649年 1650年的罗马大集会期间 对Povus Tardinalis 主教药粉 或Povus Jesuiticus 耶稣会是药粉的需求大增 德·卢戈受到英诺森时事的支持 向耶稣会是宣传他的功效 而被深深蛰伏的弟兄们 则在交口称赞中返回了各自的教区 到1651年 这种药粉已经被载入官方出版的药点之中 也就是进入了获得认可 并准许使用的药物清单 罗马药点 Schedula Romana 中收入了数百种毫无用处或者有害的药物 现在终于有一种能够治愈疾病 4年 即1652年 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大公 Archduke Leopold 因瘧剂而发烧病道 按照罗马药点的建议 利奥波德用这种新的树皮进行治疗 并很快痊愈了 然而一个月后 他再次发起烧来 利奥波德没有在乎一剂这种 效果拔取的药粉 反而十分生气 命令他的医生写一本书来攻击这个药方 并警示其危险性 其他医生也加入进来 他们的成见 让他们没能认识到这种药物救命的疗效 1655年 黑死病袭击罗马 这种完全不同的疾病 也会让患者发烧 但当他们接受耶稣会食药粉的治疗后 却丝毫没有好转 这种树皮也因此失宠了 英国东南部的湿地和罗马平原上的一样危险之命 传播英国瘧疾的是黑小暗文 Anopheles Atropovus 地区记录显示 他们的手下收获了大量亡魂 湿地地区在数百年间的死亡率一直高于出生率 要不是持续有移民迁入 恐怕整个社群都要滑进他们 湿答答的坟墓中去 举国上下都需要一种治疗瘧疾的有效方法 但耶稣会食药粉作为天主教的一项发明 很难在新教国家得到信任 但有一个人对天主教 正统观念或创新都不存芥蒂 他就是坎奈姆 狄格比 Cellum Digby 当坎奈姆还在排山学部时 他信奉天主教的父亲 埃弗拉德 Everard就因试图炸毁国会大楼和盖伊 福克斯 Guy Fox 及其他阴谋者一道上了脚刑架 坎奈姆的一生由浪漫 劫掠 政治与科学交织 1633年他的妻子去世时 他心碎不已 在委托本 穷生 Ban Johnson 致道词 委托凡 代客 Van Dyck 画肖像画后 他便埋头到学术研究中寻求安慰 他在发现氧气的过程中有所贡献 写了一本著名的菜谱 打开博学的坎奈姆 迪戈比爵士的橱柜 The Closet of the Eminity Learned Sir Kenelma Digby Night Opened 在他去世后的1669年出版 协助创办了皇家学会 发明了现代葡萄酒瓶 对玻璃进行强化 从而让酒能在瓶中慢慢熟化 他还推广普及了他的同情本 这种硫酸酮制剂 跨越了自然哲学与魔法之间的界线 对于迪戈比及同时代的牛顿来说 这个界线的位置并不明确 被认为能够控制星宿的力量 这种粉末用来治疗创伤 但不是直接用在伤口上 而是用在导致伤口的武器上 然后同情就会令对应的伤口愈合 他还真能救人性命 当时的膏药和敷料中 充满有毒物质和细菌 对武器而不是伤口涂抹药物 就是对患者的极大保护 坎奈姆·迪戈比在17世纪40年代出逃离英国 整个英国内战期间均在外躲避 直到1655年才回国 他带回了这样的消息 有一种树皮能确保治好所有间歇性的发烧 他产自碧鲁 西班牙人称这种树为基纳 基纳 提纳 关于这种树皮到底来自哪种树 一直是比糊涂账 当时的报告将毕鲁香枝树和产生奎宁的金基纳鼠数目混为一谈 更混乱的是 金基纳鼠中还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而有些所含的关键药物成分实在太少 不堪使用 三年后 即1658年 英国报纸开始登载使用金基纳数 及迪戈比所说的基纳 基纳进行治疗的广告 一份伦敦出版的周报刊登了一则公告 被称为耶稣会是药粉的神奇药物 可以在安特卫普商人詹姆斯 汤普森先生的住处或书商约翰 克鲁克先生那里获取 随父使用指南一份 尽管公众对这种药粉的兴趣高涨 甚至皇家医学院的校长对此也表示了支持 但没有人能真正搞清楚其成分 有一年 一位伦敦高级市政官服用了这种药粉 他死了 在一个什么事都要怪到天主教头上的国家里 这种从耶稣会传入的药粉 便被怀疑是谋杀工具 当奥利弗·克伦威尔·阿尼伯·克鲁威尔 在同年9月患上瘧疾时 他拒绝触碰被天主教玷污的药粉 而求助于自己的医生 他们则用放血和药物 加快了他走向坟墓的步伐 罗伯特·塔尔伯尔·罗伯特·塔尔伯尔·罗伯特·塔尔伯尔 在剑桥郡的沼泽地区长大 他在那里读了几年大学 但还没拿到学位 就在1668年离开了学校 这一地区的沿海沼泽吸引了他 而这正是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原因 我在海岸附近扎根了 塔尔伯尔解释道 就是在瘧疾流行的地方 四年后 他对自己的研究有了充分信心 便发表了研究结果 和今天一样 发表文章在当时也是医生获得声望 并吸引顾客的上好路径 塔尔伯尔警告人们远离耶稣会食药粉 因为我见过服药后产生的极其危险的反应 他承认在董行的人手里 这种药粉并非一无是处 但他有更好的药物 还没那么受到罗马的玷污 鲁道夫·西格尔·卢道夫·西格尔·卢道夫·西格尔 是20世纪的一位医药史学家 专门研究盖伦及其学说 他买到一本 勒克莱尔·勒克雷尔 1702年所写的医学史 《Historiae de Lomadesen》 部分揭示了塔尔伯尔所做工作的早期历史 这本书的空白底页上潦草的写着金基纳数 是如何在全欧洲最终得到认可的一手记录 西格尔和他的同事没法确定作者的名字 但能肯定他是位法国贵族 1672-1678年 法国与荷兰正处于交战状态 而1672年之后的两年间 英国也加入了法国一方的阵营 那时 这位不知名的法国贵族 正在英国休养康复 我在佛兰德斯 得了伴有件些性发烧的重病 那年整个军队几乎都染上了这种病 这时 一位照看军营的妇人 带了个穷人来见我 他治好了我的几个仆人 这个人就是罗伯特 塔尔伯尔 尽管他外表穷困潦倒 却以满满的自信 让这位法国军官 吞下了他所提供的药物 一种泡在白葡萄酒里的药粉 他很有效 我可以开始每周参加查理二世国王的朝会 而他正要通过水路去往西尔内斯港 那里是全英国热政最肆虐的地方 我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的小医生 他不但允许我前往那里 还允许我游泳自渝 如果我乐意的话 甚至可以纵于一把 当我登上船时 就没法不把这个故事 原原本本讲给全世界最好奇的国王 帝国最伟大的保护者听 据称查理二世对科学很感兴趣 也十分支持 这个说法很准确 他复辟后不过几个月 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 就于1660年11月28日创立 他也被称为皇家学会 并得到君王的支持 在1662年获得了由他颁发的许可证 该学会与经由教条传承下来的知识的广泛影响 进行斗争 并寻求探索世界的新方式 知识不再专属于 具有显赫身份与崇高声望的人 而属于所有掌握了寻找方法的人 这就是弗朗西斯 培根的实验哲学 学会的座右名是Nalias Inverba 也许可以粗略地以为物性人言 无论一位老师多么资深 多么受人尊敬 都不能把他的话当成教条全盘接受 如果是必须遵守的结论 皇家学会的成员 希望他们来自描述清晰 可重复的实验 而不是专家的一句话 就像塔尔伯尔那样 皇家学会对奎宁很感兴趣 并对他进行了实验 尽管有培根的大力推动 学会的红指 真理需有严格的实验揭示 仍然显得比较前卫 塔尔伯尔对药方逆而不宣 他写道 药方中还有四种植物组成的制剂 两种来自海外 两种是国内所产 查理二世听说了这种药物的效力 便要求与塔尔伯尔会面 据这位法国贵族说 查理二世还亲自组织了相关实验 他让御医去分析塔尔伯尔的药方 看看是其中的哪些成分 具有如此强大的药效 当他们证明无法做到这点时 国王给了塔尔伯尔 一份三百英镑的津贴 以及骑士爵位 并封他为自己的私人医生 条件是让塔尔伯尔 向国王透露他所用的药材 而作为回报 国王要在塔尔伯尔 活着食保守秘密 结果 这个秘方实际上 就是耶稣绘士树皮 只是换了个实心的包装 其他几种植物 分别是玫瑰叶 柠檬汁 和混合了所有原料的葡萄酒 查理二是用塔尔伯尔的成功 来嘲笑他的御医们 自从那位伦敦 市政官死于耶稣绘士树皮之后 他们就明确禁止使用 金基纳树 将其视为无用且危险的药物 随后 在1679年 查理二是在温沙宫居住期间 染上了瘧疾 他赌信 只有耶稣绘士树皮 才能救自己的命 便要求服用此药 圣意得到遵从之后 他很快痊愈了 从这件事后 国王 由于给了洛厄医生 DR Lower 一个难堪 问他以前对自己 那么有害的东西 现在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效 洛厄医生 尴尬地答道 这种药的效果 只有国王才被销售 对于皇家御医来说 这已经是最接近于 承认错误的说法了 也有文献认为 与塔尔伯尔达成交易的 是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 他用津贴和保守秘密 换取在塔尔伯尔死后 为全人类的利益 而公布药方的权利 确凿无误的是 1681年塔尔伯尔一死 路易的御用医生 便以法文出版了英国药方 或称塔尔伯尔医治疟迹 与发烧的神奇秘方 The English Remedy or Talbert's Wonderful Secret for Curing of Agus and Fevers 不过 介绍塔尔伯尔 与查理二十认识的那位 法国贵族 却留下了他们这笔交易的 一手记录 无论这些略有冲突的细节 真相如何 有两件事是确定的 一是耶稣会是树皮 做一种有效的疗法 慢慢得到认可 不过 他的流行程度 始终没能超过 或替代放血疗法 即便他是中毒一无二的 具有治愈能力的治疗方法 甚至到19世纪中期 放血 呕吐和泄药 加上不限量的咖啡与微试剂 都还是治疗瘧疾的方法 尤其受到美国拓荒者的偏爱 二十世界在沿着新的道路变化 好奇心与实政主义 正在获得尊重 金基纳树 耶稣会是树皮 并不能代表 传统疗法的伟大智慧 南美洲原住民 最初是如何使用它的 现在已难以了解 但肯定不是用于瘧疾 在欧洲人到达 并在无意中带来瘧疾之前 南美洲根本没有这种疾病 在瘧疾传入之前 南美洲人所发现的 似乎是某些树皮的退烧作用 从它们使用树皮 来缓解症状与病痛的角度来看 这种用法当得上 药物二字 然而发烧并不是一种疾病 它只是人体 对感染的部分反应 是对疾病的一种抵御机制 即使是非常简单的生物 也对温度有着敏锐的感知 当我们受到感染时 身体会故意提高核心温度 这让我们感到不舒服 难受 甚至说胡话神志不清 但也让入侵的感染性微生物 举步维艰 当核心体温升高时 我们会很难受 但在我们体内繁衍的细菌 会更加难受 换句话说 给成人退烧 可能会带来两种效果 它能让你觉得舒服些 但由于身体停止抵抗感染 这实际上会让你病得更重 消除发烧 就像闭着眼睛投入战斗一样 可能会让人没那么痛苦 但却并不一定更加安全 金吉纳树在治疗瘧剂时 发挥的作用与此不同 南美洲人和欧洲人最初使用它是因为 他们觉得这能退烧 这确实没错 但它同时也能直接杀死 导致瘧剂的瘧原虫 热度消退一部分是因为药物的退烧作用 但同时也是由于引起发烧的微生物被杀死了 1809年7月30日 英国人在低地国家登陆 即今天的荷兰 这支约4万人的部队 是他们与拿破仑法国长期战争中 组织起来的最大规模的部队 他们的目标是摧毁法国的一支主力舰队 其实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并支援奥地利人 其实已经被打败 这些英国人占领了一个遍布沼泽的小岛 瓦尔赫伦 Welcherin 他们在岛上停留了四个半月 其间有四千多人死亡 其中只有一百多人是死在战斗中 其余都是死于发烧性疾病 瘧疾是主要病因 可能还伴有颁诊伤寒 英国人在12月撤军 但直到一年多后 仍有一万两千名士兵还没痊愈 部队显然很需要耶稣会式树皮 但要获取它却没那么容易 金基纳树 生长在安地斯山脉人际寒治的区域 那里海拔高达几千米 一侧有亚瓦孙和护卫 另一侧则是热带雨林 此外 这种树的颜色 树形 个头差异很大 还很容易互相杂交 以至于采伐者对它的认识 总是前后不一 随着维萨里 维萨利 在1543年发表人体的构造 The Harmony Corporate Fabrica 一书 人们开始 严肃而系统的研究解剖学 漫长的18世纪 见证了生理学 取得广泛进步 化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化学家也开始正确识别出 各种元素与化合物 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 人们从金基纳树皮中成功分离出了 最关键的活性化合物 不过对于瓦尔赫伦的战士来说 这已经太迟了 这种被称为奎宁的物质 在不同种类的树木中均有发现 但浓度不一 1820年 佩尔迪埃·Pelletier 与卡旺图 凯文图 在巴黎科学期刊 《化学与物理年报》 Enos Dachimi et Diaphysic 上发表了金基纳树化学研究 Chemical Researches on the Kempines 一文 这篇论文 开创了识别金基纳树中 最有用的品种的方法 要不是如此 这一发现 就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化学进展 而与物理无关 虽然金基纳树中的活性成分 已经被识别出来 但还没人能合成这种物质 生物分子超出了化学家的能力范围 而且被当时的人们认为 是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 他们认为这些有机分子 只能是活细胞生命过程的产物 不可能由化学实验产生 很多人相信 这是因为他们包含了一些灵魂的碎片 这是上帝在创造生命时留下的特质 试图以人工合成出 相同物质只会是徒劳 人们既然无法自己制造奎宁 就只有继续努力获取这种树木 欧洲人原本就在尝试 将金基纳树种子 从南美引入自己境内栽培 而从1829年开始 他们又增加了盗走整棵树木的计划 纳萨尼尔·沃德·纳塞尼尔·沃德·纳塞尼尔沃尔 是英国伦敦的一位家庭医生 他起初想设计一个更好的孵化蝴蝶的装置 却在无意中发现了在密闭箱子里保存活体植物的方法 沃德乡令长途运输更加便利 使一国花卉的进口成为可能 也帮助将珍贵的茶树成功地从中国走私出景 但事实证明 银种金基纳树要更加困难 自从19世纪50年代末起 人们就在反复努力 理查德·斯布鲁斯·Richard Spruce·克莱门茨 马卡姆·Clemans Markham 查尔斯·莱杰·查尔斯·查尔斯·莱杰·赫尔尔等英国探险家 组织了多次考察 寻找运输与一种金基纳树的种子和幼苗 成功只是来得比较慢 当19世纪结束时 金基纳树的跨国栽培 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 但早期的种植结果仍喜有参半 最初的海外种植是在荷兰殖民地 爪哇岛 英国殖民地印度 以及当时的西兰开展 直到20世纪 这些努力 再加上南美洲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 才导致奎宁大部分来自人工种植 医学界认识到奎宁能有效治疗孽迹 主要还是凭借运气 其疗效如此显著 哪怕是偶然观察也足以注意到它 这表明 虽然医生的治疗比过去更有效 但他们并没能更好地理解 持续提升治疗水平的方法 而这种方法正是缺失的一环 奎纳 奎纳 奎纳奎纳 树的学名为 Miroxalan Balsamum 吐鲁礁 关于人类的理解与观察能力 多么容易出错 很难找到比这更清楚的例子 约翰 奥布里 John Aubrey 记录了这场死亡 他写道 行刑官 扯出埃弗拉德的心脏 并宣布它为叛国者 你撒谎 这个垂思者回应道 即使在17世纪 药品的品牌也重于一切 克伦威尔拒绝服药的故事并不足信 但对这种药粉的偏见 确实真实存在 塔尔博尔确实去过法国 1677年 路易的侄女患上了瘧疾 当他的医生试图用让他呕吐到昏厥来治疗疾病时 带着另一种疗法的塔尔博尔就在现场 第四章 学习做实验 苏美尔人会在伤口上包袱药膏 原料主要是酸性物质和草药 还包括盐 油 杜松子 啤酒 葡萄酒 泥巴和动物脂肪 其中 有些物质能有效杀死细菌 例如盐和强酸强碱 但同样也会杀死人体细胞 其他原料 比如泥巴和肉 则还有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侵蚀肉体的细菌 但比起置之不理 人们更容易相信积极干预的作用 苏美尔文明孝王后 古埃及人 也用类似的混合物覆盖伤口 原料包括肉类 油脂 蜂蜜 鸵鸟蛋 无花果 牛奶 羚羊脂肪 和柳树叶 那时 人们缺少的并不是某种杀灭感染源的药物 甚至也不是对感染本质的深刻理解 而是区分有效与无效的方法 人们相信自己的本能 相信直觉的可靠性 但他们错了 很多伤口能自行好转 有些即使敷上脏东西也能愈合 而其他的则会溃烂并置人于死地 如果不对观察行为进行系统性组织 就不可能可靠地判断哪些结果 来自好运气 哪些来自有效的治疗手段 金基纳树皮带着对瘧疾的卓越疗效到达欧洲 即便如此 人们在三百年后还是会选择加速病人死亡的放血疗法 如果换一种效果 没有金基纳树皮那么强 只是比较温和的药物 人们又能有多大机会注意到它呢 九世纪的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 最有文化的城市 古希腊医学文献在这里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译者既是出于对先贤知识的敬重 也有为其添砖加瓦的兴趣 大约在九世纪末 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宰克里亚 拉奇·阿布·拜克·莫哈姆·艾比恩·萨克莱·艾埃·瑞西 或称拉奇斯·瑞西斯 开始正式学习医学 当时他已经三十多岁 他技术了有意采用两种方式 治疗患同类疾病者并进行对比的最早实践之一 当病人头颈部的迟钝与疼痛持续三天 四天 五天乃至更久 眼睛未光 眼泪充盈 出现打哈欠与伸懒腰 失眠严重 并感到极度疲倦 则很快就会发展成脑膜炎 所以当发现这些症状时 就应当实施放学 我曾用这个办法救了一组病人 同时 我故意忽视另一组病人 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取得定论 而这组人就都感染了脑膜炎 具有误导性的是 拉奇斯所描述的 其实是一群已经表现出脑膜炎症状的病人 因为中枢神经系统膜发炎 他们想挪动颈部时 不得不痛苦地拉伸脊柱 光线会损害他们的视网膜 及眼睛后方大脑外露的部分 在此时变得十分敏感 他们受到如此严重的感染 以至于神志不清 以打哈欠与伸懒腰 取代了大脑的正常功能 拉奇斯所说的是 一群重微病人 接受了放血疗法的那一部分康复了 而其他人则未能好转 从方法论上看 他已经朝成功迈出了一步 比较两组相同的病人 然后在其中一组身上测试某种治疗策略 在另一组身上测试不同的做法 这种方法确实能够区分运气与治疗措施 带来的不同效果 但拉奇斯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脑膜炎是脑挤膜 覆盖大脑和脊髓的膜 发生的肿胀 可能由细菌和病毒引起 也可能由结合病或外伤导致 而放血对脑膜炎没有任何好处 拉奇斯没有说明 他是按什么标准来划分病人的 由于他是盖伦著作的杰出译者 我们知道他深深信奉放血疗法 他故意忽视的病人 是否一开始就病得更重 对于想要证明放血疗法有效的人来说 治愈的希望并不太大 他是否对放过血的病人照料得更加精心 或者他们自己就因得到治疗而更受鼓舞 这两组分别有多少病人 鉴于部分脑膜炎患者能够自愈 而部分则会死去 是否有足够人数来确定 不是运气成分再左右他的结果 拉奇斯不仅得到了错误的结论 而且没有特别重视这种方法 他没觉得这一具有远大前景的技术 有何特殊之处 假如结果与他的既有观点相抵触 显示没被放血的病人表现更好 或许还会促使他加以关注 拉奇斯对比较的力量表现出一定理解 但是由于方法不得当 他的案例变得毫无用处 我们可以将其视为 心智发展过程中的灵光一闪 对能改变世界的事物的匆匆一瞥 但还不是真正的进步 拉奇斯曾在巴格达学习医学 但他的出生地是在赖伊 雷埃 一个曾管辖德黑兰的古代城市 现已被并入德黑兰辖区 下一代中又出现了一位 来自赖伊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医生 追求蓄意系统化方法获取知识的理念 伊本 恒都 IBN Hindu 全名爱布 阿尔法拉杰 阿里 伊本 阿尔侯赛因 阿布 阿尔菲 阿尼 阿尼 阿尔菲 阿尼 写过 一个医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知识 知识可能是来自偶然 即一种自然实验 你只需留意观察就能从中获益 他举例说 比如一个男孩吃了月桂子之后被蛇咬了 却没什么事 他认为这就足以证明月桂子具有保护作用 或者知识也可能来自刻意的寻求 通过进行具有目的性的实验而获得 要做到这一点 你可以在不同体质的人身上逐一试用几种药物 并重复多次 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并满意的证实了一种 可引起腹泻的植物能去除多余的黄胆汁 而另一种类似植物能去除黑胆汁 但问题是他的哲学理论实际上无路可去 自然有时 确实会创造环境来教人知识 在这点上他说对了 但他错在假定自己能够区分知识与巧合 使用月桂子并不能使你免于被蛇咬伤 重复试验一种药物来观察其作用的想法很好 但一本 横兜并不知道如何操作 他所提到的两种植物都是很有效的泄药 但说它们能去除黑胆汁或黄胆汁 甚至认为人体像他所想的那样含有这些物质则是大错特错 一本 横兜强调 有抱负的医生需要在学习初期便接受完善的逻辑训练 但这并没能让他分轻巧合与因果关系的不同 或者免于以极其粗糙的方式开展实验 从而只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 而非实际发生的结果 缺少了正确的方法 即使是最有智慧 最怀善意的学者也会误入歧途 在这个世纪 其他想要以适当方法来检验疗效的努力 也都陷入了类似的错误 1061年 中国北宋时期组织编撰的医药典籍 《本草图经》乘书 其中包含大约1000种被认为有效的药物 虽然原版的21卷书籍都已一诗 但许多条目通过其他古籍保留了下来 其中一条记载 据说为评估正宗上档人参的效力 要让两人一同跑步 一人口寒人参 而另一人不寒 跑上三屋里后 未寒人参者已经气喘吁吁 而寒人参者呼吸均匀平缓 这类故事听上去很令人信服 但却只能是个故事 测试者和作者都没能认识到 完成实验与完成一个可信的实验 其满意度并不相同 在单次测试中 很容易就能想到许多原因 让一人比另一人表现更好 但当这些建议来自官方 或者得到声望或传统的支持时 便立刻有了底气 既有观念在人们心中不断自我加固 而要将它们清除出去 则难上加难 人类真正摆脱了被动观察而获得的一项知识 是关于滚油在医治枪伤中的应用 16世纪早期的医学观点 相信这对伤者极有好处 乔瓦尼·达维格 Giovanni Davigo 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 Julius R.的外科医生 他所写的外科教材 自1514年起就成为经典著作 以下是他的一段话 引自唐纳森·Donaldson的一文 我们已经说过野兽的爪子和牙齿有毒 而枪炮造成的伤口会因为火药而被毒物感染 对上述伤口的治疗方法大同小异 为便于快速查找 将治疗方法整理如下 如果伤口是有马 猴子 狗或类似的野兽造成 而且窗面较大 应当用接骨木油拌上一点蜜糖烧灼伤口 而对于枪炮造成的伤口 用接骨木或亚麻子油烧灼伤口就足够了 安布·卢瓦兹·帕雷·安波瓦斯佩尔 结束他在波斯的学习并前往战场时 才27岁 当时法国弗朗索瓦一世 François Eide的军队 正向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武士 Charles V的队伍进发 当两军于1537年在都陵附近遭遇时 帕雷加入了法国军队 此后他写道 那时候我非常缺乏经验 因为我从未见过对火绳枪伤口的治疗 我确实读过让德·维格 Jean Diwego的第一本关于外伤概论的书 第八章中说枪炮造成的伤口汇中火药制毒 为使其愈合 他建议用接骨木油加上一点蜜糖来烧灼伤口 我不想再使用这种鬼油时出错 也知道这种治疗方式对伤者来说极其痛苦 因此想在实际使用前看看其他医生是怎么处理第一次包肤的 他们就是将书中说的这种由加热到接近沸腾 再倒在伤口上 于是我鼓起勇气一样操作了 最后我的接骨木油用完了 只好改用一种由蛋黄玫瑰精油和松节油制成的助消化药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 想着由于没有烧着伤口 那些没能用上接骨木油的伤者可能会死于中毒 这促使我在天高蒙蒙亮时就爬起来去看望伤员 出乎意料的是 我发现那些敷了注消化药的伤员都不怎么觉得疼 没有出现伤口肿胀或发炎 不过了安静休养的一晚 而其他用了那种鬼油的伤员则在发高烧 疼痛难忍 伤口四周都肿了起来 我包扎了伤口 上帝使他愈合 他随后说道 也许是由于不懂希腊文或拉丁文 帕雷没有受到教条主义影响 从而成功地注意到了这次小型自然实验的结果 他后来使用的药膏也是从维哥的书中学到的 但原本是要在晚些时候 等伤口已经开始愈合时才使用 帕雷的成就在于 认识到实验所提供的证据 比最伟大的权威人物的学说更有价值 不过他还从未想过 要去有意重复这类因误打误撞才完成的实验 去有意测试两种方法 熟优熟劣 他也从没想过 蛋黄 玫瑰精油和松节油 可能也会对伤口有害 事实上 这种敷料的设计初衷 是用来保证伤口能受到感染 在不进行消毒的时代 伤口感染化膿的情况十分普遍 甚至从不缺席 仿佛伤口少了 他就没法愈合 以至于医生还以为 脓脂是伤口恢复所必须的 帕雷最接近故意实验的一次 是因为一位老妇人告诉他 洋葱加盐没碎后 可以制成治疗烧伤的敷料 于是他试了试 过了一段时间 蒙特哈格下 法国步兵司令的一个 德国卫兵喝得鸣鼎大醉 他的火药 胡着了火 让他的手和脸都受了重伤 于是我被喊去给他包扎 我在他的一半脸上敷了洋葱 另一半脸则用了平常的药物 第二次换药时 我发现用洋葱的一边没有水泡或伤疤 而另一边连满是水泡 所以我计划把洋葱的功效写下来 即使在今天 距离帕雷奋力改进自己能用到的 外科治疗手段已过去将近500年 仍然很难将他少有的成功 和常见的失败区分清楚 如果说他对伤口敷料进行了实验 就意味着他的做法能够分辨出 有用的药物和没用的药物 但由于他的做法并不能可靠地做到这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并没有再做实验 而只是在东敲西打 胡乱摆弄浪费时间 他所做的是完全是愚蠢的 因为这会给他人的健康带来风险 把洋葱敷在一侧脸上的单次试验 并不能说明什么 有些伤口就是愈合的比较好 有些则比较差 感染有时就只发生在这儿 而不是那儿 只有更系统性的可重复的方法才能告诉帕雷 墨碎的洋葱是否具有治愈能力 我们关于科学的观念已经大为进步 但用于描述他们的词语 却还和500年前一样含糊不清 如果实验一词只是严格用于 表述那些能够识别谬误与错觉的方法 那么情况就要好很多 1662年 杨·巴普蒂斯塔·范·哈尔蒙特·John Baptiste van Helmont 的著作黎明 或称医学的新兴 Oriatric or Physically Fine 在伦敦以英文出版 像教科书冠常所作的那样 他宣称 这部著作纠正了先前的所有错误 其部标题谦逊地写道 批驳常见的错误 对医术进行全面重塑与纠正 书中满含圣经式的情感和想象 既体现在其行文风格上 也体现在其内容所蕴含的力度之中 医学不是空口白话 不是虚荣的吹嘘 或者徒劳的空谈 它需要以实干为支撑 因此我鄙视那些耻辱 吹嘘 可悲的虚荣心 说实话 你们这些学究 能不靠腹泻 即用药物 排除人体肠胃中的内容物 来治好随便哪种发烧 而不担心救病复发吗 过来一较高价吧 你们这些体验论者 盖伦的拥顿 让我们从医院 军营 或者随便哪里 带走200个或500个 发着高烧 或患有胸膜炎的可怜人 让我们把他们分成两组 让我们抽签选择 一半人由我负责 另一半人由你们负责 我将不用放血或者排泄 就治好他们 而你们能否做到 你们自己清楚 我们来看看 双方各会挖掘多少心坟 遗憾的是 范海尔蒙特的激情白白 消耗在了他的文字里 如果他把自己宣扬的实验 诉诸实践 恐怕世界会因此改变 医生们不仅有可能 发现自己所做的恶事 给生病的人放血 让他们腹泻或者呕吐 而且还有可能意识到 范海尔蒙特的技术 能帮助他们找到 真正有价值的治疗方法 然而范海尔蒙特满足于 只进行思想实验 只在他的想象和浮夸的文字里 对自己证明自己的想法 鉴于他的读者 也可以进行自己的思想实验 并在脑中满意地认为 他们的病人存活得更好 范海尔蒙特说服不了任何人 他的医学理论仍然是空谈 没有任何实践支持 不过在下一个世纪里 情况有所好转 此处内容出自《本草图经》 相传御事上党人参者 当时二人同走 一语人参含之 一不语 度走三 五离许 其不含人参者 必大传 含者气息自如者 其人身乃真也 一者注 第五章 树的味道 鸦片并不是唯一能够阵痛的药物 甚至也不是最常用的 酒精是最常用的麻醉剂 在医生当中 也往往更受欢迎 鸦片的浓度很难预估 而且口服给药的剂量 并不可靠 当医生获得满意的 镇静效果时 病人胃里 可能还满是药物 会逐渐将病人 从镇静推入昏迷状态 酒精还不太容易 令人长眠不眠 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 除了这两种药物 人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丁香有温和的镇静能力 但性价比不高 糖也能帮助镇痛 犹太人会在行割礼前 给婴儿喂一池加了糖的酒 实现表明 这很有作用 不过不出所料 他也没法完全镇痛 爱德华 斯通 Edward Stone 一七零二年 出生于里斯伯乐王子城 Princess Risborough 的一个农民家庭 位于牛津与伦敦之间的 齐尔屯丘陵 Chelton Hills的一个小镇 正是他改变了这种情形 他十八岁时来到牛津 之后便进入教会 从1745年开始 他就在牛津郡西部长住下来 住在齐平诺顿镇 Chipping Mountain上 并在一个名为 布瑞恩 Burned的小村庄当牧师 服务于乔纳森 科普爵士 Sir Jonathan Cole 1757年前后 他在穿过科斯沃尔德 Totswood相间时 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斯通一直无法解释 在他行走的原野中 柳树沿着河岸生长 有一天 他包下一块树皮 放进了嘴里 我不小心尝了一下 他说 就好像是不小心 绊了一跤那样 斯通发现 柳树皮没有肉贵 那种新温的甜味 事实上非常难吃 这种极其苦涩的滋味 触动了受过教育的斯通牧师 他想起了金鸡纳树 在回顾过去时 他承认当时促使他 进一步研究 这种树皮的动机 是一条基本原则 即很多疾病 都自带治愈方法 或说 毒物附近必有解药 这种想法 充斥着未经检验的迷信 与帕拉塞尔苏斯 及其他许多人 痴迷的乙形补行学说 相距不远 前马和能缓解 其刺伤的酸膜 长在一起 很多人注意到了这种巧合 却忽略了 其他大量疾病中 都没有类似的情形 斯通牧师是 圣经和英国国教的 虔诚信奉者 但这并不妨碍 他相信一点 类似异教的魔法 斯通推断 既然瘧迹常见于沼泽地带 而这里柳树丛生 那么柳树 就很可能治愈这种疾病 至少他在六年后 是这么解释的 也许他只是想 编个有意义的说法 来取悦皇家学会的听众 无论如何 斯通为自己的行为 所选择的解释方式 意义深远 从早期人类文明 到十八世纪的牛津骏 科技已有巨大发展 但对世界的思考方式 却没有跟上 为了研究柳树 是否像金鸡纳树一样有用 斯通在某个夏天 收集了一些柳树皮 放在面包房烤炉边的 一个袋子里 三个月后 柳树皮就被烘干 可以研磨成粉 虐剂在齐平洛顿附近 十分常见 于是 这位牧师便开始用 他的新型药粉治疗病人 这种药粉似乎有效 当他给病人服药后 便感到他们的热度减退 并有好转的趋势 但他并没想过 这些病人是否本来就会好转 也许放任 不管的话 还会好得更快 在之后的五年多时间里 斯通牧师 继续给齐平洛顿的 虐剂患者开药 然后才鼓起勇气 给皇家学会写了封信 他写道 他把这种树皮 开给了大约五十个病人 并将它们全部治愈 除了几粒秋季虐 和三日虐 这和盖伦的推导法 如出一辙 极宣称自己的疗法 能治好所有人 除了那些病死的 这说明 他们肯定 已经无药可救了 金基纳树皮 最初只是作为 秘鲁香枝树的廉价替代品 结果真是好运气 他不仅能像香枝那样退烧 还能真正置于瘧疾 现在 斯通又发现了新的省钱方法 英国人不必再从 秘鲁进口昂贵的 金基纳树皮 而可以自己采集 便宜的替代品 由于干柳树皮 确实有退烧的功效 斯通的发现可谓成功 但在当时环境的局限下 他无从得知 发烧本身并非疾病 而是身体努力 恢复健康的方式 他原本有机会 但最终未能领悟的是 病人是否发烧 病难受几天并非重点 重点是 他们最后是否能活下来 斯通之所以 没能这样思考 部分是因为 他感到自己能看到 治疗起效 热度在消退 病人在好转 要是有谁病情恶化 也总有现成的理由 有树皮的古老用法 早已不再流行 斯通没有查阅到哪本书 对此有所详述 古埃及人说 他们用它给心脏以力量 但实际上 它做不到 他们还把柳树皮 放在受感染的耳朵 和酸痛的肌肉上 但它在这两处实际 都没法被吸收 迪奥斯科里基斯 在公元一百年 曾提及过使用柳树 但他只用到了树叶 没有用富含活性成分的树皮 柳树的药用 虽然历史久远 但与芹菜 生菜和西瓜的药用方式 没什么区别 斯通的成就在于 发现了柳树皮的一项 真正功效 退烧 尽管他误以为 这代表着他能治愈疾病 正如斯通所希望的那样 到18世纪末 柳树皮已经作为药物 被广泛使用 一位名为威廉 怀特 William White 德药技师对他的功效 大家赞誉 自从巴斯城 Beth City的医院和药房 引入了这种树皮 并在临床上代替金基纳树皮 慈善组织每年至少 能节省20英镑的开支 他也致力于进行柳树皮 提取物的研发 拿破仑战争的爆发 让商品进口变得更困难 也令人们更加努力地 寻找金基纳树皮的替代品 于是 治不好瘧疾的柳树皮 取代了一部分 真正有治愈能力的 金基纳树皮 而医生们还为自己的进步 欣喜不已 第二部分 化学的崛起 第六章 甜菜根 催眠术与有机化学 无知是激励人们提出问题 追求进步的重要动力 自皇家学会设立以来 自然科学家常 因意识到 自己有多么 无知 有多少知识 尚未被发现 而激动不已 没有哪一群人 比化学家对这个世界 更感到欣喜 着迷 充满希望 化学是从中世纪 及文艺复兴时期的 炼金术发展而来的 炼金术带有阴谋论的味道 某人在某处 发现了将牵连成金字的方法 而炼金术师的任务 便是找出其他人 隐藏起来的秘密信息 将谜团的核心连根挖出 哪里都能找到线索 在树里隐藏的密文中 在来自上苍的征兆里 所有炼金术师都认为 知识其实早已存在 只是被人藏匿了 猜疑 妄想加上对魔法的信奉 使炼金术师感到自然世界 已经被探索殆尽 而最好的东西都被那些 最先到达的人藏了起来 17至18世纪 化学在完全不同的认知下诞生 其从事者认为 大自然是开放而诚实的 欢迎所有人前来探索 只要找到正确方法 任何人都能获得知识的回馈 要接近他的奥秘 用不着偷偷摸摸 你带去越多智慧 他为你展示的就越多 直到18世纪中叶 化学才得以摆脱这些妄想 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科学 满怀着本土自豪感走向世界 格拉斯哥大学化学新定 讲座教授托马斯 汤普森 Thomas Thompson 在1830年写下了这句话 以回顾这门学科 从炼金术起源 并逐步发展的历程 他相信 化学直到18世纪中叶 才终于开始对人类有用 向他们提供了 比古代医生所熟知的 更优良 更强效的药物 在汤普森写下这段话时 人们尚未真正认识到 药物的无用 他认为化学家 拓展了有效药物的范围 但这个想法并不准确 连他关于原先 已有不少有效药物的假设 也不济然 古人已经掌握了鸦片 现在又有金基纳树皮和柳树皮 但没有一项能归功于化学 不过进步却有发生 就像帕拉塞尔苏斯 把鸦片溶于酒精 而不是水 下一项突破发生在 奇形怪状的甜菜根上 18世纪中叶 德国化学家 安德利亚斯 西吉斯蒙德 马格拉夫 Andreas Sigisman Margraf 发现 他能用白蓝地 从这种普通的蔬菜 根部提取出一种晶体 这种晶体 尝起来是甜的 马格拉夫证明 它就是给甘蔗 带来甜味的物质 自此人们开始努力培育更甜的甜菜 马格拉夫 这项创新的重要之处在于 他证明了一种分子 此处纸糖 无所谓来自何处 其自身性质才是关键 这就朝着化学物质的功能 是由其结构 而非来源决定的理念 更近了一步 接下来的一步 是由安东尼 弗朗索瓦 福克鲁瓦 Antoine-François Foucault 卖出的 他是一位 为效力于奥尔兰公爵Duke D'Orlens的药剂师之子 在1780年取得了医生资格 随后开始研究化学 并在四年后得到了一个化学讲师的职位 当时 金基纳树皮还很受欢迎 价格也十分昂贵 许多人都致力于寻找它的替代品或者纺织品 福克鲁瓦交友广泛 但出身贫寒 他出众的才华 让法国皇家医学会French Society Royal D'Amazon 决定资助他接受医学教育 在福克鲁瓦尚未完成学业之时 他们便聘请他协助进行矿学水的分析研究 作为回馈 福克鲁瓦发明了多种能与水中物质发生反应的试剂 这不仅使分析精度达到新高 而且不必再将水煮干才能测量溶解在其中的固体 出于对法国化学家拉瓦西的仰慕 福克鲁瓦不仅致力于精进自己的化学实验 也努力为别人的实验提供帮助 1784年 瓦瓦吸引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要求 暂时从其他研究中抽出身来 当时弗朗茨 梅斯梅尔 France Messmer 正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获得惊人的疗效 似乎他只要靠近并触碰病人 就能治愈很多毛病 他认为自己的治疗用的是动物磁力 这是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物质磁 不易被其他观察者看到 却能将他和他的病人连接起来 国王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就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此事 委任了四位医生 包括吉约坦 就是后来人道与民主的机器的发明者 和五位顶级科学家 其中包括拉瓦西和本杰明 富兰克林 委员会最终认定梅斯梅尔的动物磁力 不过是种幻觉 拉瓦西的观点如下 估计出概率并评估其是否大道足以构成证据 这就是从经验与观察中得出结论的艺术 江湖骗子 巫师和炼金术士 所有利用公众轻信的人的成功 都是建立在这类计算的错误之上 拉瓦西所言略微有失公正 因为对轻信的大众构成最大危险的 并不是那些故意愚弄他人的骗子 而是连自己都骗过了的人 他们有些是催眠师 而更多的则是医生 拉瓦西的语言很有意思 得出结论是种艺术 依靠的是经验与观察 而不是实验 概率不是通过计算得出 而是通过估计 不过 这恰好准确地总结了国王的委员会 用于判断疗效真伪的方法 当时向触及人数最多时 拉瓦西总结道 就最容易出现非理性 人们想要预见未来 想要延长生命 欲望让他们无法清楚地思考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 富克鲁瓦在分析矿泉水方面的经验 让他得以胜任更加重要的研究 他开始着手 分析一些用作金基纳术替代品的树皮 多花金基纳 别名圣多明哥金基纳 Pintina of ST Domingo 就是其中一种 这个名字既给人以希望 又巧妙地结合了广告效应 富克鲁瓦在1791年发表了他对树皮化学成分的分析报告 这种分析后来被奉为研究植物成分的经典方法 但富克鲁瓦对于被推定为树皮活性成分的苦味绿渣 仍然知之甚少 而且对如何分离出抗涅剂化合物也无计可施 不过由于他成功地将树皮分解为各类组成物质 这就激发了其他人的兴趣 让他们沿着他的路径继续前进 富克鲁瓦对这种兴趣持鼓励态度 法国政府也是一样 化学分析工作的早期驱动力 来自对药物稀释和参甲的关注 特别是关于鸦片和金基纳树皮 商业利益也推动着研究发展 当拿破仑战争阻隔了法国与热带英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 从甜菜中提炼糖就突然变得有利可图 这让人们意识到其中涉及的化学过程的价值 如果能用甜菜这么常见的东西代替昂贵的进口甘蔗 你会不这么做吗 溶剂萃取技术 化学家用于分离和提纯液体或植物中的特定成分的方法 似乎不再只具有学术价值 从19世纪初期开始 人们就能成功分离活性药物成分 起初这只是出于偶然 1803年 巴黎药技师查尔斯 德罗斯内 Charles D. Ross尝试设计一种测量鸦片浓度的方法 结果却得到了一种他不认识的物质 而且还颇不寻常的具有碱性 当时的化学家认为 从植物中提取的成分都应当是酸性 德罗斯内物以为是自己在晶体中混入了假碱 才导致结果异常 因此并没有多想 几乎同时 年轻的奥地利药技师弗里·德里希 瑟托内尔 弗里克·瑟特纳也发现了相同的物质 他从1805年开始就这个题目反复发表文章 却没引起什么反响 直到1817年 他设法将自己的论文发表在了法国最杰出的化学家 与萨克·盖勒萨克·盖勒萨克主编的期刊上 这本化学年刊 Anos-Dichimi是1789年由拉瓦西创办的 一直吸引着公众广泛的兴趣 其读者意识到 这种碱性晶体是种极其特殊的物质 盖·宇萨克在其评论中指出 瑟托内尔分离出的似乎就是鸦片的活性成分 瑟托内尔与三名志愿者因为不小心服用过量 从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结果 瑟托内尔称其为Morphium 但盖·宇萨克想在名字里反映出它奇怪的碱性特征 便将其改为马菲 但盖·宇萨克认为 最重要的成就还不是分离出这一物质本身 更令它兴奋的是其确立的原理 即植物中除了此前分离出的有机酸外 还还有其他物质 如果发现的第一种有机碱就是马菲 植物体内会蕴藏怎样的力量 自然而然的 金基纳树变成了充满希望的关注目标 在盖·宇萨克发表评论之前数年 就有过几次接近成功的尝试 但直到文章发表 人们才开始寻找碱性的物质 而一旦它们弄清了目标 进展就十分迅速了 1820年法国人佩尔迪埃和卡王图分离出了奎宁 这其实只是金基纳树皮的多种成分之一 具有退烧和抗瘤疾的特性 佩尔迪埃和卡王图明白 这些新发现的植物成分或许能有更广泛的应用 便建议好好研究它们的药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后来被称为生物碱的物质的发现 有助于医学 更加正视自身的无知 化学界正在不断研发出新药 与此前的任何药物都不一样 你用不着 质疑自己的老师或偶像可能犯了错误 也该知道这些新药的药效尚未被完全发现 新撰写的要点非常实用 它包含的条目是化学制品而不是植物 植物的特质随季节 气候 泥土而变化 难以从中获得稳定一致的药品 所以也没法进行测试 比起还有多种生物碱的金基纳树皮 奎宁药可口得多 毒性也比较低 人们比较容易吞下奎宁 也不太会呕吐 我们现在有种错觉 认为植物效用温和 而药物是具有刺激性的人造品 但早期制药者会觉得这种想法简直不可思议 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 人们致力于将自然界中的金基纳树皮 不断转化成更加温和有效的硫酸亏宁 这正是现代制药业的肇事 1828年后的十年间 从柳树皮中分离活性化核物的工作 取得了不少进展 德国 意大利和法国 先后研制出了水羊肝 原自柳树的拉丁文名字 Celix和水羊酸 它们也很快被用于替代价格居高不下的金基纳树皮 及其衍生品亏宁 但就像柳树皮一样 无论是水羊肝还是水羊酸 其实都没有抗瘾剂作用 同样是在1828年 弗里德里西 沃勒 Frederick Waller 合成了尿素 尿素是人体蛋白质代谢路径中的基本成分 也是尿液中的主要化学成分 用于去除人体内的氮元素 其分子势中包含碳元素 因此也属于有机物 但沃勒在合成尿素时使用的 却是一种无机化合物 禽酸亡 这是化学家第一次知道 它们能够人工合成一种 此前只能由生物产生的分子 这个机器直角形架 一褶柱 多花金基纳 Synchona florobanda 后来被改名为多花外蕊木 Exostema florobandum 从而消除了将它当作一种 金基纳树的误解 马菲 Morphin 与碱性Alkline 具有相同的后缀 一褶柱 第七章 新英格兰与新思路 思维方法也和化学技术一样 正在不断进步 奥利弗 温德尔 霍姆斯十九世纪初 出生在马萨诸瑟州的坎布里骑士 他曾考虑放弃医学 改行成为诗人 21岁时 他的诗作老铁甲 Old Insights 让他受到举国瞩目 诗中赞美了美国木制军舰宪法号 这艘战舰以美国解析修建 由革命英雄保罗 列维尔 Paul Revere 打造同护甲 并在1812年的 对英海战中服役 这首诗的成功 触发了霍姆斯的想象力 他说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印成签字 签读已深入他的灵魂 虽然霍姆斯清晰于艺术 但他在加尔文教派家庭中长大 必须现身于工作 对于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 写诗虽然是种病人亲目的才华 但可能妨害他的职业生涯 在接受了菲利普斯学院 和哈佛大学的全套美式精英教育后 霍姆斯1833年前往巴黎 这一年他24岁 有一阵子他把时间都消磨在赛马场和剧院里 随后他清教徒的一面又占了上风 把精力都集中在医学院的学习上 他在那里是从法国最优秀的老师 皮埃尔·查尔斯·亚历山大 路易斯·皮埃尔·查尔斯·亚历山大 路易斯对于现行的医学知识抱有少见的怀疑精神 当时公认的理论认为 发烧是由炎症及血液过多引起的 把水质放在身体最接近发炎的位置吸取血液 就能降低热度 比如对于肺炎患者就要把水质放在病人的胸口 霍姆斯到达巴黎的那一年 除了本土出产 法国医疗行业还额外进口了4200万条水质 匈牙利、乌克兰、土耳其、罗马尼亚、俄国和北非 都是水质的出口国 水质的寿命约为10年 可以多次重复使用 这看起来难以想象 会有人认为所有放血治疗都毫无用处 甚至有害健康 但路易斯质疑了给病人放血的治疗方式 同时提出了新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 他还开始仔细地检验这些想法 要怎么做 他问道 才能知道放血对肺炎是否有积极作用 以及程度如何 在霍姆斯向他求学期间 这个问题还只是在他的头脑中萦绕 他在1828年的一篇文章里 第一次写到这个问题 随后又在1835年的书中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路易斯想要弄清楚 应当在什么时候对病人放血 在他们得病的当天 把水质放到胸口上最好 还是第二天、第三天 令他倍感困扰的是每个病人都不一样 他们的健康情况、年龄、受感染程度都有差异 他想知道如何才能避免把这些因素的影响误认为是水质的作用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清晰思考能力正在逐步提高 但这并不是由一连串前后衔接的事件引起的 路易斯并不是因为读了范、海尔蒙特的书才这么想 洪斯后期的想法也不是他在法国学习的直接产物 这些善于创新的思想家 用比过去更准确、更有价值的方法观察这个世界 以部分出于自己、部分来自他人的观念 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 种种真知灼见如水下翻滚的气泡 关于真理、关于实验方法、关于科学如何最有效的探索自然 时而寻着这个人的认知方式爆破 时而又寻着另一人的 对于任何具体疾病 路易斯写的 我们假设能不加选择地找出500个病人 让他们接受一种治疗方法 再以同样方式让另外500个病人接受另一种疗法 如果第一组病人的死亡率高于第二组 我们不就能得出结论 认为第一组的疗法没那么适当或有效吗 范·海尔蒙特在1662年的描述中 只是不经意地提到这种方法 而路易斯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为防范不同病人 不同感染病例之间的自然差异 给测试结果造成偏差 只需纳入足够多的备试者 并将他们随机分组 正如路易斯所承认的 我们不可能以数学的精确性评估每个案例 因此大样本就变得不可或缺 通过这么做 接受不同治疗的两组病人之间的难以避免的差异就会趋同 并且彼此抵消 忽略不计 也不会对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实质影响 换句话说 只要你选取的人数足够多 并且能够将他们随机分组 个体差异就不是问题 有的人病得更严重 有的人健康一些 但只要有足够多的病人 这种差异就会互相抵消 路易斯又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 以治病人间存在差异 得病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除了用大量样本将这些差异进行平均 还有什么别的路径呢 另一条路径就是假装自己能发现所有存在的差异 并将他们正确地考虑在内 还要假装他们不会让你的直觉产生偏差 也不会破坏你的结论 不使用大数量样本 并不能让你免于受到病人自然差异的误导 而只是让你免于承认差异的存在 让两个人比赛跑步 哪怕是十个人 都可能有一组 天生就比另一组快 而如果让500个随机选取的人和 另外500个随机选取的人赛跑 你就可以合理预期这两组会有类似的成绩 但就像范 哈尔蒙特那样 路易斯也是想得多 干得少 他从来没有真找500个病人 让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一种治疗 剩下的接受另一种治疗 他只是记录了77名 此前已被确诊为肺炎的患者 看看放学前等待的时间长短 会给他们造成什么影响 路易斯有许多优秀品质 但可惜的是他的研究存在很大局限 这些患者并没有被随机分配 也没有接受不同的治疗 他们是在事后才被选出来 与路易斯认为 看上去很相似的病例进行比较 以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 没什么用处 正因为他没能有效运用 自己所提出的方法 才让自己的积极影响受到了局限 尽管如此 路易斯同时持有对试验的信念 与对医疗干预的怀疑 这点并非出于巧合 奥利福 温德尔 霍姆斯 在回到波士顿时 已经充分吸收了这两种新思想 他在哈佛同时出任解剖学教授和生理学教授 他对此评论道 就是少放张椅子 多放张沙发 同时也在全国知识界名流中 占有一席之地 是一位波士顿婆罗门 Boston Browman 也是亨利 华斯华斯 朗费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威廉 卡伦 布莱恩特 William Cullen Bryant 约翰 格林利夫 惠蒂尔 John Greenleaf 威廷 和詹姆斯 拉塞尔 洛沃尔 James Russell 等人的朋友 在他们的陪伴下 河姆斯继续写作 并时常在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 和早餐桌上的独裁者 The Autocrat at the Breakfast Table 等书刊上 发表诗歌和散文 1843年2月 河姆斯协助提出了产入热 实际是由医护人员 传染给产妇的观点 产入热 是当时产妇死亡的首要原因 这种伤口感染 是在产妇生完孩子后 细菌侵入子宫的 破损粘膜所致 霍姆斯并不是第一个 留意到这种病 主要是由医生传播的人 但他首先公开发表了 这一见解 如果医生 不是如此深信自己的人善 他们本可以 更早得出这个结论 医生都是绅士 绅士的手是洁净的 当时一位杰出的产科医生 查尔斯 梅格斯 Charles Meeks 说道 他对霍姆斯的理论 感到惊骇万分 因此也就没把他当真 梅格斯并不愚蠢 也无恶意 他只是太过依赖自己的信念 认为 受过良好教育 且仁慈为怀的医生 一定会以他们的美德 带给病人健康 霍姆斯的想法 却有所不同 他写道 在我家里 我宁可让我最尊敬的 那些女子毫无帮助的 在马厩里 食草边生产 也不要住在 最华美的房间里 接受最精心的照顾 却被笼罩在这种无情疾病的 阴影之下 他曾受过关于风险的教育 因此 医生 有时也会带来伤害的想法 对他来说 十分合理 1860年5月 霍姆斯在马萨诸塞州医学会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 发表演讲 他对听众所从事工作的价值 给出了直率的论断 我坚决相信 如果把现在使用的所有药物 Materia Medica 都沉到海底去 对全人类肯定是件好事 但鱼类就要遭殃了 Materia Medica 指的是人类拥有的所有药物 在霍姆斯看来 医生最好不要插手 他们的工作 就是在精神上支持病人 鼓励病人 养成合理健康的习惯 并承认人类文明 至今取得的所有药方和疗法 归结起来都是毒药 他还讲了他认为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 他对思维谬物的描述 和培根所说类似 并在此处直接引用了培根的表述 除了关于人类健康的思维谬物外 霍姆斯还提及了用药文化 有些人大买各种骗人的药物 为那些制造他们的百万富翁 建起了豪宅美屋 他们是谁呢 这些人有数以百万计的顾客 病人就应该服用苦药 这一观点深入人心 他说道 什么样的社会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医生 如果人们非得要求医务人员 一有机会就开药给他们 那他们就活该得到这种结果 比起那些较为低调 没那么成功的国家 美国的国民 甚至更加轻信这些 霍姆斯说 美国人喜欢在药品上过度消费 他们信任药物 就像信任其他东西一样 一个每四年就进行一次革新 指一次政府选举的人 一个发明了暴衣猎刀和左轮手枪的人 一个在独立日演说中 金金有味地咀嚼着 所有夸张言辞的人 一个坚持要扬帆出海 策马奔驰 上阵杀敌 并将其他生灵赶尽杀绝的人 这样的人怎么会满足于任何不够英勇壮烈的行为 星条旗在九十格令一季的奎宁上方挥舞 美国雄鹰看到病人 一口服下三德拉克马的干拱时 开心地大叫 这些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医生们一方面渴望成功 另一方面也希望提供帮助 因而对此推波助澜 喜欢尽可能多地诉诸我们的医术 霍姆斯感到医学其实功不抵过 而这么想的不止他一个 德国医生塞缪尔 哈内曼 Samuel Hahnemann 比霍姆斯年长五十岁 他描述了自己在发现 十八世纪末可用的治疗手段 都具有危害时的感受 我的责任感 不允许我使用这些功效不明的药物 来治疗我可怜的弟兄们 原因不明的病症 想到这么做 可能谋杀或伤害我其爱的同类 我就不寒而栗 在这种恐惧和困扰下 我在结婚的第一年完全放弃了工作 把时间全部花在化学和写作上 哈内曼拼命想要摆脱这种 充满恐惧和困扰的处境 于是开始寻求确定性 在一次没有设定假数的实验中 哈内曼服用了过量的金基纳树皮 让自己大病一场 症状看起来和瘧疾十分相似 他因此得出结论 一种药物若能在健康人身上 引起一系列症状 就可以治好具有类似症状的病人 结合水队曾在其中浸泡过的物质 具有记忆的幻想 哈内曼发明了顺势疗法 Homeopathy 奥利福、温德尔、霍姆斯 投入了相当精力和笔墨来批评顺势疗法 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激怒了他 霍姆斯说 要面对围绕人类的不确定性 谜团和怀疑 用妄想代替错误 并不是勇者所为 在临近生命尽头时 奥利福、温德尔、霍姆斯 收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提问者是加拿大医生威廉 奥斯勒 他主要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 成为19世纪最受欢迎的医生 奥斯勒想知道 是哪个让霍姆斯更满足 医学还是师哥 换句话说 他为了从事医疗行业 而放弃自己成为诗人的野心 是否是个正确的选择 霍姆斯保持了清教徒的风范 回答说毫无疑问 他的医学更重要 他也曾试图拯救生命 不过只是通过警示其他医生 他们正在对病人造成伤害 然而 他又立刻回忆起写诗的时候 我心中充满了更美好的感觉 是我从未获得过的 最大的内心喜悦 和最透彻的洞察力 我指的是 对自己思想的清晰图景 以及所有在一瞬间 变得精妙悦耳的表述 有益于你的同胞 这是作为19世纪 波士顿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明知 应摆在首位的 尽管如此 霍姆斯的心依然不属于此处 奥斯勒的最大成就 就是鞭策医生们 意识到自身的不足 他所写的教科书 《医学原理》与应用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在20世纪初期前后非常畅销 书中指出 虽然对疾病的理解 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 但医学干预的能力还很欠缺 那时的世界已更能听得进这样的内容 因此奥斯勒的观点受到了欢迎 被视为振奋人心 充满希望 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的部分原因 就是响应奥斯勒书中所强调的机会 而他随后也资助了大量 具有临床价值的医学研究 霍姆斯与路易斯的进步 和他们成功普及的思维方法 并没有立即带来新的治疗方式 但他们为医生理解手中药物的局限性和改进的必要性 铺平了道路 而接下来的创新 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 染料 伊格林约等于0.065克 编者注 德拉克玛是古希腊和现代希腊的货币单位 编者注 我故意用了幻想这个词 来强调 哈内曼所发明的并不是一种理论 因为他没想要对它进行检验 也无法设想如何证伪 第八章 染料 着色剂与抗生素 现代药品的起源 与我们对色彩鲜艳的布料和织物的喜好 与生产它们的染料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而染料又是源于一项新发明 煤气灯的意外副产品 18世纪90年代 发明加威廉 莫多克 William Murdoch 正在协助将康沃尔郡的锡矿产业化 他发现 如果将煤放在密闭空间里加热 就会产生一种燃烧起来非常明亮的气体 到了1794年 他位于雷德鲁斯的房子 就已经在用这种煤气灯来照明了 到1807年 伦敦的贝尔梅尔街 Paul Mall 也用上了煤气灯 威斯敏斯特大桥 Westminster Bridge 在1813年紧随其后 巴尔迪摩在1816年 而巴黎则是在1820年 在此后的数年间 莫多克的煤气灯 开始在全世界最发达的城市散发出光芒 副产煤矿的英国 发现这个奇妙的过程会产生一类废物 一种粘稠 难闻的废渣 被称为煤胶油 英国并非唯一发现这种物质的国家 1834年 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奇 龙格 Frederich Range 正在对本进行研究 本是煤胶油的组成成分之一 当时没人需要 因此很快就堆积如山 龙格用漂白粉处理本 获得了一种非常蓝的物质 他因此将其命名为塞脑 其他化学家也有类似发现 不过都取了不同的名字 1855年 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 威廉冯 霍夫曼 August Wilhelm Bonhoffman 研究了所有这些化合物 发现它们就是同一种物质 他称其为本案 它们的色彩 原本可能会给它一起饰 也应给弗里德里奇 龙格一起饰 但霍夫曼只是赞叹 他从煤胶油中获得的本案的颜色 随后便转而研究起 这种美丽之外的更重要的性质 霍夫曼于1845年 因奥尔伯特亲王 Prince Albert的邀请来到英国 成为新成立的伦敦皇家化学学院 Royal College of Chemistry 首任院长 他的化学初恋就是本案 他的性质令他着迷 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互相关联的化合物 具有一些共同的属性 这就引发了一种迷人的猜测 即它们的分子结构 如果能被找出来 可能存在相似性 从而反映在它们的外观及化学性质上 霍夫曼的一个英国学生 从煤胶油中分离出了本 在包含本案在内的分子家族中 它居于核心位置 霍夫曼将这一族分子称为芳香族 因为它们具有香甜的气味 当时确定分子结构的技术还很初级 但化学家很擅长找出分子的组成元素 比如本的化学室是C6H6 不过这些碳原子和氢原子 是如何嵌在一起就不得而知了 霍夫曼和许多前辈一样 想要合成奎宁 他在1849年递给皇家化学学院的 一篇报告中提出 很显然奈岸和奎宁在元素组成上 只差两个水分子 那么只要加入水 或许就能合成奎宁 当然我们不可能简单倒点水 就指望它进入分子室 不过一次愉快的实验就可能做到 四年后 一个名叫威廉·破金·William Perkin的 15岁男孩进入了皇家化学学院 并在霍夫曼座下学习 对于一个为化学的无限可能而着迷的年轻人来说 没有比霍夫曼更好的导师了 霍夫曼不仅聪明过人 对同事和化学物质都满怀热爱 他的爱意与智慧也充满感染力 另一个学生回忆说 谁不愿意为霍夫曼工作 哪怕是奴役呢 和霍夫曼共是有一种无法言喻的魅力 看到他因一个新结果而喜悦不已 或者在一次尝试中 因没能得到理论指向的结果 而流露出令人心碎的绝望 又一个梦碎了 他会伤心地喃喃自语 并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 霍夫曼的自然世界中充满了奇迹 霍金记得他在实验室里快乐地转来转去 欣赏着随处可见的首次制备出来的新化合物 并参与学生们的探索 他取了一点这种物质 放到一个表面面上 并加入科兴简 立刻得到一种美丽的深红色研画物 他以他特有的方式狂喜地抬头看向我们 随即喊道 先生们 新的奇迹发生了 处于一个是人造为贬义的世界中 很难想象这些色彩看上去 有多么新鲜奇妙 或者人造是如何意味着 人类的才华与自然的丰饶之间成果丰硕的结合 化学可能为人类提供力量强大的化合物 但它对化学家的吸引力不仅在智力上 还在美学上 霍金和他的朋友阿瑟 秋奇 Arthur Church都热衷于绘画 色彩吸引着他们 激起他们的好奇心 霍夫曼对色彩感兴趣 是因为他具有化学指示性 但霍金和秋奇却认为色彩本身就很重要 他们在1856年向皇家学院提交了一篇 题为关于一些新染色物质 On Some New Coloring Matters的报告 蒸馏器带给他们橙色 深红色和黄色 闪耀着类似于古罗子 Murexide一般的光泽 古罗子是种有趣的物质 最早来源于古罗鼠Murex的一种锥筒型海螺 这种海螺在被碾碎后能得到少量的珍贵紫色染料 一个古老的神话讲到赫拉克勒斯带着狗在地中海的海岸边散步 那条狗嚼碎海螺 嘴里染上了颜色 古罗马人很珍视它 主要是由于它很欣赏 要染一件宽外套需要一万多只海螺 德国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卡尔·威尔·威尔·希拉 曾描述他在1776年 从人类肾与膀胱结石中的尿酸里人工质得了古罗子 医生威廉·普劳特·William Prout 则对结石引起的医学问题更感兴趣 他发现居然粪便中的尿酸含量更加丰富 爬行动物和鸟类一样 以比哺乳动物更浓缩的形式排除蛋白质代谢废物 通过化学转换 普劳特从中获得了紫尿酸案 因为这个颜色和菲尼基人的海螺颜色如此相似 他将其称作古罗子 通过类比 他认为古罗子也应该能用作染料 但他的想法仅限于此 我很有雄心想要研究这个课题 珀奇说 他指的是霍夫曼用酶胶油残留污奈案 制造出奎宁的梦想 1856年春天和夏天 他把所有空余时间都花在他父亲 位于伦敦东区的房子的顶楼房间里 在安齐刺鼻气味的营绕下 在绘画与摄影作品的围绕中 在被各种实验染得满是污渍的桌子上 珀奇改变了世界 珀奇想要制造 已知是无色的奎宁 却获得了一种红色物质 他想搞清楚哪里出了问题 就以本案为及实物 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 这回他得到了一种漆黑的东西 在清洗了实验所用的烧瓶之后 他留意到酒精清洗处 留下了一种颜色 色调与光泽令人惊艳 破金制造出了本案子 他发现这种颜色可以给丝绸染色 而且这种新型本案子之物 经过水洗日晒都能保持颜色如新 他在八月底注册了一项专利 开始挖掘自己发现的这种染料 在商业上的前置 而他很快成了爆款 维多利亚女王1858年 参加长女的婚礼时 便身着本案子染成的服装 1862年步入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时 又穿了一次 期间 查尔斯·狄更斯在一年四季 All the Year Round中写道 破金的本案子令提儿子 看上去平淡 沉闷 而且吐气 对于这种颜色的狂热 为破金带来了财富 也刺激了合成染料行业的发展 以充分利用煤胶油中蕴藏的七彩颜色 破金又接连研发了不列颠子 破金绿 以及一种商业化生产鲜红色的技术 其他人也纷纷进入这个行业 带着深浅不一的各种黄 紫 蓝 棕 黑 到1863年 甚至出现了一系列不同的紫红色 被冠以其发明者的名字 霍夫曼子 这位化学家最初忽视了染料的商业重要性 现在终于做出了迟到的贡献 这是一个全新的 难以预料的化学世界 如此壮丽强盛 并孕育着人造的力量 人造染料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不仅影响着时尚和经济领域 也刺激了有机化学的发展 过去只属于学术领域的内容 现在却具有了巨大的工业价值 这是人们可以亲眼看见的科学进步 以生动可见的形式提醒着人们创新的力量 以及它所具有的为人类生活增添色彩的希望 对毒性的担忧很早就存在 部分原因是 有些染料在制造过程中 确实会产生危险的皮霜 这种关注几乎立刻就被渲染夸大 人们开始普遍相信所有本爱染料 乃至任何地方的所有化学与工业制品都生来有毒 英国北部的酿酒师发现 用泰晤士和河水酿造的啤酒 会有种病人愉悦的苦味 这是由河水中的一种分子造成的 北方酿造师们开始将这种名为 苦味酸的分子加入酒中 以获得同样的效果 尽管化学家们已经证实 其中所含分子的相似性 直接加到伯顿啤酒 Burton Beer里的苦味酸 与伦敦的泰晤士和水所带入的并无区别 人们仍然在怀疑 分子的力量是否并不在其结构之中 而是源自其产地 比起通过人工滴入烧瓶里的原料 从自然中获取苦味酸的啤酒 是否更加安全 染料行业发展中的多数关键步骤 都是由英国人完成的 法拉第发现了本 曼斯菲尔德 Mansfield指出如何从煤焦油中规模化提取本 霍金和他的同胞制得了许多早期染料 尽管如此 在1861年得知阿尔伯特亲王去世的消息时 霍夫曼发现 英国人并不是真正关心科学 至多是将其当成一种业余爱好 于是他回到了德国 英国化学家则被他留在身后 受惠于祖国对推进新化学制品 商业化进程的无所作为 英国在与德国竞争中的领先优势 开始逐步丧失 19世纪下半夜 德国在工业化学和医药研发上 都取得了领先地位 比斯麦宗很快进入了色彩的万神殿 与不列滇子并驾齐驱 破金在伦敦创建的产业 如今在莱茵河畔发展的更蓬勃 趁手的专利法 大力支持的政府和更深思熟虑的企业家 对此都有助力 同样致命的是 不列颠人虽具有科学思想 却对科学成果的商业化表示轻蔑 在1837年的利物浦大会上 一位德国代表对英国科学促进会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这样说道 英国没有科学的土壤 这个国家对业余爱好者的崇敬 已经到了有害的地步 到处都只有潜尝者指 英国化学家都恥于被冠以这一名号 因为他已经被受人轻视的 要继失债用了 到1879年 德国已经有17家易燃厂 而英国只有6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德国供应着全世界四分之三的燃料 英国尽管是这一产业的发源地 却有80%的燃料需要从德国进口 燃料对于医学研究的直接作用在于 它们具有令健康或疾病过程 显现出来的能力 它们的这一应用已有久远的历史 早在1566年 人们就注意到 羊在食用的芡草 一种古代植物性燃料 后身体都染上了颜色 有只羊的骨头都变成了红色 仅过了一百多年 法国解剖学家雷蒙德 维厄桑斯 雷曼·博森斯 就把藏红花白蓝地 注射到动物的颈动脉中 来观察它们大脑的 哪一部分改变了颜色 与此同时 罗伯特 胡克 Robert Hawke 正在英国用锋利的铅笔刀 把软木切成薄片 然后用一个新工具 显微镜进行观察 列文虎克 雷文·博森 用显微镜展示的微小动物 已向世界发出了重要警告 理解关于生命运行方式的 关键新信息的机会 正摆在眼前 如果它当时激发起了应有的兴趣 那么可能在巴斯德之前几百年 人们就已经接受了微生物理论 在罗伯特 胡克切下软木片几年后 列文虎克也做起了同样的事 列文虎克联系皇家学会时 胡克正是其中一员 也成了他的研究成果的读者 在列文虎克1674年 写给皇家学会的信中 附有他的部分制品 切成薄片的软木 铭毛 接骨木 和一头牛的视觉神经 在1714年的另一封信里 列文虎克告诉皇家学会 他在努力将这些薄片与这色剂结合起来 就像维厄桑斯那样 列文虎克也使用了藏红花 想去比较一头肥牛和一头瘦牛的肌肉 有什么不同 他写道 由于肌肉已被切成尽可能薄的薄片 纤维透明到难以辨识 我就在白蓝地中浸泡了一点藏红花 为了更容易看到肌肉纹理 我只是用酒稍微将其浸湿 于是纤维便被镀上了一层黄色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 都没有多少人读过列文虎克的信 哈佛大学的一位解剖学家 雷德里克 尤一斯Frederick Lewis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读到了这封信 为其中所述的发现感到兴奋不已 并重复了这个实验 他把藏红花放在波士顿的自来水中煮开 并涂在一片牛排薄片上 然后发现肌肉纤维针的闪耀出金黄色 人们在很久以前就会把染料加到植物的水土之中 用岩碎的朱砂把百合变成红色 或用藏红花把玫瑰染黄 但直到18世纪初 李昂的一位名为尼古拉斯 萨拉巴特 尼克勒斯塞拉伯特的耶稣会神父 兼自然哲学家 才试着用这种技术来确认植物是如何工作的 他发现墨西哥商路浆果的颜色 能穿透最细的根须 于是就用它来染色 被观察的植物在清洗之后 染上的颜色也没有褪去 在没有表皮 已供无基岩和水通过的地方 清晰地勾勒出根系的形状 虽然有种种线索 人类仍然迟迟未能领悟 染料对机体某一部分的染色能力 能为我们打开一扇 窥视生命内在运行机制的窗户 出于对芡草的好奇 英国外科医生约翰 贝尔西耶 John Belcher 在1736年的某一天 坐下来烹食一只用芡草喂养的猪 猪的骨头和牙齿是红色的 而猪肉及软骨部分却没被染色 他记录到 颜色和味道都没有什么改变 在此后20年间 人们对植物组织选择性染色的尝试 有成有败 查尔斯·伯内·查尔斯·巴尼特 是一位瑞士律师 对科学很感兴趣 他用芡草、玫瑰和黑墨水 给豌豆和大豆的根须染色 他评价自己的努力为只是随便试试 但认为这种方法是一座宝藏 他将张脑融于白蓝地中 来灌溉一棵活梨树 梨树的叶子带上了张脑的气味 但果实却没有 一个名叫格奥尔格·克里斯蒂安·雷谢尔·Geyorg Christian Reichel 的医学生再读了博内1754年 所写的对植物树叶的研究 Rushish's Sir Elusage Di-Fuelist Dance Less Plants 一文后 用红色着色剂证证明了植物 在其螺旋状导馆中运送的不是空气 而是植物体液 从这以后 人们对此的兴趣逐步提升 英国医生约翰·希尔·张 Hill 在他1770年的著作树木的构造 The Construction of Timber 的论证过程中 用到了胭织重红合纤 通过染色 树木用于运送生存必须的液体的导管 就能被优美地呈现出来 希尔发明了一种机器 用来为染色的木头切片 这笔虎刻的铅笔刀改建了许多 此外 他还发明了硬化和漂白切片的方法 威廉·弗里德·里希 冯·格莱兴 Wilhelm Friedrich von Gleichen 出身卑微 却取得了军工显赫的职业成就 并将后半生 都用在了科学研究上 他受约翰·希尔的著作 《荷列文虎刻的微生物理论触动》 于1777年 证明电缆和胭织重红 能用来阐明微生物的世界 给动物未实现草根 就能令它们的骨头染上颜色 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主意 我把水染成了胭脂红色 并与大麦浸泡液混合起来 浸泡液里成群的微生物 已经生活了几个月 大的形落而坠 小的则为卵圆形 微生物虽然很小 但逢格莱辛认为 它们对染料的吸收能证明 至少在某种意义上 它们会像大型生物一样 进食和饮水 1830年 克里斯汀 哥特弗里德 埃伦伯格 Christian Godfrey Ehrenberg 将这一发现推进了一步 他发现只有特定染料 才适合用在生物体中 他在笔记中写道 这些实验需要使用有机染料 千集其他常用染色物质 对他想研究的动物来说 往往过于致命 植物实验是当时的主流 但随着19世纪逐渐过去 在较大动物身上 使用着色际的兴趣开始增长 1851年 阿芳索 科蒂侯爵 Mark P. Alfonso Corti 用胭脂红色染料 来展示内耳的结构 在显微镜下 我发现所有组织 都被染成了红色 较厚的地方 颜色更深 可以清楚看到 像小圆窗那样的孔洞 我可以肯定 这些孔洞内并不存在组织 而且能明白 无误地画出它们的边界 他所描述的小孔 是神经穿过的地方 这是它们在这色际的作用下 第一次显形 这位侯爵指出 胭脂红色能使细胞核显现出来 这项发现潜力非凡 写在一篇伟大的论文里 发表在德国的重要期刊上 本应获得关注 但事与愿违 在解剖学 生理学和化学 都逐渐被强盛的 德国主导的19世纪中叶 这篇文章并未引起注意 因为它是用法语写的 浏览一下 致力于显微镜观察的学者名单 你就能大致明白 德国取胜的原因 在德国 这些工作是由专职人士完成 并受到研究院和大学的鼎立支持 而英国依靠的则是业余爱好者 奥斯本勋爵 Lord Asborn 1857年向伦敦显微学会展示了对大脉细胞核的染色 但同时指出 它只是业余爱好者 并无意解决化学上的任何问题 同一年 天才的德国医生 解剖学家赫尔曼 维尔克 Herman Welker用着色技显示了青蛙的细胞核 英国及其他地方的主要学者都听说了维尔克的发现 但奥斯本的工作成果没有传到他们耳中 阿道夫 冯 贝耶尔 Adolf von Bayer 从年轻时候就对染料十分着迷 他在柏林大学上学 时常在物理和数学上草率了事 腾出时间埋头于化学 他从1856年开始在海德堡为本生Bonson工作 次年做了心怀本环梦的凯库勒的助手 先是在海德堡工作 随后又去了根特 在霍夫曼的敦促下 柏林大学于1866年聘任 贝耶尔为高级讲师 但没有副工资 而是带至已足够大的实验室 他致力于染料研究 研发出数种在化学上和工业上都十分重要的新品种 他相信对于一个只掌握理论而没有证据的人来说 谦逊是必不可少的 哪怕是1905年诺贝尔奖这样的成功 都没有消解他的信念 反而令其更加坚定 他认为 那些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成见 而设计实验的人都处于危险的境地 要么设计出糟糕的实验 要么错误的解读实验结果 甚至不可救药的认定自己的理论 优秀到不需要任何检验 冯贝耶尔说 我从不用实验来验证自己是否正确 而是看事实如何呈现 亚甲基兰是一种本爱燃料 在粉末状时呈现深末绿色 溶解在液体中时则向邓静而充满希望的天空 他是1876年由海因里希 卡罗 海瑞克·卡罗 参与研发了比斯麦宗和贝耶尔合作发现的 卡罗是巴登本案苏打厂 Badish Enovin 与Soda Fabric 巴斯夫 BASF的实验室主管 巴斯夫在1865年 应德国化学工业的重大机遇而成立 他的亚甲基兰专利 是德国第一个煤胶油燃料专利 通过罗伯特 科赫 Robert Cook 和保罗 埃尔利西 Paul Ehrlich的工作 亚甲基兰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中 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世纪60年代 巴斯德在法国展示了奇迹 说服世界接受了微生物理论的真理 一旦理解了感染这一概念 看不见的微小生物可以侵入人体 让健康的人患上疾病 许多原本难以理解的疾病 一下子变得清楚了 这就像突然出现的一把钥匙 打开了通往理解 预防 并可能治疗许多疾病的 此前未曾想过的道路的大门 尽管新技术始于巴斯德 但他真正的闪耀之处 还是在德国 罗伯特 科赫1877年 发现了引起碳居热的病菌 1882年 发现了肺结核病菌 1883年 发现了霍乱病菌 他甚至为其他微生物猎手们 制定了操作程序 即科赫法则 Cox postulates 他是将疾病和导致 他们的微生物可靠的 联系在一起的思维工具 在支持严谨科学的风气下 德国继续向前迈进 保罗 埃尔利西是受到 科赫支持与启迪的其中一人 他于1854年 出生在上西里西亚的 斯特勒伦 斯特勒伦 普鲁士的一部分 金属波兰 在童年时期便酷爱当时新出现的显微学 他上学时就在导固显微镜 并从表兄卡尔 魏格特 卡尔·威格特 那里了解到了组织染色 随之便进入后者的布雷斯劳实验室 Brasla Laboratory工作 魏格特向他展示 本爱染料是如何给细胞和组织着色的 并显现出它们的结构和关系 埃尔利西被迷住了 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 我对染料的热爱与理解被突然唤醒 并伴随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他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课题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 他的手指上总是色彩斑驳 在此后的五年中 他用染料来研究血细胞 然后是细菌 在给动物尸体注射染料 并遭遇挫折之后 埃尔利西提出了活体染色法 证明了亚甲基兰和其他一些染料 可以被注射到活动物体内 和通过计时摄入一样 这种方法的成果 让埃尔利西备受鼓舞 大自然不仅展示了自己的秘密 而且是以最绚烂多彩的方式 如果把少量亚甲基兰注射到青蛙体内 然后窃下一小片青蛙舌头进行观察 就能看到最细的神经末梢 都被染上了美丽的色彩 一种华丽的深蓝色 在无色的背景下分外明晰 柯赫演示了用亚甲基兰为结合杆菌染色的方法 在正确染料的作用下 引起肺结核这种古老而可怕的 疾病的罪魁祸首被发现了 而且是以美丽的粉色与蓝色色调 呈现于世人眼前 当柯赫在会议中公布这一发现时 埃尔利西也在现场 他做得离柯赫很近 并注意到多年的工作 在柯赫双手上留下的印记 这双手皮肤暗沉发皱 因为工作所必须的染料和消毒水 而受到损伤 埃尔利西满怀惊叹地听着柯赫的发言 他后来说 我将那天晚上视为我科学生涯中 最重要的经历 这件事发生在1882年 当时埃尔利西在柏林的查瑞特医院 Charite Hospital很不受欢迎 无论是他的想法还是犹太教习惯 都与那里格格不入 而且他还患上了疾病 尽管如此 他仍然改良了柯赫的技术 并在1887年 用这一最新技术证明了 自己咳出的痰中带有结合感菌 这种病菌虽然已被发现 但还没有相应的治疗措施 于是埃尔利西前往埃及 希望那里的气候 能对他的肺部恢复有所帮助 两年后 他感到稍有好转 便回到柯赫新设立的传染病研究所 Institute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担任助理工作 进入柯赫的实验室 埃尔利西就处在了世界医学研究的中心 这在当时仍是个较小的领域 奥古斯特 冯 瓦塞尔曼 August Von Wasserman 对美毒的研究颇有成就 他还记得当时的材质慧萃 是多么激动人性 如果对这些伟人存在恰当的类比 我不得不说 保罗 埃尔利西就是美酒中的香槟 如果说 柯赫是位认真严谨的科研工作者 对每个词都自真俱拙 鄙视一切理论 只观察真实发生的结果 并以精心组织的简练语言表达出来 那么埃尔利西简直就是 在不断冒出聪明卓爵的主意和观点 埃尔利西的实验室是一道奇特的风景 排满了装油本案染料的调色盘 瓦斯尔曼说道 来访者面对的是一首五彩缤纷的交响乐 毫不夸张地说 周围排列着成千上万个玻璃瓶 每个瓶中都装满了鲜艳的本案颜料 埃尔利西与煤胶油行业保持着高度活跃的意见交流 每当行业开发出一种新燃料 就会给他寄一份样本 他与德国燃料行业中富有创造力的天才 和名流的终身友谊 以及对他们的深深崇敬 也都是从这时开始的 有一段时间 埃尔利西将他挚爱的染料抛在脑后 专注于研究动物如何击退感染 血清是承载血细胞运行的液体 本身是澄清的 因为含有血细胞才变为红色 埃尔利西将动物暴露在感染源中 再给他们放血 并发现他们的血清产生了治疗能力 那么其中一定含有某种免疫成分 血清疗法让埃尔利西又开始琢磨起自己的着色剂来 很显然 血清中有某种抗毒物质 尤其能抵抗破伤风 白喉等感染 埃尔利西推断 这些抗体的作用机制 一定像某种魔法子弹 能够找到特定的目标 并且只将其摧毁 尽管只是大量描述 但埃尔利西首次提出了活细胞产生抗体的方式 1901年 有一封信指出埃尔利西应当获得首个诺贝尔医学奖 信中写道 他的解释与至今所有关于抗体来源的想法和文章都有很大差异 而且更有创新性 不过这只是埃尔利西大量深度原创性工作的其中一项 这些工作还包括他早期在血液学上的工作 对肥大细胞的发现 用亚甲基兰对活神经细胞进行组织化学染色以及活体染色法 但有另一位化学家阻止了第一届诺贝尔医学奖的发放 他错误地反对埃尔利西的部分观点 而且不喜欢他所造成的明显的犹太氛围 当埃尔利西把亚甲基兰注射到活老鼠身上时 他发现染料主要是被神经细胞吸收 染料对身体这部分组织具有选择性 这让埃尔利西想起抗体挑选目标的方式 因此他开始寻找以同样方式工作的化学物质 即能模仿机体自身打败感染的能力 将自己与感染性微生物绑定并杀死他们 你很容易将埃尔利西想象为一个沉迷于微生物和化学制品的人 就像在面对新一辈的成功医生时 你也很容易以为他们不如效率较低的老辈医生那样 关心病患 但这两种印象都不尽然 埃尔利西既不冷漠 也没有沉迷于某种处于想象的全能力量 他知道自己的肺结核随时可能复发 而且倒是没人帮得上忙 而且他也有临床工作 就和在实验室里一样 无论是谁 只要在医院一字排开的病房中 见到病床边的保罗 埃尔利西就一定会感到这位杰出的医生 正是人道主义的化身 他在照顾生病的孩子时 温柔细致 他和他们开玩笑 试图用爱浮缓解他们的不是 这些都令我动容 与此同时 我还留意到他的不安 他正处于一台毫无感情的机器症中 齿轮以他的名义 在他的权威下不断转动 本爱染料让埃尔利西比紫贤的任何人 都更了解血液的构成 在他用这些酶胶油衍生物对血液染色时 一系列此前不为人知的细胞类型 一一显现出来 正是这项工作让他发现了肥大细胞 这也是他的仰慕者推荐他获奖的理由之一 肥大细胞是大量存在于 每个人血液中的白色细胞 如果没有染料 没人会发现 他们和周围其他白色细胞有什么不同 在1891年的圣彼得堡 尤里·罗曼诺夫斯基·约瑞·罗曼诺斯基 从罹患瘧疾的病人身上抽血并进行染色 在接受奎宁治疗的病人身上 虐原虫明显遭到了破坏 这就第一次明确 指明了这种药物的作用激励 即攻击入侵者 而不是加强被感染者的防御能力 同年 埃尔利西在柏林给两个虐剂病人 服用了装有亚甲基兰的胶囊 他知道这种染料能给虐原虫染色 两个病人都痊愈了 由于埃尔利西无法故意让动物患上瘧疾 而且他正在忙与白猴相关的项目 便没有再跟进这一发现 1896年 埃尔利西在柏林独立开设了血清研究与检验所 三年后 即1899年 他搬到了法兰克福 并更名为普鲁士皇家实验疗法研究所 埃尔利西与染料公司的合作还在继续 他们将自己生产的新染料样本寄给他 而他则尝试赋予他们一新的用途 Signal来自单词Sign 意为蓝绿色 一褶住 这一问题的著名解法是凯库勒 可可梦见一条蛇吞下了自己的尾巴 醒来时就意识到本是个环形 第九章 医学传教士 德国一直是微生物猎手的大本营 但其他国家也仍然保有一席之地 比如英国因为拥有庞大的海外帝国 所以对热带疾病格外感兴趣 对于戴维 利文斯通 David Livingstone这样的人来说 熟知疾病既是生存所必须 也是出于帮助他人的愿望 利文斯通一边进行医学研究 一边开展各类探险活动 他1813年出生于苏格兰 加中共有七个孩子 与父母一起挤在他父亲所在工厂的一间出租屋里 利文斯通从十岁开始就与父亲一起去常理工作 不过他还是继续着自己的学业 一面上夜校 一面自学或向父亲学习 23岁时 利文斯通已经存够了上医学院的钱 同时也在受训成为一名传教士 他感到宗教与科学互为补充 两者都一样属于上帝的工作 1840年 27岁的利文斯通在这两个领域都合格了 利文斯通当牧师并不在行 却成了优秀的传教士 这部分源于他的谦逊 因为他不会不管人们感不感兴趣 一味向他们宣扬福音 而是从观察与探索开始 维多利亚瀑布旁树立着他的一尊雕像 上面刻着一句名文基督教商业与文明 这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 甚至有点傻气 但对于利文斯通来说 这些文字鲜活而真实 意味着建设社群 开展交流 从而实现救赎 医学对这项事业至关重要 它一方面能提供援助 赢得有益 另一方面也是自身生存之必须 当时欧洲对非洲的探索 除了受限于外交困难之外 疾病肆虐也是一个问题 下文是利文斯通关于如何在瘧疾下生存的指导 摘自他1865年所写的赞比锡核考察记 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to the Zambes 有一个药方 是将6到8格令药喇叭树枝 同样重量的大黄 肝拱和奎宁各三格令制成四粒药片 与小豆扣顶一起服用 能在5到6个小时内缓解所有症状 在用药期间或用药后 每隔2到3小时就要大剂量试用奎宁 直至出现耳聋或筋基纳中毒现象 至此治疗便完成了 只有在发生无法控制的呕吐时 我们才会完全无能为力 利文斯通使用的奎宁剂量很大 这本来足以让他比同侪更成功 但他和他的妻子女儿都死于瘧疾 他1865年记录的这张药方里 还有这么多种原料 这就提醒我们 当时的化学家还没有改革治疗方法 其中唯一有效的成分是奎宁 而其他原料都是用来造成腹泻的 有害无益 在这之前 利文斯通曾于1858年3月22日 给英国医学杂志 British Medical Journal写了封信 这封信也在5月1日正式刊出 当时他正在珍珠号轮船上 驶离塞内加尔海岸 并在信中向杂志记者道歉 因为他太过繁忙 以至于未能更早告诉他们 我想到用披霜来治疗一种 被彩彩银叮咬后导致的疾病 他指的是一种叫做 纳加纳Nagana的疾病 看起来和疟疾很相似 但没法被奎宁治愈 利文斯通描述了一次机会性的动物实验 对象是一匹被彩彩银 反复叮咬 患病后被丢在一旁等死的母马 利文斯通写道 我把两格令皮霜混在一点大麦里 每天为他吃下 坚持了一个星期 他的皮毛变得油光水滑 我想我已经治好了这个可怜的家伙 虽然一开始有些好转的迹象 但这匹马还是没能痊愈 在几个月后便死去了 我又试了一次皮霜 但这匹母马已经骨瘦如柴 对大麦连碰都不碰一下 当我想要哄他吃下时 他拿温和的眼睛哀求一样的看着我 意思明显是说 我亲爱的朋友 我宁可死于疾病 也不想死在医生手里 于是我没有再强迫他 这匹马死去时已经病了六个月 这让利文斯通相信 皮霜确实延长了他的生命 他由此提出了皮霜疗法 这倒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早在1786年 英国就已使用 不过人们不是用它治疗特定的疾病 而是作为全效的保健品 使用皮霜的人会因慢性中毒而死 但他们却误以为它能帮助治疗发烧 瘧疾 头疼 以及一系列其他病症 这些所谓的疗效都是无稽之谈 皮霜会破坏面部的毛细血管 这让人们的面颊呈现出一种健康的光泽 利文斯通对皮霜疗效的观察 实际上也落入了类似的医学直觉陷阱 他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事实 不如说是种乐观精神 这匹母马拒绝之下含药大脉 或许是明智之举 比其死于皮霜 死于疾病要舒适得多 皮霜确实能杀死 引起这种疾病的寄生虫 但也会将得病的马 或者人一并杀死 代为布鲁斯 David Bruce 这九世纪九十年代 出生在澳大利亚 并在苏格兰长大 他原本想要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 但十几岁时一场严重的肺炎 让他转而从事医学 他娶了一位同事的女儿 一个与他在科学上志趣相投的女人 随后参加了军医部队 一次 这对夫妇被派出到马尔他 从而有机会追随两人 共同的偶像 科赫 当地有一种能感染牛羊和人的 少见疾病 叫做马尔他热 他们试图找出这种疾病的病原体 并在一本爱染料龙胆子队 被感染的血液染色后 最终找到了他 在科赫的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后 这对夫妇被派出到非洲 他们前往当时的祖鲁兰 祖鲁兰 去调查当地的那家那病疫情 在那里 那家那病毁灭了祖鲁人 那已生存的畜群 也感染了其他动物 戴维 布鲁斯这样描述道 这匹马直瞪双眼 眼睛和鼻孔都冒出水气 在这期间 他变得越来越憔悴 看上去麻木呆滞 低垂着脑袋 他的皮毛变得粗糙 并有多处稀疏 到了重病期 这匹马变 完全是一副可怜的模样 他简直像是用稻草杂成 覆盖着一层粗糙的 稀稀落落的毛发 最后 他倒在地上 精疲力竭地死去了 布鲁斯夫妇 使用他们花了很长时间 学到的染色技术 在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中 发现了一种 像蠕虫一样的寄生虫 他们证明 这就是疾病的罪魁祸首 通过采采营的叮咬传播 为向他们表示敬意 这种寄生虫 被命名为布式追虫 Tropenosoma brosii 睡眠病 或称非洲昏睡症 从14世纪起 就已为欧洲人所知 19世纪下半夜 这种疾病开始蔓延 据1876年 一位法国医生报告 睡眠病当时在塞内加尔 涂灭了多个村庄 而到了20年后 维多利亚湖畔 也因他而荒芜人烟 据估计 当时约有75万人 因此病死 布鲁斯夫妇 和来自意大利的 康特 奥尔多 卡斯泰拉尼 康特奥多 卡斯特拉尼 一起 从被感染者的血液中 找到了一种 类似的寄生虫 睡眠病 和那加纳病 是同一种疾病的变种 都是由长不过 一英寸的 彩彩营丁药传播 皮霜虽然对人体有毒 但布鲁斯夫妇证明 他也能杀死追虫 到1901年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 研究员 已经能够用追虫 故意感染实验小鼠 这至少为更方便的检验 可能有效的疗法 打开了道路 埃尔利西已经证明 染料可以有选择的 对某些细菌染色 他由此推断 在细菌表面 存在与人体细胞 不同的接收器 而如果能让毒素 只通过这些地方进入 他们就能在不伤害 携带者的情况下 杀死细菌 在寻找此类 功德无量的药物时 着色剂能提供一条 具有思想与视觉 双重愉悦的道路 所以在一开始 埃尔利西回忆到 化学疗法 其实就是光谱疗法 埃尔利西创造了 化学疗法一词 只用化学制品 来治疗病人 他比任何人 都更有资格 创设这样一个词 理论上 药物可以将细菌 作为攻击目标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从理论的突破 再进一步 找到应用实力 有些这色剂 在注射到体内后 会导致动物死亡 有些则指精准的 给感染性的 有机体染色 但完全无害 如果能将毒性 与选择性 绑定在一起 世界将会大不相同 联合化学工厂 Varrenic T Chemist Weirkan 是一家德国化工企业 在20世纪初期 开始销售一种 基于披霜的 睡眠病药物 这种药物最早 合成于1863年 但一直没获得 什么反响 联合化学工厂认为 这种药物很有前置 于是在毫无证据的 情况下 就声称 它与已有的药物 一样有效 而且毒性要低得多 他们称其为 阿托希尔 Letoxyl 也是想充分 表达这个意思 这家化工企业 与埃尔利西之间 一直有联系 可能正是他们 给它寄了一份样品 埃尔利西在 追虫身上 试验了一下 发现这种药物 毫无用处 就将它抛到一边 去研究别的东西了 1905年 埃尔利西 不到一篇英国论文 其中指出 阿托希尔 对睡眠病 却有疗效 埃尔利西 检查了自己的工作 但并没有发现问题 它的错误 在于直接将药物作用 在已被分离出来的 追虫身上 在这种条件下 药物体现不出效果 但如果把药物 用在被感染的动物身上 情况就不同了 巴斯德研究所 让小鼠染上 睡眠病的技术 让他发现了一种 奇怪的情形 如果单独 对追虫 使用这种深制剂 仍然不会有什么效果 但如果将它 喂给活动物 药物便明显生效 他认识到 受减物质的 生物活性 只能在生物体内平定 而不能在试管之中 实验需要的工具 不是玻璃器皿 而是生命 不过 这种药物 仍然缺乏足够的选择性 因此还不够安全 它会破坏感染性 微生物 但也会引起 耳聋和其他问题 这个代价过于昂贵 令人难以接受 阿托希尔的命名 并不妥当 联合公司 对其安全性的宣称 也大错特错 埃尔利西证明 这些人搞错了 这种分子的结构特性 在得到更精确的模型后 他开始思考 是否有可能 改进阿托希尔的结构 及相应疗效 是否能以某种方法 提升这种分子的选择性 既保持对于睡眠病的治疗效果 又能对患病者更加安全 如果可能 我们必须精确打击 这种寄生虫 埃尔利西说 要这么做 就得学会 用化学物质进行瞄准 埃尔利西想要让药物 具有更高治疗指数 Therapeutic Index 即对寄生虫 尽可能有杀伤力 而对宿主 则要尽可能安全 附近的卡塞拉染料工厂 卡塞拉戴Works为埃尔利西提供了研究资金 作为回报 它同意授予它们专利权 埃尔利西让小鼠染上睡眠病 随后试验了上百种不同的染料 碳达中染料 能杀灭引起疾病的追虫 唯一一种见效的染料 被称为耐加内红 Nicana Red 它能扫清小鼠血液中的追虫 但这个效果维持的时间不长 原先会在三四天后死去的小鼠 现在也不过能活五六天 埃尔利西让它在卡塞拉染料工厂 不久便成为赫西斯特公司 Hooks的一部分 等联络人对这种染料进行调整 指出这样可以使其更好的被动物吸收 从而提升疗效 结果正如它所料 所获得的新染料追虫红 Trypan Red 确实效力更强 在研究热情与孤注一致的心态驱动下 它开始被应用于人体 但它的选择性还是不够强 在有效杀死追虫的同时 也会杀死病人 1905年 当埃尔利西继续致力于研发睡眠病药物时 人们找到了梅毒的病因 梅毒螺旋体 Trypanema pallidum 是这种新染色技术的最新发现 它对颜色的吸收很差 即使是在最鲜艳的着色剂的作用下 也仍保持着苍白的模样 除了这点 它与追虫在许多地方都有相似之处 埃尔利西把所有用过的化合物都拿了出来 逐一试验对梅毒的效果 睡眠病是很重要 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还不算什么大问题 但梅毒就不一样了 起初这一工作进展缓慢 因为梅毒的唯一动物模型室内人员 而要在这种动物身上进行操作 十分费时费力 但在1909年 生物学家秦佐巴郎 Sychikro-Hartan 从东京来到埃尔利西处工作 它找到一种方法 让兔子感染上梅毒 从而加快了工作进程 也提高了操作可行性 在用埃尔利西的D606号药物进行测试时 秦佐巴郎发现这种药物 虽然在两年前对睡眠病无效 现在却对梅毒起了作用 埃尔利西坚持对D606号药物 或称萨尔佛散 Selbersan 进行广泛的动物实验 来确保它的毒性足够小 对病人能力大于弊 它想要的是魔法子弹 所以要确定自己造出的 不会是牵散弹 不会破坏所及之处的所有东西 当它最终确信之后 便从1910年开始四处发放样品 以交换每名受治疗者的 全部病案信息 梅毒通过性传播 是种难以被治愈的慢性病 最终还会致命 在100年前 它的地位大致相当于 抗反转路病毒药物 研发出来之前的艾滋病 而如今艾滋病 已经在药物的作用下 得到了控制 梅毒病人在大脑和脊髓 受到感染后 就会产生一种 名为麻痹性痴呆的症状 萨尔佛散对这一阶段的 病人的疗效不容置疑 宛如奇迹 几年后 另一种类似的化合物 被研发出来 专门用于治疗追虫病 疗效同样显著 埃尔利西证明 药物的效果 是由其分子结构决定的 它还提出了 细胞表面受体的概念 即化合物 用于选择特定目标的途径 然而 科学无法不经由实验 就准确预测 一种药物的效果 萨尔佛散 就是一粒名症 而在检验阿托希尔时 连培阳敏 都不能满足需求 这项突破 需要用到的是兔子 许多兔子 一段时间过后 犹太复国主义者 化学家哈伊姆 魏茨曼 哈恩·拜斯曼 和埃尔利西 见了一面 想就在耶路撒冷 设立西伯来大学一事 获得他的支持 埃尔利西 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他的身形矮小粗壮 却有着如被精雕细琢过 一般的美丽头脑 眼睛里 又露出我所见过的 最有洞察力的目光 但又充满着 人性的善良 埃尔利西知道 我是个化学家 却不知道 我来找他的目的 所以他一下子就把话题 带到了他的研究上 他向我介绍 他的几位助手 后来都成名了 特别是他的兔子和豚鼠 由于这些动物的毛色和特性 他们本身就很有价值 除此之外 他们更是一把把钥匙 能打开认知世界的大门 发现让世界更加美好的方法 埃尔利西热爱他们 本爱染料产业 不仅在德国和英国蓬勃发展 也蔓延到了新大陆 纽约周边的港湾和码头 原本因盛产牡蛎 野生动物 极其优美的风光而闻名 后来却受到严重污染 寸草不生 19世纪80年代 布鲁克林的居民 由于到染料行业繁荣发展 对从海湾向内延伸的 郭瓦纳斯运河 造成了很大影响 他们抱怨气味难闻 但更被这些色彩震撼 因为染料厂家的缘故 运河每天都呈现出不同色彩 并因此获得了一个昵称 薰衣草壶 关于这一产业对健康的影响 有不少奇怪的迷信 而且不光是那些 喜欢放大恐惧的人 爱这么想 有的人无端认为 所有来自染料产业的东西 都不健康 也有人没来由地相信另一面 布鲁克林人带着他们 患哮喘病的孩子 来到薰衣草壶 让他们站在运河桥上 相信蒸腾的水汽 具有治疗疾病的能力 这两类人有的只看到坏处 有的只看到好处 他们的共同误区 在于将全部结果 都归一于一个本身具有两面性 临床表现 也千差万别的事物上 弗里茨 哈勃 弗里茨 曾和本生一起在海德堡工作 和霍夫曼一起在柏林工作 和卡尔 博师 卡尔·巴什 两位德国化学家 在19世纪末20世纪 出花了多年时间研发 合成胺的技术 这意味着人们能够工业化制造肥料 让土地更加高产 从而使人们不再饥饿 但哈勃 博师法的首次使用 并不是为了防止饥荒 反而助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土路 早在1914年 德国就已经耗尽了 作为炸药的核心成分的胺 但哈勃帮助战争又延续了四年 在此期间还研发了化学武器 并在西部前线亲自监督氯器的使用 他的妻子因为抗拒这种暴行 朝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 有机化学就像医学一样 既能提供良药 又能带来伤害 如何区分与选择 才是难点所在 1931年 这对夫妇在十几天里先后去世 戴维在临终时说道 如果在我死后 还有人关注到我的科学研究 我想让人知道 玛丽的功劳 完全不逊色于我 Atoxyl可以分拆为A-Arsenic Toxic Toxic L-Less 即比皮疮毒性小 易褶住 第三部分 抗生素时代 第十章 阿斯匹林与药物研发 斯通牧师在18世纪发现了柳树皮的作用 让它很快风靡一时 它比奎宁便宜得多 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1826年 法国人亨利·勒鲁 Henry Lanru尝试分离柳树皮中的 疑似活性成分 并首次取得了一定成功 两年后 约翰·比锡纳 尤亨·伯克纳 在慕尼黑成功将其提醇 并将浓缩后的药物 命名为水羊肝 其他人也纷纷找到了类似的方法 人们发现 水羊肝会在人体中转化 成为水羊酸 不过意大利化学家 拉斐尔·皮里亚·莱发埃勒皮里亚 在1838年证明 柳树皮也能直接产生水羊酸 但无论是水羊肝还是水羊酸 都具有糟糕的副作用 它们会破坏人体肠道 导致出血 腹泻和死亡 1853年 法国药纪什夏尔 热拉尔·Charles Gerhardt 找到了一种 降低水羊酸腐蚀性的方法 但他的兴趣 主要在化学而非商业 因此在庆祝成功之后 他便将这种方法丢到了一边 还有几位德国化学家 重复并改进了热拉尔的工作 但也都没能看到他的临床潜力 欧洲人口在19世纪有所增长 这说明瘧剂已经没那么流行 沼泽与湿地被抽干 以供耕种减少了瘧剂发病量 这固然很好 但也让人们对奎宁和柳树皮的混淆 进一步加深 瘧剂病例减少 意味着对这种疾病的研究也在减少 这让人们迟迟不能区分退烧 和治愈疾病之间的差别 医生认为风湿性关节炎就像劣迹一样 对水羊肝和水羊酸的反应都格外显著 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是关节疼痛肿胀 往往还伴有发烧 苏格兰医生托马斯 麦克拉根 Thomas McLagan 1876年给柳叶刀Lancet写了一封信 叙述了他用水羊肝治疗 风湿性关节炎的实验 是他还是另一群德国医生首先发现了这一疗法 后来人们还有争议 但更重要的是麦克拉根所使用的一些表述 他首先对这种疗法的副作用至少感到满意 在用药后 我连一丁点麻烦都没发现 但却令人鼓舞的保留了一定的怀疑 如果有人使用了这种治疗措施 并且不介意发表他们的观察结果 他写道 请不吝将你们的实验结果告诉我 无论是好是坏 我将不胜感激 这句话里暗含的意思是 如果用药失败 结果就不太可能被发表 进步正在悄然发生 一方面是医生的思考能力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 他们也渐渐能够开些真正有益的药物 在慕尼黑大学 化学家们仍在继续破金 以彻底失败的事业 人工合成奎民 到1882年 温斯特 奥托 费舍尔 Ernst 奥托菲舍 和威廉 克尼西斯 Wilhelm Karnix 在恩斯特的表兄 埃米尔 费舍尔 Emil Fisher 的指导下 合成了一种新的化合物 他们认为这与奎宁十分相似 虽然他们错误 设想了奎宁的分子结构 但这种新分子 确实具有奎宁的退烧能力 这几位慕尼黑化学家 注册了一项专利 并找了一家公司提供支持 他们选择的是一家染料制造商 位于法兰克福的梅斯特 卢修斯与伯鲁宁颜料工厂 Fab Worker Volm Meister Lucius 与Bruning 这家企业自前从未制造过药物 所有染料厂商都没有 但他们熟知化学 也涉安市场 因此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们在1882年 涉足了这项新业务 销售自己生产的退烧药 商品名为凯琳 Karen 来自希腊语的 吉时译词 第二年 公司正式成立了一个制药部门 很快就大获成功 为此 公司需要简化自己的名字 于是更名为 赫西斯特颜料工厂 Fab Worker Hoax 或直户为赫西斯特 赫西斯特的新产品 标志着染料企业 深度参与药品制造的开始 也促使了一系列 退烧药物的出现 有一个化学家团队 看到凯琳 因为其毒副作用 而招致大量诟病 并向赫西斯特提供了他们研发的替代药物 Anti-Bilin Antipyrin 这些化学家根据自己所知介绍了这种药物 但他们知道的其实并不多 正如凯琳的研发团队一样 他们对药物结构的理解 也有基础性错误 这两种药都是基于两个本环 前者是四星奎林 奎宁也被误认为属于这种结构 而后者曾被以为是四星奎林 后来才发现是比作林铜的一种衍生物 彼此并不相关 不过即使是现在 也很难根据药物的化学性质来预测其疗效 所以这个错误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关键问题在于 他们只开展了几个非结构性的动物实验 在健康人和发烧病人身上 也只适用了几剂药物 比起药物的退烧能力 其潜在危害更难被发现 而人们也还不太接受药物 可能有害健康的理念 1886年1月1日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就报道称 在所有已发现的缓解人们病痛的药物中 安提比林是最重要的一种 这下报纸没有真评实据 却在为其安全性提供背书 不过文中还有一句重要警示 应当了解 安提比林并不保证能治愈疾病 它只是能降低体温而已 在最初使用这种药物时 赫西斯特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谨慎 他们在完成前期测试之后 只将药品发放给了愿意 反馈其临床表现的医院 到1884年 已有超过40篇相关学术论文发表 而且大部分都取得了肯定性结论 所有人都觉得这差不多就够了 那是一种对人体具有毒性的 酶胶有衍生物 不过毒性并不强 它是制作脏脑丸的主要原料 想要中毒身亡 得吃下不少才行 不过如果真的吞下足量张脑丸 你的红细胞就会开始破裂 当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生 在19世纪80年代 开始给寄生虫感染患者服用带时 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要说他们是不知者不罪 似乎也可以接受 但当时动物实验已被证明 能够用于发现未知毒性 医生不愿意在兔子身上实验 反而让病人来试用新药 这仍会让人感到气恼 到19世纪末 用动物进行广泛的药物安全测试 已成为可能 但很少有医生或化学家 真正这么做 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院长 阿道夫·库斯默尔·埃道夫·库斯默尔 让两名大义牺牲在感染 寄生虫的病人身上测试耐的疗效 这两名学生分别是阿诺德·凯恩·阿诺德·凯恩·阿诺德·凯恩· 和保罗·赫普·Paul Hebb 他们一眼完成测试后 既没发现明显疗效 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两人抱着乐观的态度 想随便碰碰碰运气 就又给一名 并未感染寄生虫的发烧病人服用了奈 病人居然退烧了 他们在公开场合表示 这项发现应归功于一次幸运的意外 说得好听 他们不过是愿意用别人的健康作为赌注罢了 耐本应有刺鼻的气味 就和张老丸的气味一样 但成功让病人退烧的药物 没有这种气味 卡恩和赫普随即发现 医院药房标为耐的药物根本不是耐 于是他们联系了生产厂商卡乐公司 想知道自己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 结果他们发现 这种药物其实是乙鲜本案 是一种有甜味白色的本案衍生物 卡乐公司从卡恩和赫普这里得知了这种产品的潜在价值 但很难实现销售 因为乙鲜本案是种常见化合物 他们无法保有专利权 他们的解决方式就是给他起了个新名字 叫做退热兵Antifibrin 指望这个名字听着更诱人些 这个方法成效卓著 单是一个商标便足以让药物风靡一时 虽然医生们明知退热兵是什么东西 但比起较为便宜的乙鲜本案 他们更喜欢在处方里使用这个价格不菲的名字 1889年 一场流行性感冒席选欧洲 让吃药退烧成了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习惯 幸亏有卡乐和赫西斯特这样的公司 每个人都能买得起药 至于这些药物能让他们增售还是减售 反倒变得无关紧要 病人喜欢吃药 医生喜欢开药 治药企业喜欢卖药 皆大欢喜 药物让人感觉良好 因此人们相信它必定有所避意 1896年 赫西斯特开始销售退热兵的一种改良版本 称为安基比林 Pyramidon 其效力比原版要强三倍 这乍一听似乎很不错 但实际差异不过是让你少吃点药 就能达到同样效果 像退热兵一样 安基比林也成了畅销药 到1908年 赫西斯特的经营业绩已经十分出色 还将因生产退热兵而业绩不俗的卡勒公司收购了 制药企业的前景一片光明 弗里德里西 拜尔 弗里德里西 拜尔不是本案 拜尔创办了一家企业 从事全欧洲的燃料贸易 经营得十分成功 此时 他遇见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名叫约翰·威斯考特·尤康·威斯卡特 两人便开始合伙经营 在破金创新产品的挤压下 他们不得不进行反击 于是进口了一些早期本案燃料 并尝试进行仿制 1863年 他们共同创办了弗里德里西·拜尔公司 公司稳步发展壮大 在拜尔与威斯考特于1880年 1881年相继去世时 已有超过300名员工 威斯考特和拜尔的后人继承了公司 将它改名为文采乏善可陈的 Farbonfibreckenbormos Friedrich Bayer 与Company 曾被称为弗里德里西·拜尔公司的燃料工厂 他们出售股份以筹措资金 部分用作科研经费投入 组建实验室 聘请跨学家 其中一个新来的化学家名叫卡尔·杜伊斯·贝格 Carl Duisberry 刚满23岁 在来这之前 只能以自己的化学资历勉强糊口 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就研发出了两种 已有颜色的新制备方法 这样就能规避专利法 并发现了第三种 有机化学产品之中的全新颜色 杜伊斯·贝格很快获得了晋升 原先只能协助别人的研究项目 现在可以开展自己的项目研究 并分工交办给其他员工 杜伊斯·贝格在1885年 读到了退热冰的药品说明 立刻意识到 这就是拜尔公司应当竞争的产品 它让公司生产了几个稍有差异的版本 其中有一种疗效不错 次年 拜尔公司就将菲娜西厅 Fanacitin投放市场 尽管这种西药的销量 已经十分可观 但杜伊斯·贝格还在继续指导 公司研发新的替代性药物 到1890年 他已经成了拜尔公司的主要控制人 1893年 在与著名化学家约瑟夫 冯·梅林 Joseph von Merlin的合作中 杜伊斯·贝格和拜尔公司 试验出了一种 和菲拉锡汁结构 类似的化合物 N4强本机 以鲜岸 它很快被改名为 对鲜岸积分 Perasetmo 但又以同样的速度 遭到了否定 冯·梅林总结说 它的效果不错 但对血液有害 于是对以鲜岸积分 被当成废品 而树枝高格 当时赫西斯特生产的 安提比林卖得不错 直到1934年 医生才发现 安提比林会致忍于死地 死亡案例不是很多 但也有一些 他们并没有开展试验 对比服药患者 与未服药患者 发现这一点 完全是因为 安提比林导致的这种血液 异常非常罕见 很容易识别 相较而言 退热兵导致的肝肾损伤 则要隐蔽得多 被人们发现时 已经是1948年 倒不是它的危害比较小 而是肝肾的慢性衰退 本来就较为常见 如果不是通过结构化试验 很难确定这些人的死因 因此 人们花很长时间 才把这种症状与药物联系起来 菲娜西厅也是一样 它研发于19世纪80年代 而要过将近一个世纪 才开始有人关注它对肾脏的伤害 1949年 一个美国研究组 报告了他们的发现 即人体会将菲娜西厅 分解为两种化合物 一种是菲娜提厅 它是造成其毒性的主要物质 另一种 其实就是对以西安积分 它主要负责带来疗效 以这种方式 对以西安积分 重现于人们的视野中 这促使逢梅灵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不再认为 它过于危险 不堪使用 关于19世纪90年代的那次否决 普遍解释 是逢梅灵用于测试的化合物理 掺进了杂志 从而导致了它的错误结论 而它自身是如此杰出 使人们50年来 都没能发现这一错误 19世纪后期 煤胶由及其衍生物本分 都被当作外用抗菌剂 人们观察到 这两种化合物可以防止肉和蔬菜腐败 于是用它们来治愈伤口 在此基础上 苏格兰外科医生 李斯特·利斯特 发明了抗菌法 随后又衍生为无菌操作 带来了手术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抗菌法是指使用 对致病微生物有毒性的化合物 无菌操作是指保持手术室 及手术窗口的严格清洁 让微生物没有机会落脚 李斯特不仅让手术室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安全 让医生在打开胸腔 颅腔腔腔腔时 仍能对病人的存活抱有希望 还对引入新技术前后的手术存活率 进行了对比 他通过数据 有效地证明了这项新技术的力量 统计学在医学中逐渐得到了应用 虽然不如无菌操作的使用率那样增长迅猛 但每一步都坚实有利 到19世纪70年代 医生们意识到 煤和本分的腐蚀性都太强 不适合作为伤口服料 当然也不能够内服 但医生们更关注的是他们的潜力 他们一面研究药物 在体外对细菌的作用 一面推测在体内发生的情形 消除肠道感染 似乎比较有治疗希望 但让人吞下本分 就和引用漂白剂没什么两样 细菌是被杀死了 但病人也不会好受 因为它对肠道的腐蚀性太强了 水洋酸成了广受欢迎的替代品 它具有杀菌能力 虽然也有腐蚀性 但比本分温合得多 1853年 德国化学家赫尔曼·科尔贝·赫尔曼·科比 发明了从煤胶油 直接制造出水洋酸的方法 从而不必再劳烦流述 自从1874年 实现了产业化生产 水洋酸就变得非常便宜 到1897年 拜尔公司的化学家 已经研发出了水洋酸的多个衍生版本 期望从中 找出保留所有疗效 但危害最小的那一个 水洋酸会刺激未粘膜 甚至能在上面烧出一个洞 拜尔所研发的衍生物中 也包括效果较为温和的 阿斯匹林 以鲜水洋酸 这正是此前法国化学家夏尔 热拉尔在1853年 制备出的那种化合物 当时 热拉尔仅仅发表了结果 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拜尔的员工 对这种物质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但公司管理层 质疑海因里希 德莱瑟 海瑞克 却反对对其进行研究 理由是他会损害心脏 他的同事阿瑟 爱兴格林 阿瑞 认为他说的不对 并要求开展临床试验 却遭到了否决 爱兴格林 无视这种态度 安排在柏林的医生那里 秘密开展 关于阿斯匹林的试验 如果将他看作 邪恶的制药公司爪牙 将无助的病人 置于风险之中 似乎并不恰当 因为爱兴格林那一代人 都以为 药物没什么长期风险 对化学家 预测人体用药效果的能力 也有着盲目乐观 他不是有意 要无视风险 一切都是发自肺腑 在对柏林的病人 进行药物测试之前 爱兴格林 自己就先试用了一次 柏林试验的结果 非常出色 甚至超出了 爱兴格林的期望 这种药物 不仅能缓解发烧 和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 而且副作用 鼻水羊肝 或水羊酸小 由于这些试验 是背着德莱瑟进行的 所以他对此 仍然持反对意见 当德莱瑟读到 关于药物疗效的报道时 哪怕文章 是出自独立职业的 医生之手 他也仍然更笃信 自己的成见 这就是常见的 柏林式吹牛 德莱塞在报告上批准道 这种产品 根本没有价值 卡尔 杜伊斯贝格 为平息争论 便下令 再做一次试验 结果证明 爱兴格林是对的 随后 杜伊斯贝格 就将公司的重心 放到了这个产品上 由于阿斯匹林的制造 要用到乙鲜化反应 而水羊肝的最初来源 除了柳树之外 还有绣线菊 Spiria or Maria 爱兴格林 就在Spiria前 加了一个A 并对字母略微 做了些调整 便得到了新药的流通名 阿斯匹林 Aspirin 拜尔公司在1933年 首次公开了 阿斯匹林的研发过程 那时正值纳粹上台的第二年 爱兴格林是犹太人 因此他完全没有被提及 经过多次更名与合并后 赫西斯特成为今天的 塞诺菲 安万特集团 Sinofia Ventis 2006年 其销售额超过了 281欧元 从这个角度看 它们属于天然染料 但染料的制作过程中 总会有一定的人工因素 挖掘根莖 收集贝壳 榨取枝叶 浸泡不疲 泥土 醋 电缆 嵌草 腌织虫 种种化学反应 都是由手工控制 很少有机器辅助 煤胶油产业 则是从植物的远古遗存中 获取颜料 并十分依赖机器的作用 但即使是天然染料 也需要染料工人的参与 而且其中 常还有千货身 不如机器制造的 染料安全 医学历史之所以如此具有灾难性 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喜欢 无凭无据的断言事物属性 比如认为天然就一定好 人工就一定不好 1999年的柳叶刀 刊载了一个故事 是关于一个25岁的年轻人 被发现在柏林的一个公园里 昏迷不醒 他的心跳 已经停泊7个小时以上 这期间 全靠胸部按压维持 血液循环 在其他人试图救助他时 一名护士翻找他的口袋 想看看有没有关于他昏迷的线索 最后他找到了一小片紫山木 这个年轻人奇迹般恢复了意识 最终活了下来 他醒来后解释说 他经常吃点植物 因为天然食品比较健康 锈线菊也无需再使用 它是水羊肝和水羊酸的另一植物性来源 由德国化学家卡尔 罗维格·卡尔罗埃 在1835年证实 第十一章 脂科良药海洛因 拜尔公司吃重金 用于研究级改进研究质量 置办设备精良的实验室 精心设计动物实验方案 他们对自己的科学家慷慨解囊 鼓励他们 在药物研发或测试方面 朝专业化方向发展 燃料公司首次发布药物 赫西斯特和他生产的凯琳 是在1882年 然而在十年内 拜尔公司和他的竞争者 就已经踏上了一条 崭新的现代化大道 向着创新药物的研发 与生产高歌猛进 在研发初期 较为诱人的方式 是先利用现有的药物 即寻找现有药物的新生产方法 以此避开竞争对手的专利 就像杜伊斯贝格 在他的商业生涯 知初所做的那样 另一条路径 是修改现有的化合物 让它们变得更安全 或更有效 拜尔公司 继续对柳树皮产品 进行优化 继续在合成奎宁的道路上 与败屡战 与此同时 他也在寻找新的方向 当时 世界上的有效药物 寥寥无几 不出意外 他们很快就注意到了因素 自从弗里德里希 威廉 瑟托内尔 在1805年分离出马飞 化学家们就不断对它进行修改 往往是出于好奇 不带什么目的性 在苏格兰和伦敦 都出现了一些改良版产品 其中一些促进了化学理论的发展 确立了不同分子结构 导致特定要效的概念 1874年 查尔斯 奥尔德 赖特 查尔斯奥特 在伦敦的圣玛丽医院 合成了一种新的化合物 二醋马飞 并将它寄给了曼彻斯特的F M-Piers 以便在狗和兔子身上进行测试 在1000年前 拉吉斯曾在巴格达写下比较的重要性 他对某些病人使用他的脑膜炎疗法 而对另一些病人不用 通过比较两组病人之间的差异 来确定这种疗法的效果 从赖特采用的方法 就可以清楚看出 医学在这1000年里 与拉吉斯的思想 已脱离 甚远 尽管赖特的化学知识 远比10世纪的波斯人精准 但他并没有使用对照祖动物 结果 他对二醋马飞的作用 仍然全无概念 也失去了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与此同时 塔尔杜伊斯贝格的拜尔公司 也在寻找改良鸦片的方法 1832年 他们从因素中 分离出另一种生物件可带因 它与马飞功能类似 可以抑制凡人的咳嗽 对精神的影响比较温和 这引起了拜尔的化学家们的兴趣 他们正在寻找 比全能的马飞 更温和的药物 而将乙仙基 加入化合物中 就能产生这种效果 让药效更柔和 更容易被利用 拜尔公司的化学家 菲利克斯·霍弗曼·菲利克斯·霍弗曼·菲利克斯·霍弗曼在1897年8月10日对水阳酸进行以鲜化 从而制造出了阿斯匹林 在两周时间内 他也以鲜化了马飞 约瑟夫·冯·梅林医生曾在1893年告诉拜尔公司 对以西安积分没有进一步研究价值 1897年之前 他一直在默克公司 Mark工作 默克公司在1668年 起步之时 只是德国西南部达姆斯塔特的一家药店 由家族经营并传承至今 19世纪初期 伊曼纽尔·默克·Emmanuel Mark继承了家族企业 并开始进行业务扩张 在他的掌管下 公司把兴趣放在了威廉 破金几本氨染料之前的药物上 与其他竞争对手形成了较大差异 默克让冯·梅林来测试经过乙鲜化的马飞 并对其发表意见 冯·梅林 没觉得这种药物有什么特别之处 便让默克不必在意 但在拜尔公司 霍夫曼的这种乙鲜化产品 二醋马飞就要受重视得多 他们发现 动物在使用二醋马飞后 呼吸会变得深沉缓慢 当时结合病正在世界范围内肆虐 急性发作时 能让人呼吸急促 咳嗽不止 这么看来 这种药应该很有前途 拜尔的员工在自己身上进行测试 发现效果出众 服用者的咳嗽停止了 并感到自己身强体健 神采异异 也不再疼痛 事实上 他们觉得自己英勇无畏 heroic 1898年9月 拜尔公司开始推广 这种可以缓解呼吸道 疾病症状的新药 他们称其为海洛因 heroin 新药很快被销售一空 早期研究并未发现其成瘾性的证据 当然成瘾性一直存在 只是这些研究的设计很差 根本发现不了 但海洛因并不会立刻让人上瘾 所以首批使用它的医生和病人都没有发现 拜尔的化学家十分自信 认为基于他们对药物结构的了解 成瘾性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他们并未涉及任何能够证明自己所言有误的试验 化学家和医生的力量正在不断强大 而成功肯定不会病人谦虚 海洛因能消除咳嗽 缓解疼痛 并让人整体感觉更加良好 这些效果显而易见 甚至用不着借助什么系统性的观察方法就能发现 服药者就算本来没什么毛病 也会在服药后背感舒适 首先被扭转的是海洛因有助于呼吸的观点 人们发现海洛因对呼吸的影响就和马飞一样 和此前的鸦片顶鸦片也一样 事实上海洛因在人体内会转化成马飞 这也是其疗效的来源 当发现这一点时 没人感到惊讶 因为他们已经见多了两者的相似之处 海洛因的故事证明 就算是世界上最好的化学家和医生 并且在已知药物结构的情况下 也不一定能够预测出其疗效 但吸取这一教训的人并不多 研究者也往往不长记性 拜尔公司在1913年停止了海洛因的生产 因为在大众心中 尤其是在美国 它已经和成瘾牢牢联系在一起 销售利润抵消不了恶劣的公众影响 虽然还有公司在继续生产海洛因 还有人将它当成有效好用的药物 但美国等国家已经对其完全禁用 哪怕是出于治疗需要 对于患有粉碎性骨折 心脏衰竭 折磨人的癌症 窒息性呼吸困难的病人来说 海洛因具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手头只有马飞 那么大剂量使用 也能获得同样效果 拜尔公司的官网上 自豪地描述了阿斯匹林的研发过程 却对海洛因支支不提 这真是可悲 但要说羞耻 拜尔公司可参与过许多更恶劣的行径 正如夏文所述 你不会在一夜之间药物成瘾 小说加威廉 伯勒斯 William Burroughs写道 至少要每天注射两次 过三个月才会形成惯性 第十二章 弗朗西斯 高尔顿 激进革新 到十九世纪末 科学的产出已微微壮观 不仅是研究结果 研究方法也在进步 化学中有一部分研究方法 最初是为了追寻其他目标 比如炼金和下毒 与此类似 科学方法也常常来自意想不到的人物 高个 修长 衣着整洁 额头像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外样 弗朗西斯 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拥有卓绝的头脑 完全配得上他头颅的形状 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思维的起源与能力 以及他们如何反映在头颅的形状上 遗传性天赋与卢相学是他的两大兴趣 但他还有别的爱好 数学 心理学 指纹学 气象学 摔跤 莎士比亚 遗传学 非洲探索 赫 中东 双胞胎 家庭 小说 和进化论 1838年 弗朗西斯 高尔顿16岁 正与他富有而聪慧的家人 围坐一堂 当时门外寒风刺骨 屋里的家庭聚会却舒适惬意 一顿丰盛的晚餐过后 大家正在享用甜点 明亮燃烧的壁炉 闪闪发亮的红木桌子 美酒 水果 诸如此类 大家正商量着高尔顿是否要从医 家族的一位朋友保证 能让他在下定决心 之前先尝试尝试 正在这时 一张纸条传了进来 高尔顿抓住机会 立刻离开了餐桌 冒着严寒出门 去为一个刚死去的女佣人进行尸检 哦 他大声喊道 反胃 好奇 有趣 兴奋 都夹杂在一起了 这个姑娘死得很迅速 死因 是胃上的一个窗孔 正是柳树皮会导致的那种 但当时的医生 还不知道 这是药物的副作用 在为死者缝合腹部时 高尔顿不小心刺破了自己的手指 于是细菌从姑娘的尸体上转移到了他的体内 此后几天里 感染不断恶化 高尔顿的命运十分堪忧 不过他最终还是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 高尔顿对这次危险的经历印象深刻 于是投身于医学 19世纪40年代初 他在博明汉综合医院学到了书液 汤剂 丁剂 禁出物之间的差别 除了金基纳树皮 鸦片 柳树皮之外 这些药物的治疗价值 都只分布在有毒到没用之间 高尔顿给自己服用过甘草一种利尿剂 用于让人排尿和阴素子 两种药的味道都不错 但在他身上都没起到什么特别的效果 那个年代 离律坊被发明还有很多年 离巴斯德和约瑟夫 李斯特爵士的发现还有很多年 听诊器在那时还是新鲜东西 责任落到了高尔顿身上 他处理力所能及的创伤 在必要时求助 他接上断骨 腹胃脱臼 有时止血 更多时候却要制造伤口 因为相信失血对人身体有益 他会割开静脉和动脉 他包扎烧伤 眼看着干净的绷带 随病情恶化而浸满浓血 他为伤员剔头 把伤口的鲜血当作肥皂末 并缝合裂开的头皮 他产生了一种感觉 在大自然不分是非的课程中 在痛苦与折磨的洪流中 有某种值得学习的东西 他写道 大自然似乎正闭上眼睛 无情地活活解剖着我们 作为理性的生灵 让我们拿出所有本事 来逃离他的解剖实验吧 病人在恐惧中眼看彼此死去 而他能提供的措施都毫无用处 这深深地打击了他 当他遵照指示 去给一个患斑诊伤寒的女孩夫 芥末时 他恳求他别再管自己 他祈求着 请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我知道我快死了 不想再受罪了 高尔顿没有听从老师的指定 照他说的做了 也许是因为高尔顿的遗传基因 他的家族成员 似乎个个都是皇家学会会员 达尔文主义者或具有天赋的科学家 尽管被临床实践深深吸引 但他对医学的缺陷仍保持着警醒 一次 有个男人喝得烂醉如泥 躺在大路上 一辆马车从他的腿上炸过 把骨头压成了碎茶 他的腿肯定是好不了了 于是外科医生趁他不省人事之际 把两条腿都锯掉了 这让高尔顿很不理解 医生为何不在手术前 故意把病人灌醉呢 这个问题十分合理 但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答 另有一个人跌进了滚烫的沥青锅里 在被拉出来时 有多处烫坏的皮肤沾上了沥青 完全无法清除 他的一条腿上附满了这种东西 让医生无从下手 而另一条腿伤的没那么重 于是医生就在这条腿上涂了一层药膏 日子一天天过去 那条伤势较重 但没怎么用药的腿 反而恢复得更快 很显然 高尔顿总结到 包扎术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潜力 尽管有这样的见解 高尔顿还是没能全然领会 各种深意 大自然的这堂活体解剖课 已经给出了明确的信号 要么包扎肤料会让伤口恶化 要么瀝青能使它好转 就像滚烫的瀝青附着在皮肉上一样 对药物效用的盲目信仰 已经直跟在人们心里 差别只是 这种信仰对健康毫无好处 我实在太热衷于医学工作 高尔顿说 所以我开始小剂量 服用药房里所有的药 从字母为开始 这是个有趣的实验 但显然也有缺陷 在他看来 医学正在不断发展 进步的迹象无处不在 显微镜一跃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是在1839年 剧烈文虎克做出第一个放大透镜 并开始描述微生物的世界 已过去将近200年 显微镜确实是一项令人惊叹的技术 但它带给医生的 不过是一点可供炫耀的资本 而对病人全无好处 我们还不清楚 如果只是以愉快的心情 休息 暗示和良好护理辅助康复 而不使用药物 高尔顿尖锐地写道 大自然本身能做到什么程度 缺乏知识的原因 是没人用正确的方法来寻求知识 如果没能用可靠的方法 向大自然提出正确的问题 医生们也就无从得到有用的答案 高尔顿提出了一种方法 只要他们愿意 就能用它来更有成效的研究世界 如果对某种疾病 有两种不同且互斥的治疗方法 他提出 就让罹患这种疾病的病人 选择要有哪位医生治疗 A医生还是B医生 分别指代这两种疗法 然后统计比较两组结果 如果许多大医院 能放弃派系之争 互相合作 那些争论多时 悬而未决的问题 应该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然而 医生们可不这么想 A医生觉得 自己的方法明显可以见效 没有任何理由进行验证 B医生认为 A医生错得离谱 却对自己的治疗方案 同样自信 他们在很多地方存在分歧 但共同点在于 他们都对自己的想法 深信不疑 也都不觉得有检验的必要 这部分内容出现在高尔顿的自传中 后面紧接着有一段表述 如果你读得太快 可能会觉得这段话有点乏味 这其实是在总结医生 为什么总是治不好病人 解释 为什么未经组织的观察 对经验与直觉的依赖 都具有误导性 在我所知的所有数据中 医学统计数据是最不适于进行细化比较的 因为那些难以被纳入考虑 在实际操作中 也没被考虑到的条件 恰恰具体入微 影响重大 千差万别 然而 令人羞懒的是 有人付出努力 希望引起对哪怕最粗糙的数据的关注 却往往落败 我很怀疑 以人类的理解能力 是否能够独立 分辨出平均十次中发生四次的事件 和发生五次的事件的概率差异 换句话说 人与人 病与病之间差异极大 用个人经验进行比较 往往毫无价值 这个男人得的肺结核 与那个女人所患不同 这个孩子的喉咙痛 和他母亲的症状又不一样 完全不可能进行精确比较 高尔顿想要说明的是 如果你看了同一种疾病的十个病例 一般是在一段时间跨度内 就不太容易注意到某种结果是 发生了四次还是五次 或者这么说 就算你的药物能提高25%的存活概率 或者降低25% 你也发现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17世纪的医生迟迟没有发现 对瘧疾疗效卓著的金基纳树皮 要比完全没用的壁乳香枝树皮 好用得多 因为许多得了瘧疾的人 无论如何都会康复 而很多服用了金基纳树皮的人 也没能逃过一死 尽管耶稣会食树皮 对存活率的提升远远高于25% 但很多医生 还是不能确定它 是否真的有效 高尔顿举例说明了他所观察到的医学谬误 被忽视的内在联系 以及被误解的疾病成因 医生的一种积息 尤其令他印象深刻 他们会斩钉截铁地指出某个最佳食谱 但每个医生所信奉的食谱又都完全不同 此外 医生们也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酒精的作用 盖伦作为罗马皇帝马可 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的御医 曾经翻遍帝国的各个酒匠 想要为他的病人奉上最健康的美酒 因为他相信酒与酒之间必定存在差异 而在尽心竭力地寻找了一番之后 盖伦得出结论 最好喝的那种酒就是最健康的 高尔顿的一位朋友翻看着自家 作为老字号酒商的销售记录 想要找出医生们多年来给顾客开的是哪种酒 结果发现每种酒都曾受到过医生的青睐 也就是说 医生自己也全无头绪 高尔顿倡导运用统计学进行试验 正是在指出 合理的对比能帮助他们找出线索 高尔顿从未真正成为一名医生 1844年 他的父亲过世 我十分沮丧 也希望过上更加健康的生活 因此 我完全打消了成为医生的念头 这个决定 令全世界蒙受损失 但通过他的努力 统计学进一步渗入了医学思维之中 第十三章 抗生素与纳粹时期的诺贝尔奖 证明一项可能性 会让发明者和他们背后的赞助商都兴奋不已 如今已经有了杀灭霉毒和追虫病的药物 那么对于其他对人类健康有更大威胁的微生物 制造出有杀伤力的药物也指日可待 1925年 卡塞拉燃料工厂 拜尔公司及其他公司共同加入了法本公司集团 IG Farben 卡尔 精良的实验室由埃尔利西的学生内科医生格哈德 多马克 Gerhard Domach 掌管 多马克19岁时就在西部前线为德军效力 那时他还是各医学生 他在1914年的圣诞节前负了伤 因此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都在帮着做卫生工作 祸乱 颁诊伤寒 立脊 治疗疾病时的缺医少药 再加上连无菌手术都无法阻止的可怕的感染和坏剧 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类在不知道细菌的存在 也不懂得清洁的价值时 处境要糟糕得多 但在基础科学 已取得重大进步的情况下 医学的徒劳无功便促使医生们开始反思 他们此前做得有多差劲 还有多大的提升空间 这是一种健康的刺激 尤其能让人产生怀疑精神 接受自身的无知 随着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中快速进步 如果医学还在自满自得 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一千万名士兵中 大约有一半是死于感染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伤口 一道划痕都足以致人死亡 对此 医生们似乎应该能有所作为 任何有希望杀死细菌的药物 今天所称的抗生素都会有很大的医学需求 显然也会带来丰厚的商业利益 法本公司对此心知肚明 并给予员工充分支持染料厂的 管理层以各种方式支持我们 让我们能专注在科学研究上 事实上 他们给我们的帮助比政府给的还多 多马克认为制药企业的眼光十分不凡 因为无论是疾病基金还是保险公司 尽管自身资金雄厚 也有让参保人员保持健康的经济动力 都不如制药公司那样具有责任意识 且能发现其中的机遇 多马克认为 法本公司的远见着实很大一部分 要归功于杜伊斯贝格 自从1910年成功研发萨尔佛赛 及埃尔利西的第606号药物后 化学家和医生就开始更认真地寻找 可以杀灭常见之病菌的化学物质 多马克创立了一套筛选系统 既在测试方法上考虑周全 又具备前所未有的规模 据一位英国访客描述 他们在庞大的实验室里不干别的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测试化合物 确认他们是否能治愈被感染的动物 多马克遵循埃尔利西的启示 利用这些实验室继续研究 染料的选择性 以及相应的选择毒性 到1890年医生已经清楚 免疫是人体健康的重要概念 天花 流行性三线炎和麻疹这些病 你一辈子只会得上一次 之后要么死了 要么终身免疫 正因如此 爱德华 詹纳 Edward Jenner 才能从1796年开始成功推广天花疫苗 人们通过实验观察发现 血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免疫力 并基于这点发展出了新的血清疗法 艾米尔 贝林 Emile Baring 在1891年证明 从已对白猴免疫的动物身上提取血清 可以用来治疗其他正在罹患死病的动物 同年圣诞节 柏林的一个孩子接受了血清疗法 这也是这种疗法第一次被应用于人体 在尝试用血清疗法治疗细菌感染时 先得将目标细菌注射到动物通常是马身上 再把马的血清注射到感染这种细菌的病人身上 但由于不是所有细菌都会致命 很多病人无论是否接受血清治疗都会康复 而有一些接受了血清注射的人身体出现剧烈反应 反而因此死亡 还有很多人出现了较为轻微的副作用 血清病 即发热 皮疹 关节痛等一系列问题 有时比疾病本身还要严重 成败得失 很难分清 在医学的语言体系中 我们习惯于比较风险与收效 但这种说法恰恰是数千年来自满情绪的余患 比如你接成了一个肺炎患者 并给他或他使用经过处理的马血清 显然这会存在风险 病人可能会得血清病 也可能会死 但是收效同样也是不确定的 也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在风险与收效之间寻求平衡 而是在危害与收效之间 因为两者都不确定 任何治疗都有一定概率会产生疗效 或者说有一定风险 同时也有一定风险会造成危害 对风险与收效进行比较 很容易让人以为好的一面会确定发生 只有坏的一面难以预料 血清疗法显然具有危险性 但疗效也显而易见 它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平衡危害与收效的系统性方法 更多人致力于设计可靠的实验 以研究这种不确定性 这种设计思考方式是前所未见的 用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 或者将肝治疗应用于恶性贫血 都可以获得稳定疗效 因而只需要对少量病例进行试验 就可以确认这些疗法的价值 但血清疗法对大液性肺炎的治疗 却有所不同 血清只是病情好转的因素之一 而它的作用可能还敌不过潜伏数日才爆发的感染 或者其他可能削弱病人抵抗力的复杂因素 要精确地衡量其收效 就需要找两组疾病严重程度和发病时状况都相同的病人 一组用血清治疗 另一组作为对照 然后比较两组的病情及死亡率 但这种方法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上文写于1934年 内容是关于血清疗法的试验 作者都是医学研究理事会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简称MRC 治疗试验委员会的成员 他们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认为要刻意选出这样两组完全匹配的病人是不可能的 因为身体状况相同的病人数量肯定是太少了 不过他们的报告就会明白 虽然没有在文中明说 但他们很清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找到完全相同的病例 就算找一对同卵双胞胎 同时让他们感染上同一种病菌 这已经难以想象 也不能保证两者完全等同 可能其中一个的身体一向比另一个更弱 或者最近较为疲劳 即使是基因相同的个体 也会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 相同的病人并不是数量太少 而是根本没有 你根本不可能期望一个病人的情况和另一个完全相同 为了规避这个问题 从1933年开始 一些英国医院就开始尝试按顺序给病人分配不同的治疗方法 比如第一个住院的肺炎病人用血清治疗 第二个不用 以此类推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程序抵消所有差异 这种交替分配使医生不必努力匹配患者 也就不用去评估可能影响健康的所有因素 更关键的是 就算存在上不得而知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没关系 将一个病人指定到这一组 下一个病人指定到另一组 那么他们之间的所有差异都会被抵消 不论你是否理解这些差异 当然 前提是你的病人足够多 对无知和无能的容忍也是一大成就 医生毕竟是凡人 总会犯错 总有不知道的知识 没看到的情形 因此 他们建立了一个体系 能够兼容自身的不完美 这一系统来之不易 有些医生还对此感到惊骇不已 苏格莱医生约翰 考恩 John Cohen就曾给医学研究理事会写信反对这种试验方法 在我看来 血腥的效果肯定会被证实 所有医院都应该使用 对照组病人可能都要命不久已 这对他们不公平 在他看来 医生的直觉极其可靠 无需任何外部支持 医生完全有能力分辨一种治疗方法是否起效 为了与用药组的结果进行比较 而不让对照组的病人使用新药 这是残忍而不公平的 不少参与试验的医生都有类似想法 这就令试验结果大打折扣 这些医生觉得自己能够辨别血清疗法对哪些病人有效 对哪些病人无效 有时这甚至只是下意识的 但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 在他们面前 交替分配的机制并不那么稳健 因为他们并不会严格遵守规则 在交替分配的过程中 医生知道每个参加测试的病人会得到什么治疗 就能扣留病情最重和最轻的病人 把他们分配到最适合他们的组别中去 他们同意进行试验 但无法克制自己 他们仍觉得自己知道最好给哪些病人使用哪种疗法 到最后 不同的医院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无法解释各个中心的结果差异 报告称 这委婉地暗示这些医生是在作弊 1933年到1934年 阿伯丁 爱丁堡和伦敦的医生 一共研究了530名肺炎病人 其中241名使用了血清疗法 论文整合了三个医院 及一组医生的全部研究过程 但作者们仍然担心 样本数量太少 不足以排除随机性的影响 最终结论令人振奋 而且推翻了约翰 考恩的信念 他以为凭自己观察少数病例 而取得的个人经验 就可以准确估计一种新疗法的风险 英国人有保留的采用了血清疗法 本次试验于1934年公开发表 指明这种治疗方法 只对部分患者有效 尽管试验方法和结论 都算不上美妙绝伦 但由于对抗生素的探寻 仍然毫无成果 人们已经逐渐失去兴趣和希望 很多医学界人士都觉得 埃尔利西的魔法子弹 根本是无稽之谈 而马匹的活工厂中 制造出的血清至少偶尔管用 又很少出现恶果 许多医生便断定 这就是能找到的最佳方法了 当时酿农链球菌 Straptococcus pyogenes 是极其致命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即随后爆发的流感中 致使大量伤口感染者死亡 多马克在法本公司时 从一具患者尸体上 分离出了一种变球菌 他培养了一些军菌样本 并发现他们的表现 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被注射了这种链球菌的小鼠 无一例外会在四天后死去 这种可重复性 正是真实临床情形中 所缺少的 由于小鼠的死亡率是100% 因此多马克知道 在接受实验性疗法后 只要出现幸存者 就一定是治疗的功劳 这给了他一条 在短时间内 测试大量药物的有效路径 早期试验证明 使用动物是多么明智 否则实验性药物 难免会草菅人命 基于在培养敏和试管中的表现 人们已经知道 有一些化学物质 具有杀菌特性 多马克尝试了几种 含有金元素 一种很受欢迎的 治疗物质的化合物 这些物质帮助小鼠 战胜了链球菌 但只是让他们患了的死法 金元素会破坏健康的肾脏 作为一种药物 它的目标不够精准 还称不上是魔法子弹 有染料衍生的化合物相对安全些 在培养敏里 也确实能有效杀死细菌 但在动物体内 它们却失效了 法本公司的团队 运用一种让染料不易褪色的技术 给多马克提供了一种新的着色剂 1932年12月 多马克在链球菌培养敏里 对它进行了试验 但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但多马克还是在小鼠身上 试了试这种没用的新染料 12月20日 它取了26只小鼠 全都注射了致死剂量的链球菌 一个半小时后 它给其中12只小鼠用了一剂染料 这就是它和其他医生的差别约翰 考安觉得血清疗法 对肺炎如此有效 设置对照组完全没有必要 甚至是不道德的 但这种疾病的大多数患者 无论如何都会好转 而血清疗法却有致人于死地的可能 虽然多马克的小鼠肯定会死 但以防万一 它还是留了14只作为对照 在方法上的谨慎 是医学认识论的标准 不断提升的结果 临床医学 一贯以科学思维为基础 表明它自身也在逐步走向科学 逐渐学会如何检验最宝贵的希望 四天后 即1932年的平安夜 所有对照组小鼠都死去了 而使用了染料的那些 还都活着 百浪多西红 Prontesil Robron 后半部分是指这种染料的颜色 在这之后的三年里 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到底出于什么原因 我们还不得而知 可能是因为公司担心 其受到专利保护 1935年2月15日 波马克终于发表了 他的试验结果 这种农毒症十分危险 在全世界都是常见的死亡原因 此前还从未有哪种药物 可以对抗他 尽管如此 这一结果居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也许是疾病过于凶险 让医生们很难想象 还有药物能够起效 人们普遍不相信 存在有效的抗生素 因而对多马克的新药持有偏见 认为他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伦敦有一位名叫伦纳德 科尔布鲁克·莱纳特·科布鲁克的医生 他是夏洛特皇后医院的研究工作负责人 这是一家妇产科医院 所以科尔布鲁克对产入热格外感兴趣 奥利福、温德尔、霍姆斯和其他人早就指出 产入热是通过照料者 从一个产妇传染到另一个产妇 这一观点在当时已被接受 而链球菌就是致病原因 他会感染妇女生殖器官在产后留下的伤口 1920年 科尔布鲁克的一个朋友 因为产入热失去了妻子 科尔布鲁克受此触动 从此便潜心研究这种疾病 1934至1935年 夏洛特皇后医院总共接收了 210名感染产入热的妇女 其中有42人死亡 尽管科尔布鲁克和他的员工都懂得微生物理论 知道卫生在预防微生物传播中的重要性 也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却只能取得这样的结果 作为对照 2000年 共有85名英国妇女在分泌过程中 获产后数周内死亡 这是全国的产妇死亡总数 包括所有死因 也不分医院内外 科尔布鲁克在读到多马克的新疗法后 感到这笔同事们的研究结果更吸引人 于是请求法本公司给他提供一些百浪多息 从他读到的内容来看 这种药物似乎十分有效 但他不太确定其效力 是否适用于他所关心的产妇们 他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尝试 首先 他重复了多马克在小鼠身上所做的试验 尽管药物的表现不如在德国时那么有效 但也让科尔布鲁克深受鼓舞 其次 他给那些已被炼球菌严重感染的妇女用药 他们已经病得很重 哪怕是服用毒药也不会让他们的情况比现在更糟 当他们有所起色时 科尔布鲁克便开始给其他病情烧清的患者用药 在总共38名用百浪多息治疗的妇女中 仅有3人死亡 前一年产入热的死亡率还高达20% 210人中有42人死亡 而用药后的死亡率仅为约8% 这还是在有意选择病情最重者的情况下 这个结果让科尔布鲁克十分兴奋 但不管自己对产入热的有效疗法多么令人魂牵梦营 他仍然没有下定论 在对产入热的任何治疗方法进行疗效判断时 他写道 我们理应谨慎给出结论 这种疾病诊断困难也不易预测 多马克的小鼠当然肯定是被练球菌感染的 而且肯定都会死亡 但对夏洛特医院的女患者来说 病因和后果都没那么清楚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提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看法 又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他们称百浪多息具有功效 并非因为它是重燃料 虽然百浪多息的研发 它确实源于本岸染料给细菌着色的能力 但他们认为这种药物的颜色和它的效用并无关系 事实上 其中呈现红色的部分可有可无 而药效来自去除染料成分后的剩余部分 其化学结构是一个黄基团连着一个氨基 被称为对氨基本黄线案Sofanilamide 这一结论影响重大 因为有个化学博士生在1908年就发现 并描述了对氨基本黄线案 导致无论是法本公司还是其他任何人 都不能用它来申请专利 如果巴斯德研究所说的没错 他们的见解就能指导未来同类药物的研发 不仅如此 这还意味着生产与销售对氨基本黄线案 都将是为了大众扶植 而不是某家公司的私利 科尔布鲁克继续谨慎地检验着百浪多息 接下来的试验包含64名妇女 结果死亡率低于5% 而在另一组100人的试验中 他分别使用了百浪多息和对氨基本黄线案 最后有8例死亡 无论使用的是哪种新药 死亡率都比此前的20%有大幅下降 为什么科尔布鲁克迟迟不能满意呢 这多少是因为 这个慎思的人与苏格兰医生约翰考恩的想法一致 而产入热又比肺炎更致命 因此他的西药试验里都没有涉及对赵族 故意不给产入热患者用药 对他来说实在太残忍了 然而 这也给他所观察到的疗效提升 留下了别的可能性 如果炼球菌正好在引入西药的时候 进化得比较温和 于是没那么致命了呢 这虽然听上去荒唐 但也有理由严肃看待这种可能 因为在同样由炼球菌引起的腥红热身上 就曾上演过这样的演化历程 科尔布鲁克查阅了其他医院的记录 发现在启用新的黄氨类药物之前 及使用过程中 产入热的死亡率都在不断下降 此外还需要担心药物本身的危险性 科尔布鲁克发现一部分使用此药的妇女 出现了肤色改变的症状 皮肤变暗 变深 变蓝 这意味着血液运输氧气和二氧化碳的能力 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科尔布鲁克取得了两项重要成就 其一是1936年 他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让黄氨类药物获得了更多认可与关注 促进了其广泛使用 其二是他认为其中上存在不确定性 这也获得了人们的认真对待 科尔布鲁克不仅激发了富有价值的热情 也让具有积极意义的怀疑精神得以滋长 20世纪30年代 不断有跟踪研究来审视黄氨类药物 对产入热的疗效 并且全部取得了正面结论 虽然没有一项研究采用对照组 而是使用医院在引入黄氨类药物前的诊疗记录 但仍然具有说服力 通过黄氨类药物的研发历程 医生们开始明白 药物的有效程度决定了证实其有效性 需要用到哪一类证据 对产入热及1938年后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来说 由于疾病本身非常致命 而药物又非常有效 得出确定性结论就相对容易 只要对比一家医院在采用新药前后的情况 变化就足够可靠了 但对于其他感染 黄氨类药物的作用就很难估计 举个例子 大部分人在患上肺炎后能够自己康复 而且肺炎的感染率也有很大波动性 每个月每年都大不相同 在判断黄氨类药物对这些相对轻微的感染有何疗效时 就需要用到更精细的方法 在新药热的治疗试验中 医生采用了同步对照法 即给部分患者使用黄氨类药物 而其他人不用 结果是药物没有表现出明显效果 这一发现令人惊讶 因为新药热和柴氯热是由同一种微生物引起的 按逻辑推理 这种药也应该能够见效 尽管如此 结果仍然是无效 这证明逻辑推理还是不如做个实验更靠谱 在杜马克与科尔布鲁克之前 英国没有500个婴儿出生 就有一位母亲死去 当人们发现这种疾病 是经由医生与护士的双手传播后 死亡率下降了一些 但降幅并不大 自前8年里 死亡率基本没有变化 而到了1940年 即使用百浪多烯之后 死亡率已经跌至一两千 法国人提出的观点 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 百浪多烯红的着色能力 确实与其功效无关 对安基本黄线案 才是化合物中具有抗菌作用的部分 不过许多医生忽视了这一事实 让百浪多烯得以保持丰厚利润 这真是法本公司之行 比起药效 他们似乎更执着于药物名称 因此更愿意选择百浪多西 而不是对安基本黄线案 这与过去的医生 在处方中用退热冰取代以仙本案的做法 如出一辙 多马克自己也用到了这种药物 1935年12月初 他六岁的女儿 希尔德·加德正在制作圣诞结装饰 在穿针时 他想找妈妈帮忙 便拿着针线下楼去 他照着大人交过的样子 小心地捏着针鼻 针尖朝下远离自己 却不慎摔了下去 他落地很重 虽然抵在手掌上的是 叫钝的针鼻那端 但针还是深深地扎进了他的手里 一直刺入骨头 并在里面断成了两截 外科医生在用X光检查后 取出了断针 第二天 希尔德·加德发烧了 被针刺伤的地方 长了一个脓包 尽管实施了多次手术 已排除农血 感染仍然越来越严重 从他的手掌蔓延到手臂 在农毒性休克状态下 由于细菌毒性 他的血压降到极度危险的地步 他陷入了昏迷 医生们讨论着截去他的手臂 看能否保住性命 他的血样里出现了链球菌 这个孩子已命悬一线 多马克征求他的主治医生的意见后 给他为了些百浪多西 把药片放进他的嘴里 看着他吞了下去 他很快就康复了 以当时的标准来看 这完全是个奇迹 还没到圣诞节 他就渐渐康康地回到了家 比这一奖赏略微逊色的 是格哈德·波马克获得的另一个奖项 1939年的诺贝尔奖 当时是希特勒禁止德国人领奖后的第四年 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颁给了卡尔、冯、奥西斯基、卡尔旺、阿西埃斯基 一位对纳粹来说非常危险的和平主义者 这令希特勒十分恼火 虽然奥西斯基1938年就死在了集中营里 但他的死没能撼动这一禁令 多马克小心的告知委员会奖项已收到 他对此表示感谢 但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接受 对于德国当局的眼线来说 这种回复好像过于礼貌 因此多马克随即被盖世太保带走 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才被释放 在一次前往柏林举办讲座的路上 多马克在波斯坦火车站 听到大喇叭里喊着自己的名字 等待他的还是盖世太保 他们告诉他讲座取消了 并递给他一封对诺贝尔奖的拒绝信 他在上面签了字 1947年 多马克终于获得了诺贝尔奖 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的规则 当时他的奖金已经被罚没 但多马克最终还是接受了诺贝尔奖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 科尔布鲁克觉得 对于如此危险的疾病来说 采用对照组是不道德的 他不愿意让参与试验的妇女冒生命危险 但这么做的结果是 人们对新药的接受速度很慢 如果他在一开始就使用对照组 真正死去的妇女可能要少得多 科尔布鲁克为了避免伤害少数人 却使多数人承受了痛苦 在今天的市场上依然存在这种偏好 比如布洛芬片在药房中的价格 就比罐游努勒芬之类品牌 名的同样药物要便宜得多 第十四章 潘尼西林与炼酶素 黄岸类药物的染色性能与其药效无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研发具有一定偶然性 这令人想起几桩类似的意外 比如以金基纳树皮代替秘乳香枝来治疗瘧疾 或者斯通牧师只因柳树生长在沼泽地区 就用它的树皮来医治发烧 只不过在这两个年代更久远的例子中 是错误的理论凭借好运气而歪打正着 但埃尔利西和多马克所谓并非如此 对染料的研究让他们想到 一种化合物可能会对不同机体具有选择性毒性 这一思考方向还是正确的 从染料开始是个明智的选择 一方面因为它们已被证实 可进入细菌或特定种类的细胞之中 另一方面因为它们的可视性使其易于观察 抗生素的研发只依赖于两件事 一是人们能正确构想它们的存在 二是能应用有效的系统筛查大量分子来找出它们 百浪多西碰巧是红色 但并不是非得红色才能起作用 多马克的实验室拥有强大的科学家团队 他们有意让动物生病或受到感染 并在他们身上一种接一种的测试各类化合物的疗效 这似乎与17世纪开始萌芽的科学理念大相径庭 但其实并非如此 高瞻原主的弗朗西斯 培根已经看到 科学并非一条只容一人通过的小路 而是应由大量人力与产业共同参与 尤其是在经验收集积累的过程中 最好的方式是先分头工作再整合成果 唯有如此才能让人类了解自己的力量 而在抗生素被发现的背后 正是集体努力的贡献超越了个人灵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亚历山大 弗莱明 弗莱明 中尉后来升为上尉在法国工作 致力于研究战争伤口经常恶化的原因 浸透抗军剂的绷带在布尔战争中对英国人很管用 但在弗兰德斯却似乎收效甚微 弗莱明发现 西线战士的伤口更肮脏 泥土伴着高速武器将乌乌深深打入受伤的身体 而奇怪的是用抗菌剂清洗伤口反而有害无益 看似合理的措施竟然让情况更加恶化 因为抗菌剂不但杀死了伤口处的细菌 也杀死了机体自身的细胞 而后者正是伤口赖以愈合的基础 如果不经试验就投入使用 就算是最先进的抗菌技术也会伤及性命 1928年夏天 弗莱明在伦敦工作 并开始以一种黴菌开展试验 他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溶菌酶 一种在鼻涕等体液中发现的酶 可以溶解细菌 溶菌酶对人体内常见的葡萄球菌无效 但这种黴菌却起了作用 这并不是个新奇或惊人的发现 甚至算不上特别有趣 约翰·廷德尔·张廷德尔早在1876年 就曾描述过黴菌杀死细菌的能力 他观察了一块羊肉腐败的过程 注意到上面生长的细菌 全被黴菌杀死了 和弗莱明一样 廷德尔知道在他观测中 起作用的黴菌叫做青黴菌 廷德尔写道 在这种黴菌成片茂密生长的地方 细菌就会死亡或者休眠 这么说来 青黴菌和石碳酸、漂白剂 或其他抗菌剂没有什么区别 弗莱明的官方传记作者 记录了这个日常观察结果 解释说 弗莱明观察到一种 似乎可以杀死细菌的黴菌 可能这种黴菌 能产生对葡萄球菌有害的酸性物质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这算不上什么大事 而在1897年 有人以更惊人的方式 展示了青黴菌的性质 一个名叫恩斯特·杜彻斯尼 Renist Duchesne的法国学生 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 课题是微生物之间的竞争 为了生存而发动的战争 对微生物生存竞争的研究 黴菌与微生物之间的 结抗作用 Contribution RLA-2 Dialog Concurrence Vetal Shea Less Microorganisms Antagonism Entre Less Moistitious ET Less Microbes 是偏非同反响的作品 杜彻斯尼宣称 他通过注射青黴菌 安全地治愈了 患有伤寒的动物 可惜杜彻斯尼的结论 没有被巴斯德研究所接受 他的观点 也没能产生任何影响 现在已经不可能 知道他具体使用了什么方法 但无疑 他对自己正在接近的真相 已有深刻见解 他写道 直到现在 关于生存竞争的研究 都只局限于 较为高等的动物与植物 但对于极其微小的生物中 是否存在这种生存斗争 以及这种竞争 是否能为病理学 或治疗学提供有用的理念 感兴趣的人也并不少 如今 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 微生物在疾病发生中 所起的作用 但如果能利用 它们的减毒培养基 或分泌物 它们也可以是治病的良方 杜彻斯尼得出结论 当镜霉菌与一剂伤寒杆菌 同时注射时 就会令后者变得无害 他认为这是个重大发现 杜彻斯尼在1912年 死于结合病 享年37岁 他致死都没能说服任何人 也没有在博士论文 遭到无视后 继续他的研究 另有一些人也注意到了 青霉菌杀灭细菌的方式 但和弗赖民一样 他们都没能想到 这可能有用 生命阻碍生命 巴斯德在1877年写道 在被霉或耗氧菌 入侵的液体中 较弱的微生物就难以繁殖 从治疗的角度看 这可能蕴含着最大的希望 简单微生物通过化学攻击 彼此竞争 这一概念 直到1899年才被正式定名 让保罗维也曼 John Paul Wilman描述了 霉菌是如何与细菌战斗的 没什么好含糊的 一个生灵摧毁了另一个 这一概念是如此简单 以至于从未有人想过 要给它起个名字 它称之为抗生现象 antibiosis 包括李斯特在内的许多 19世纪研究者都注意到了 霉菌对细菌的这种杀伤力 在巴斯德述说 自己希望的同一年 李斯特甚至试着用青霉菌来治疗被感染的伤口 但最终他感到希望渺茫 便放弃了这一尝试 弗莱明试图对霉菌所产生的杀菌物质进行提纯 但没能成功 尽管如此 他还是在迈步向前 逐渐接近于认识到 人类最大的希望 就在他实验桌上的培养米中 他所提取出的霉菌浓缩液 对于白细胞或活的小鼠都没有毒性 这就与之前人们泼在手术室地板上 浸透在伤口绷带里的抗菌剂 有着天壤之别 但这种差异并没有对弗莱明产生多大出动 弗莱明本可以在被感染的动物身上测试 他的潘尼西林 潘尼西林 他在1929年年初想到的名字 就像多马克的实验室 在同一年用臀鼠所做的那样 但当时的动物权益人士对此强烈反对 他们激烈地争论说 在老鼠或兔子身上适用治疗方法 根本不能让你学会如何给人治病 自19世纪中叶以来 医生们就借探索之名 进行无谓的动物解剖 数量之巨令公众震惊 尤其是英国民众 有敏锐的观察者指出 这类动物解剖 几乎从未带来过创新的治疗方法 或者有效的新药 弗莱明从未想到过 把盘尼西林注射到感染动物身上 会有什么价值 此时就像在大部分染料被发明时那样 德国人再次走在了前面 弗莱明知道他的浓缩液中充满了杂质 注射到人体内并不安全 因此他把盘尼西林用作伤口敷料 有一次他将盘尼西林 敷在一个女子受感染的断腿残肢上 结果一点用也没有 弗莱明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名叫关于一种轻微菌 在培养敏中的抗菌作用 特别提及其对分离的B型流感嗜血感菌的作用 On the antibacterial action of cultures of a penicilliu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use in the isolation of B influenza 由于盘尼西林能杀死大多数细菌 他解释说 盘尼西林在除B型流感嗜血感菌之外 没有其他东西的培养敏中表现最好 这对那些想要研究这种菌群性质的人 来说是个福利 但在治疗上却毫无用处 弗莱明继续研究其他东西 任由轻微菌在培养敏中生长 就像他在论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好清除掉来自实验室遗弃的杂菌 各类记载表明 在20世纪30年代 黄岸类药物上市之时 弗莱明经常使用或提及盘尼西林 如果他确实说过自己相信盘尼西林 可能会对人类有巨大价值 偶尔也用这种提取液来治疗些 简单的皮肤或眼睛感染 那么他的无所作为就更令人不解 不过既然医生长造成伤害而不自知 那么对真正有效的东西视而不见 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 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一名伦敦医学生 塞细尔·乔治·佩音 Ciso George Payne 曾在弗莱明的讲座中听到过盘尼西林 当他到谢菲尔德开始工作时 便写信给弗莱明 要了一些青霉菌的样本 1930至1931年 佩音一直在进行试验 他将霉菌液提取物 用于三名皮肤感染的病人 却没见到效果 用盘尼西林来对抗感染的尝试都落空了 佩音说 接着他开始将其用在 先天感染临病的婴儿身上 尽管临病是重性传播疾病 但也可能在分娩过程中感染新生儿 它会影响婴儿的眼睛 令其充满感染浓水 根据保存下来的一组医疗记录 盘尼西林培养液 被用于一名三个月大的婴儿的眼部 这个名叫彼得的婴儿 在出生三周时就感染了临病 一直用硝酸吟低液来治疗眼部感染 1930年11月25日的记录中 写着开始C.盘尼西林原文如此 到12月2日 两只眼睛都已经干净了 佩音回忆 盘尼西林的效果有如魔法 佩音将霉菌培养在肉汤中 它也和弗莱敏一样 无法对培养液中的活性成分进行提纯 所以只能将其整体使用 但无论如何 它没有停止试验 从附近的矿区过来一个病人 一块石头碎片刺穿了它的眼睛 直扎近角膜下方 伤口已经受到感染 因此佩音只需擦拭 流出来的农业 就能查看里面生长的是哪种细菌 我们从它的角膜处采集了菌种 培养后发现是最怕出现在眼睛里的微生物 肺炎球菌 佩音说 只有需要彻底切除感染部位时 医生才会对感染伤口进行手术 而要切开眼睛来取出石头碎片 无异于令感染扩散 目前最好的办法 似乎就是在感染蔓延到病人大脑之前 摘除整个眼球 但佩音和他的同事 打算采用另一种做法 我们试用了盘尼西林 结果感染被清除的一干二净 手术得以进行 术后它很快就康复了 在眼部感染被清除后 外科医生安全地取出了石头 病人恢复后视力如常 1931年3月底 佩音离开谢菲尔德 去伦敦和伦纳德 科尔布鲁克一起研究产如热 之后 他又回到一家妇产科医院工作 他再也没有对盘尼西林进行试验 也没有将他此前的几次试验结果发表 在佩音临终前 米尔顿 温赖特 Milton Wainwright 和哈罗德 斯王 Harold Swan 采访了他 据他们推断 佩音显然看到了 盘尼西林的治疗潜力 虽然他已经将其当作抗军剂使用 但还是被这种粗陋提取液的 不稳定性挫败了 这个结论并无偏颇 但佩音对自己的评判 却要严厉得多 温赖特和斯王问佩音 他认为自己在 盘尼西林的发现中 居于什么位置 没有位置 他回答 一个可怜的傻瓜 没能看到摆在眼前的 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猜有许多原因 喝起火来阻挡了我 我很抱歉 但确实如此 如果我稍有点运气 也许他就能早点问事 从佩音的角度出发 他所说的也很恰如其分 你要承认成功的发现者 就必须承认那些 功败垂成的人 那些没能看到 摆在眼前的 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人 佩音的悲哀 似乎并不是因为 错过了生命与财富 而是为了那些 本可以避免的死亡和痛苦 只要他能取得其他人 包括里斯特和巴斯德 这样的伟员 也未能取得的成就 多马克在 黄岸类药物上的成功 促成了盘尼西林的发现 人们在看到他的工作后 才开始想到研发 其他具有杀菌特性的药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牛津大学一群 杰出的研究者 从青梅菌中 稳定地提取出了 赋予其杀菌作用的 分子纯净物 他们的组长是霍华德 弗洛里 Howard Flory 一位从澳大利亚 来到莫德林学院的 罗德学者 具有卓人的智慧 伟大的报复 以及深恐走上 失败道路的谨慎 他在给他 同为医生的爱人 回信时写道 我发现自己正在研究一种 非常棘手的产品 我正处于最可恶的孤独之中 有时候 我真不知该怎么办 我不是在抱怨什么人 或什么事 但事实是以我对朋友 一词的理解 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而且也根本交不到 不过 弗洛里还是不乏支持者 鼓励者 即使大家公认社交 不是他的长项 一位同事指出 弗洛里的个性 极其粗鲁生硬 他不会管铲子叫铲子 而是叫该死的铲子 弗洛里与恩斯特 钱恩 Renstein 诺曼 希特利 Norman Hitler 一起推动了 盘尼西林 作为药物的研发工作 当全世界都开始 认识到盘尼西林的威力时 多数赞与欢呼 都送给了弗莱明 弗莱明愿意接受采访 而弗洛里却不愿意 弗莱明在伦敦人脉广泛 他的支持者积极地将功劳 都归到他身上 哪怕他实际所做的 并没有那么多 比起报道的准确性 新闻记者对报道速度更关注 他们很乐意简化故事 稍作更改 弗莱明并没有主动邀功 但他也没有拒绝 这份额外的赞誉 在牛津的研究组中 似乎只有钱恩 对于名声有着真切的渴求 因而他对历史的歪曲 也怀恨在心 弗洛里对于这种误解 也感到生气 但他没有像钱恩 那么强烈地 想要纠正别人 他在写给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要求他们澄清 这段药物研发史的信中写道 倒不是有谁觉得 我们有什么丰功伪迹 我们不过是做了些 还不错的试验 并有幸 偶然发现了这种 有惊人特性的物质 诺曼 希特利也持一致意见 其中并没有原创性内容 问题不过是 有这么一个产品 有这么一种 能制备出某种物质的方法 那么这种物质是什么 要如何制造出来 解决这个问题 只需用到已知的技术 功劳归属的问题 本来可以避免 正如埃里克 拉克斯 在弗洛里博士外套中的 梅菌 The Mold in the Forest Coat 一书中指出的 只要牛津大学研究组 给他们的药物几个新名字 与盘尼西林区别开来就行了 弗莱明最初使用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无法区分 菌叶中的哪种物质 具有杀菌效果 对他来说 盘尼西林是指一种 还没搞明白的 混合真菌培养液 弗洛里和他的团队 分离出来 并实现量产的化合物 是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就像阿斯匹林 与一片柳树皮 也完全不同 他们完全可以 也应当通过命名 来表明这种区别 盘尼西林的研发过程 就是战争时期的一次历险 牛津研究组最担心的是 如果德军成功入侵 他们的工作会怎么样 有的时候 这种可能性还不小 拉克斯的书名指的是 弗洛里和他的同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不乐观的日子里 所想好的计划 那时 英国战败 似乎已近在眼前 他们打算摧毁实验室 烧掉所有记录 以免盘尼西林 落入希特勒德国的手中 就如此前 其他世界争端一样 疾病和武器 共同决定着 战争的最终胜败 弗洛里 潜恩 希特利 及其他人计划 将青霉军 揉进自己的衣服里 然后试着逃跑 他们的希望 是至少有一个人 能活下来 到一个自由的国家 继续他们的工作 他们心目中的自由国家 就是美国 尽管他们并未前往 寻求庇护 但美国仍给 盘尼西林的研发 提供了重要支持 弗洛里的团队 在早期 1936年 就是由美国提供资金支持 才弥补了 英国资金的不足 威廉 奥斯勒的医学原理 与应用 首次出版于1892年 是医学界之后 几十年内 最重要的教科书 让医学界深刻认识到 他们虽在疾病理解上 有所进步 但在治疗上 却缺少相应的突破 他著名的治疗虚无主义 是指对治疗的价值 抱有怀疑态度 这和他的好友 奥利福 温德尔 霍姆斯的观点一致 也十分具有挑衅意味 这种态度也不尽然 比如奥斯勒仍相信 放血疗法对肺炎有治疗作用 由此可见一斑 医学原理与应用极大的影响了 洛克菲勒慈善性基金的目标 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于1913年 四年便捐赠出1亿美元 他积极响应奥斯勒 关于世界缺少真正有效药物的声明 表现方式之一便是资助弗洛里 在牛津大学的团队 潘尼西林不是指清霉菌或其粗质的原液 被首次使用 是在1941年1月的拉德克利福医院 埃尔瓦 艾克斯是明斌死的癌症患者 他被询问是否愿意试验性地 接受一剂潘尼西林 他们并不认为这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但反正他也快要死了 他会愿意帮忙吗 是的 而潘尼西林也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这么看来 潘尼西林对人体应该是安全的 接下来 他被用于治疗牛津菌的一名警察 前一年的9月 他在自家花园中安静休息时 被玫瑰花刺划伤了脸颊 到2月份时 他已经奄奄一息 全身长满了感染性脓肿 左眼因充满农业 而被外科医生完全切除 他对潘尼西林的反应很不错 几乎是一夜之间便有了很大起色 这个要眼看就要救他的性命 却在此时断工了 即使加上从他的尿液中 再次结晶提取的部分也还是不够 于是他死了 这支英国团队继续在大学实验室里 制造潘尼西林 并进行了几次成功的人体试验 治愈了其他几位 已明显被感染危及生命的病人 然而 他们尽最大努力制造出的药物 也只够治疗一小部分人 青霉菌的有效药物转化率如此之低 即使用上最高效的量产方法 也只能获得一丁点纯的潘尼西林 英国制药公司已被战争榨干 对此既无意愿 也没能力 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 让弗洛里和希特利飞往美国 弗洛里在获得人们的幸福后 便回到了牛津 而希特利因为对培养 提纯潘尼西林的具体操作最了解 又多留了一段时间 1942年3月 盘尼西林第一次在美国被成功使用 当时希特利也在现场 安妮 米勒33岁 因为流产后的细菌感染 实际上也是产入热的一种 而生命垂危 就算有活安类药物 这种疾病仍可能致命 但安妮 米勒 是在耶鲁患病 光是这一点就能改变一切 她的一个病友知道盘尼西林 并在她医生的请求下联系了战争时期的用药管理机构 默克制药公司拿出了一小匙盘尼西林 要知道 尽管当时默克和其他公司都在大力投入 那一匙已经占了全世界供应量的几乎一半 诺曼 希特利虽然是美国唯一一个具有盘尼西林临床使用经验的人 但她没有行医资质 她只有单纯的科研背景 而且她的道德感与英国做派都让她觉得给医生提建议并不是自己该做的事 拉克斯在盘尼西林的历史中引用了她的私人日记 给此事的结果平添了一番风味 耶鲁的医生约翰 巴姆斯特德 John Baumstead 对安妮 米勒使用盘尼西林后奇迹般的康复感到惊奇 出于对药物的谨慎 她想尽快减少剂量 但希特利回想起那位因为盘尼西林用完而疾病复发去世的牛津郡警察 并不同意这种做法 却又有些说不出口 巴姆斯特德敏锐地感觉到希特利的寡言是出于谦逊 而不是无知 于是开始坚持不懈地追问这位英国人 巴姆斯特德每天都会问希特利 你有什么建议 我们要继续用盘尼西林吗 而每次希特利都会回答你看 我没有行医资质 提任何建议都是有违道德的 于是巴姆斯特德就又问道 那么你觉得弗洛里医生会怎么说呢 这回希特利就愉快地答道 哦 我觉得他会让我们继续用 你知道 现在可不能停药 安妮 米勒的治疗继续进行 继续使用着盘尼西林 她最终彻底康复 此后 随着盘尼西林的效力变得清晰 其工业化生产也成为美国战备的一部分 到1943年 盘尼西林已成为美国第二大研究项目 优先级仅次于曼哈顿计划 在诺曼底登陆之前 美国每个月生产的盘尼西林 已足够治疗4万人 正如每个人希望的那样 对战时的死亡人数产生了显著影响 盘尼西林的成功既挽救了生命 也促进了研究的开展 同时还向一则信条 伸直于医生们的心中 要知道一种药物的作用 只需将它给病人使用 并观察结果 但盘尼西林毕竟是真正的灵丹妙药 是奇迹般的存在 它的效果如此显著 完全不可能弄错 而且还碰巧特别安全 医生们却由此轻率地得出了结论 认为科学会一直给他们提供新的灵药 再也没有必要对风险进行复杂的评估 也无需仔细权衡危害与收效 不必再担当科学家的角色 默克公司是众多为盘尼西林这段故事 深深打动的制药公司之一 并立刻着手寻找其他类似的药物 这么做的公司不在少数 但他们无疑是最成功的一家 默克公司从1668年创建 到1891年由乔治·默克·George Merck 在美国设立分部 始终是一个家族企业 乔治·默克的儿子乔治 W.默克·George W. Merck 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 在这一时期 他返回德国从事研究工作的计划 显然只能落空 于是很快开始为家族企业工作 1917年 美国分部由于战争的原因 从德国母公司分立出来 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 但仍有默克家族掌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乔治·W.默克 显示出了自己的爱国热情 和强大力量 他动用了一切力量 用药物来帮助美国赢得战争 包括黄岸类药物 潘尼西林 还有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营 Camp-Datric的细菌武器 默克寻找新型抗生素的努力之一 就是资助塞尔曼 瓦克斯曼 Selman-Waxman 一位俄罗斯流亡者 瓦克斯曼在罗格斯大学的 学术兴趣是土壤微生物 受潘尼西林启发 他专注于尝试 从土壤微生物中 提取出抗菌性化核物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 它们是碳循环的一部分 将腐质质分解 成为土中的养分 而从它们自身的视角来看 它们是在与所有其他生物 进行一场生存之战 细菌战也是它们的 一种斗争情势 1942年 瓦克斯曼招收了一个名叫 奥尔伯特·斯卡兹 Albert Shaw的博士生 斯卡兹因战争而中断了学业 但时间不长 一年不到 他就因背部损伤 无法继续服役 而退伍 并回到了瓦克斯曼这里 这两人之间 有什么样的约定 以及他们关系的 其他方面如何 现在仍存在争议 有些记载说 斯卡兹在几个月的 军旅生活中 看到许多人因肺结核死去 所以回到罗格斯大学后 就坚持要求找到治疗方法 另一种说法 则称他进行抗生素研究 只是因为瓦克斯曼以此 作为支付薪水的条件 两人之间的嫌隙 出现在1943年10月 在对瓦克斯曼的土壤样本 研究几个月后 斯卡兹找到了一种 新的抗生素 此前 人们也发现过别的抗生素 但都被证明 对人体有害而无法使用 但这种物质 裂霉素 却很不一样 瓦克斯曼虽然设立了 这个土壤测试项目 却没有参与斯卡兹 在实验室的日常工作 他安排将这种化合物 送到梅奥诊所进行试验 在那里的四肢换肺结核的 囤属接受了药物 他们虽然都没有痊愈 但病情得到了极大控制 而且没有发现什么副作用 这是个相当不错的结果 说明药物确实具有潜力 瓦克斯曼敦促默克 召开了一次董事会 希望公司能支持 这种药物的进一步研究 但这种研究非常昂贵 董事会成员们 并不乐意投赞成票 正在这时 迟到的乔治 W.默克进入了会议室 并对瓦克斯曼的想法 表示全力支持 练霉素在对其他微生物的影响方式上 与盘尼西林有很大差异 他不会杀死其他微生物 只是阻碍他们继续繁殖 不过这也足够 让人体免疫系统占据上风 瓦克斯曼前往梅奥诊所 向他们解释到 目前为止获得的一手材料 1943年9月 他告诉听众 我和我的助手在实验室里 分离出了一种 能产生抗生素的微生物 从那以后 他就没这么大方了 经常完全不提斯卡兹的名字 于是两人之间生出了嫌隙 瓦克斯曼从这项发现中 不断获得声望与利益 他因专利而越来越富有 又得到了诺贝尔奖的加冕 而斯卡兹却怀着苦涩与受骗的感受 在费城碌碌无为 直至终老 你不应该从地位较低的合作者那里 抢走功劳 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 佩鲁茨 Max Paris 对这场争执的评判 瓦克斯曼收集了这些土壤微生物 并建立了研究体系 但却是斯卡兹幸运地 撞上了正确的那一种 如果因为有运气成分 就说某人没有资格获得荣誉 那未免荒唐 至少根据佩鲁茨的经验 好运气确实是科学发现中的重要一环 要让科学家承认 科学研究的合作性本质 承认应当分享功劳 有时显得尤为困难 瓦克斯曼似乎认为 他和斯卡兹属于这样一个系统 其中的所有工薰 都属于高高在上的领导者 差不多就是自灭意思 斯卡兹在地下室做他的实验 而瓦克斯曼则坐在楼上的办公室里 不过 病人更关心的 不是在这项发现里 谁排在前面 而是这种新药究竟有什么用 对炼酶素的血液浓度检测显示 病人的用药剂量和进入他们循环系统的剂量 几乎没有相关性 这一发现令人担忧 因为炼酶素具有明确的危险性 它能伤害神经和肾脏 破坏人的听力 不过 在臀鼠身上试验的结果 仍然显示初炼酶素的良好前景 它应该是有效的 在黄安类药物和盘尼西林获得成功之后 人们已经形成了对抗生素的盲目信心 美国人没有再进行进一步测试 便热切地接受了这种药物 即使在那时 人们也应该已经知道 不加怀疑的使用炼酶素并不理性 几千年来 医生和病人都是秉持同样的乐观精神 给自己用药 但都到了20世纪中叶 人们应该清楚他们 还有更加明智的行为方式 况且在肺结核的治疗中 刚刚发生过教训 当时的另一种新药硫带硫酸金 那Synacrisin 是一种含有金元素的化合物 它在丹麦完成研发 20世纪20年代中期 在美国流行开来 人们知道金的毒性很强 但肺结核也是一种危险的疾病 他们觉得 药物的作用还是必大于必 1925年 美国公共健康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对这种新药持一定保留意见 但鉴于它在欧洲口碑良好 仍然支持医生使用这种药 杂志断言 这种药物的疗效有待被证实 但会以严谨的专业态度 向公众提供 加拿大医学杂志 Canadian Medical Journal 也在1927年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指出 虽然这种药物的适合剂量尚不明确 但肯定是有益的 也有医生持有意义 但因为他们关注的是 服药效果不佳的病人 而药物的支持者则完全着眼于 获得不错疗效的病人 双方谁都说服不了谁 直到1931年 才有人对这种药物 进行了相对可靠的检验 底特律有一群思维 异常缜密的医生 找了24个肺结核病人 将他们平均分为两组 显然没法对他们进行精确匹配 但我们尽力接近这个结果 每名病人 都有两位医生进行独立评估 按照抛硬币的结果 其中一组被指定 以硫带硫酸金钠进行治疗 另一组则什么都不用 参与试验的医生 向病人和其他医务人员 小心隐瞒了分组结果 他们给每个病人都进行注射 有的是硫带硫酸金钠 而有的只是 看上去很相似的无菌水 底特律研究的结果证明 注射无菌水的病人 比注射硫带硫酸金钠的病人 更可能存活下来 也就是说 这种前途无量的药物事实上必大于力 美国肺结核病评论 American Review of Tuberculosis 发表了底特律的试验报告 同期还发表了来自肯塔基一家 肺结核疗养院的另一则研究 那里的一位医生按要求 给46名病人使用了硫带硫酸金钠 他没有使用对照组 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药物十分出色 同一份刊物上的这两篇报告 是对审慎试验与采用对照组的最佳肯定 特别是在面对有危险性的药物 和像肺结核这样难以预料的疾病时 这些举措就都极其重要 这对于早期的硫带硫酸金钠使用者来说 应该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上述研究却受到了冷遇 新的抗生素只得等待医生 采用更先进的药效评估方法 而这种进步主要来自英国 这之后就证明了 肖酸银低咽液在这种情形下没有效果 后来他将木克公司 所有关于裂酶素的国际专利权 都赠予了罗格斯大学 第四部分 统计学与药物试验的争议 第十五章萨洛尼卡之病 我的第一次最糟糕 也最成功的临床试验 判断药物有效性的缜密方法 出现得极为缓慢 方向也不明确 创新遭到忽视 深刻见解无人听取 研发结果不知该用在哪里 试验方法上的改进 没有汇聚起来成为一种趋势 一场运动 也没有体现出感染力 与强大的自我传播能力 詹姆斯·林德·詹姆斯·林德的工作 就是例证 说到林德 我们通常将他当作 可靠临床试验方法的发明者 他于1716年出生在爱丁堡 在成为皇家海军的外科医生后 便受到的维生素C缺乏并极大困扰 这种疾病的成因还是个谜 但症状却以为人所熟知 牙龈出血 牙齿和头发脱落 原有伤口裂开 没有伤口的地方也生出溃疡 出现妄想与幻觉 出血 关节问题 失明乃至死亡等现象 总之状况惨不忍睹 1740年 海军的安森准将 卡莫多·安森 出发进行环球航行 准备去攻打南美大陆上的西班牙人 在六艘战舰上的总共1900名船员中 只有400人活了下来 其他大部分都死于 维生素C缺乏病 继续这次航行的书籍 于1748年出版 在文学上获得圣赞的同时 也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根据林德的调查 被这种疾病杀死的海军士兵 比死于武装战斗的还多 他从18世纪30年代起 就随饱受折磨的军舰航行 亲身接触了维生素C缺乏病 林德曾写过 是安森关于环球航行的技术 激发了他对这种疾病的兴趣 但这恐怕只是种圆滑的政治说辞 因为安森后来 升任英国海军大臣 从时间上看 这也不太可能 因为令林德广受赞誉的事件 发生在1747年 比那本给他启发的书的出版 还早一年 林德所在的舰艇是 索尔兹伯里号 属于海峡舰队的一部分 船上共有350名船员 一共航行了10个星期 航行结束前 有80名水手 患上了维生素C缺乏病 1747年5月20日 林德选了12名患者 并将他们两两分组 我尽量选出症状相似的患者 他们都有牙移坏死 龙炮 精神倦怠 膝盖无力的问题 一起躺在前舱中 一个适合安置病号的房间 林德给每一组病人 使用一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醋 苹果酒 牛酸 海水 用草药和碧乳香之树皮 做成的药膏 或者柑橘 吃了柑橘的两人 迅速而显著地康复了 其他人却依然如故 林德的传记之类 很可能会告诉你 这不仅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试验 而且用新鲜柑橘的力量 拯救了被维生素C 缺乏病折磨的水手 但这两种说法都不是事实 林德的举动看起来很先进 但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 自己在做什么 这很重要 他完全不能解释自己的试验 居然对柠檬和酸橙的非凡疗效 还半信半疑 不出意外 他也没法说服其他任何人 人们继续因维生素C 缺乏病而死去 而医生们 包括林德自己 则继续在不同疗法间 盲目地猜来猜去 并未意识到 能真正检验疗效的方法 就在他们手中 尽管如此 林德的工作 仍然有其重要之处 他并非像某个重大发现那样 在天空突然动发闪耀 从此改变了世界 而更像是在空气中 飘荡的一缕思绪 被经过的人捕获 润无戏无声 大约两个世纪以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年间 关于试验的理念 带着新的力量 潜入人们的意识之中 林德逐渐被捧成 可供敬仰的典型人物 哪怕这只是源于一个误会 但这也说明 现今医生们重视的是什么 新一代医生中 有这样一位 名叫阿奇 科科伦 阿奇博尔德 莱曼 科科伦 阿奇博尔德 阿奇博尔德 出生于1909年 在苏格兰南部的加拉西尔斯长大 他家庭富裕 又很聪明自信 从很小的时候 就显示出对运动的热爱 和对愚蠢当权者的厌恶 他的青少年时期 一直被运动占据 直到在剑桥大学 玩英式橄榄球时 撕裂了右腿的肌肉 在补足期间 他在阅读与思考中 发现了深刻的趣味 并在腿伤痊愈后 继续保持了这种兴趣 他患有不能射精的疾病 还对弗洛伊德的观点很感兴趣 这是他横跨欧洲 去寻求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 接着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 虽然拒绝成为共产主义者 但他却相信自己 值得为西班牙 共和政府反抗法西斯而战 1936年 虽然科科伦 还没有完成医学院的学业 但仍被派到一家 西班牙小型部队医院 负责伤员急救站的工作 那里需要救治的人数 远远超出了 医疗救助的能力范围 这让科科伦 尝到了定量供应的滋味 并促使他思考 如何将有限的医疗资源 进行最有效的分配 他注意到 有一个外科医生 在治疗某些类型的病人时 速度特别慢 一个护士告诉我 他对腹部手术 不是很有经验 后来他自己也这么说 于是我决定 把他治疗名单里的 骨科病例提到前面 有些腹部患者 可能因此死亡 但我也能接受 我想我是对的 这个开始带来了丰硕成果 也反映出科科伦的个人品质 他会拒绝向一部分人 提供医疗服务 从而让尽可能多的人 得以存活 在1989年的回忆录中 他提及一次战役期间 到来的伤员 第一个病人朝右侧握着 遮住了一部分脸 他的左侧胸腔 已经完全被打碎 我能看到一颗心脏 在微弱地跳动 我把大拇指朝下 给护士打了个暗号 意思是这个病号 已经没救了 语言会带来危险 我走向左边 去看下一个病人 并偶然往回看了一眼 我惊恐地认出 那是朱利安 贝尔的脸 科科伦被朋友 濒死的样子 扰乱了心神 以至于 难以信任自己的判断 马上改变了主意 他的同事设法 使他确信 他的第一反应 并没有错 伤势实在过于严重 而在确实回天罚术时 按人道做法 继续施救 就意味着 掏弃那些 真正有救治希望的病人 让他们 难以及时获得帮助 朱利安在西班牙 是以志愿救护车司机的身份 为共和军效力 这枚炸弹 炸烂了他的胸膛 令他很快就死去了 当柯克伦回到英国 继续完成医学培训时 他担心这些年的缺席 他的心形象 和同情左翼的立场 会让他被医院拒绝 他晒得有黑 留着一撇惹眼的烦 待客式红胡子 紧张地试探着 能否被接收 并故意加入 大学学院医院中 最右翼的医生 所在的病房 啊 柯克伦 你在这儿 他被招呼到 很高兴见到你 周末过得怎么样 柯克伦注意到 德国的政治动荡 对欧洲即将陷入 冲突的前景 感到憎恶 却又无计可施 我一直认为 必须与法西斯斗争 因而战争不可避免 但我又讨厌 被再次卷入战争 因为我知道 那是什么样子 对于阿奇来说 只要涉及医学和政治 多么严酷的现实 都不是逃避的借口 在获得行医资格后 柯克伦帮助大学学院医院 做好了接收伤员的准备 接着就应征入伍 他先被派往 多塞特郡的 一个战地急救队 然后在伦敦卫生 及热带医学学院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接受了一系列课程 随即被派驻埃及 他从格拉斯哥乘船出发 途中结识了 另一位医生理查德 多尔·瑞特·道 两人在航行中互相交谈 组织医院会 学习阿拉伯语 多尔回忆了 他们的方法差异 他们在学习时 阿奇拿了本大不投的书 从阿拉伯字母学起 而我看的 却是贝利茨的评装本 三个月自学阿拉伯语 科克伦对埃及穷人的处境 感到惊惧 再待了一段时间后 他的语言能力 就指引他 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 一个带着西班牙难民的 突击营需要一名医生 他愿意吗 愿意 但这个突击队员的新角色 对体能要求很高 尤其是在开始阶段 科克伦回忆说 我记得一次 尤其艰苦的长途沙漠行军 谁只能限量供应 杨上校建议 我紧跟着他前进 这样就不必担心 自己产生幻觉 他也让我生出了 极大的敬意 部队来到了克里特岛 作家伊富林 我 艾伯林沃 担任他们的情报官 一位参与这次任务的高级军官 向科克伦介绍情况 他用抱歉的语气告诉我 伤亡恐怕会很惨重 我自己也很可能被杀 如果那样 他会给突击营再派一个医生 科克伦活了下来 但联军对克里特的联合袭击 却一败涂地 到五月底时 余下的联军投降了 科克伦作为战俘的生活 就此开始 作为一名能说流利德语的医生 他被迫接受工作 他与怀着敌意胡言乱语的战俘斗争 与恶劣的条件斗争 与德军守卫的暴虐残害斗争 在屈辱 筋疲力尽 饥饿与孤独的连番打击下 为了自我防御 他更加牢牢抓住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努力写诗 并尽力提供最好的医疗救治 科克伦被囚禁在 萨罗尼卡斯兰尼克 眼见着许多人 在饥饿与监禁的压力下身体 与精神双双崩溃 每天六百卡路里实在太少 战俘营里的厕所太破也太少 而且一到晚上 战俘就被禁止使用 他们求失外的厕所 从七月进入八月 德国人开始 万无目的地随机枪诀 一些战俘 随后到来的一天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科克伦说 一个新西兰奇务兵 在营房医院工作时 遭到枪击 然后是一个南斯拉夫奇务兵 接着又是个新西兰人 其中一人伤重不治 科克伦十分愤怒 要求与战俘营司令见面 但遭到了拒绝 那天晚上 一个守卫 听到战俘在使用外面的厕所 就向厕所里扔了一颗手榴弹 手榴弹在正想松快一下 的人群之中爆炸了 第二天早上 司令当众夸奖了这名守卫 当天下午 科克伦被允许与司令见面 我已经从狂怒中平息下来 并决定换一种说辞试试 我用流利的德语表达 我之前对德国文化有多么仰慕 我在说德语时 还会带有上层阶级的强调 我提到那些常见的名字 哥德 海涅 贝多芬和莫扎特 又讲到罗伯特 科赫和最近的华安类药物 对医学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 以及我在发现 德国人违反日内瓦公约 饿死战俘 谋杀医疗起务兵 试图枪击医生时有多么震惊 让对方知道廉耻而回归人性 这种方法似乎奏效了 在科克伦的一番倾途后 战俘的待遇得到了改善 枪击停止后 疾病成了首要问题 科克伦拿到了一些阿斯匹林和奎宁 但仅此而已 白猴 伤寒 肝炎开始流行 我让那些患上伤寒的人 竟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上 看得出他们已经严重脱水 我把能从德国人那儿 拿到的所有葡萄糖都给了他们 肝炎事实上还挺受欢迎 因为患了这种病就会失去食欲 而食欲对于饥饿的人来说 无异于折磨 他们巴不得能摆脱它 随着夏天结束 科克伦又注意到一个新情况 人们的腿和脚踝开始浮肿 这看上去像是因饥饿所致 就和快要饿死的婴儿会腹部鼓起一样 科克伦祈求能取得进一步帮助 血液检测更资深的医学建议 但德国人拒绝了它 他们告诉他 医生都是多余的 受腹肿影响的人数迅速增长 于是科克伦到营房厨师那里 拿到了战俘的具体人数 好计算患病率的每日变动情况 他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 感到行动刻不容缓 但要说服德国人 却比以往更困难 科克伦在英国时 已经听过詹姆斯 林德的经典故事 他如何发明了临床试验 并从维生素C缺乏病手中 拯救了英国海军 受此启发 科克伦选了二十个 已经浮肿到大腿根处的囚犯 把他们分为两组 分别安置在营房医院的 两个单独病房内 他给其中一组服用自己 在黑市上买到的酵母补充剂 另一组则服用维生素C片 我预料到会失败 但又感到害怕 我每天早上都记录下数字 起初两天 两个房间之间没有区别 第三天出现了轻微差别 第四天差距就已经很明显了 服用酵母的这一组 明显有了好转 这一结果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为科克伦增加的影响力 他对缺医少药的抱怨 原本缺乏说服力 而这个数据却起到了效果 我突然意识到 我真的打动了这些德国人 这一胜利应当部分归于詹姆斯 林德的幽灵 因为在德国医生就读的大学中 林德也是个正面典型 这位外表怪异的英国医生的巨大热情 也起了作用 我的脸很憔悴 黄胆严重 四周又长着浓重的红色毛发 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红胡子 科克伦的腿也浮肿着 他自己显然也疾病缠身 德国人 德国人饶有兴致地听完了他的话 并承诺提供帮助 尽管获得了表面上的胜利 科克伦还是被忧虑和疾病 折磨得筋疲力尽 他确信自己的试验是错误的 浮肿的原因并不是缺少酵母 而是整体缺乏食物 每组十个人实在太少了 表面上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偶然 没有什么实证 有的不过是这十个人 恰好比那十个人感觉更好些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大哭一场 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 但第二天情况明朗多了 德国人不仅提供了 可能有帮助的教母 还给每人每天增加了 三分之一的卡路里 营房中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所有战俘的士气也随之提高 说到这次试验 我总是会情绪激动 感到羞愧难当 我对错误的假设进行检验 样本数又太小 也没有随机分配 数据测算很是差劲 试验持续的时间也不够长 但另一方面 它可以被描述为 我的第一次最糟糕 也最成功的临床试验 科克伦知道一次糟糕的试验 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他并不相信 是缺乏教母导致了这种疾病 而觉得应该只是缺少卡路里 但他也深知 任何试验都会影响现在的医生 哪怕是错误的 他们或许判断不出方法的优劣 但已经知道方法的价值 这就是一个进步 随着战争继续 科克伦从希腊被转移到德国 在埃尔斯特霍斯特 埃尔斯特霍斯的一个战俘营中落脚 大部分患了结合病的联军战俘 都会被送到这里 而可供英国医生们选择的治疗手段 也十分广办 基本与当时的医院同步 结合病能够感染身体的任何部分 但在感染肺部时所需的治疗时间最长 由于科赫的成果 从病人的唾液中 观测到治病微生物已成为可能 但这并不能解决治疗问题 黄安类药物是当时唯一可用的抗生素 但对它却没有效果 和在伦敦一样 战俘营中的医生可以嘱咐卧床休息 这是结合病的常见治疗方法 他们也可以有意排除肺部空气 其理念是让肺部得到休息 以便从感染中恢复过来 英国医生们可以自由选择什么时候 使用什么措施 但这种自由反而让科克伦感到困扰 他敏锐地意识到 不能仅凭医生个人的主观意见来做决定 即使在战俘营以外 结合病也是发达世界中 年轻人的最大传染病杀手 虽然医疗条件相对较好 但很多患了结合病的战俘 还是难逃一死 德国人有一个政策 医生要负责组织 他所照顾的病患的葬礼 科克伦对此十分赞同 这是个好主意 因为这能让医生 清除自己冰案的死亡率 在科克伦看来 这种做法有助于 提高医生经验的准确性 因为医生们太容易记住 他们的成功案例 而把失败案例忘得一干二净 他同时也看到了 人文方面的价值 医生不仅需要学习治疗 照顾病患的方法 还要学习语言 宗教习俗和如何克制情绪 他认识到 问题在于 为垂死的病人做点事情 随便什么事 的压力太大 人们甚至不再关心自己 采取的行动 是否会让情况更糟 科克伦先试着 不再使用肺部放弃 他确信 这种措施必大于力 但这并不容易 每当他进行医疗干预时 病人就显得很高兴 他们希望看到 医生做点什么 尽管科克伦 清楚其中的疑点 尽管明知自己 很可能让病人的情况恶化 但他发现 给病人肺部放弃 会让自己也好受些 采取行动的压力 令人无法抗拒 哪怕是最坏的行动 也有些时候 医生所需要的 只是完全灵光 一闪般的治疗干预 试验并不是发现 有用错失的唯一方法 在埃尔斯特霍斯特 度过了繁忙的一天后 科克伦从德国人那 接受了一个年轻的苏维埃战俘 他痛苦尖叫着 已经濒临死亡 经过检查 科克伦发现结合病 已经吞噬了这个年轻人的肺液 其中一扇肺液外腹的胸膜 也已经发炎 每一次呼吸 都会摩擦到他的肋骨内侧 令他痛苦难当 科克伦不想让他 吵醒病房里的其他人 就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 进行治疗 阿斯匹林没有用 手头又没有马飞 这个人不停尖叫 声音淒厉可怕 科克伦懂一点俄语 但不足以用来交流 周围也没有人能翻译 最后科克伦忍受不了他的叫声 便坐到床上抱住了他 尖叫声渐渐平息 过了一会儿 这个人在平静中死去了 对于这个冰死的人来说 肺部的胸膜感染 并不是最让他痛苦的地方 孤独与恐惧才是 科克伦写道 这是一次绝好的临终关怀教育 我对起初的误诊感到羞愧 因此没有说出这个故事 1945年1月 德国人打算牵走部分重症结合病人 把他们随意丢在敞开的卡车车厢里 任大雪落下 我已经照看了这些病人很久 尽我所能深爱着他们 想到这无异于谋杀 我的情绪一下子失控 跳到车上对着德国人大声嚷了一通 他告诉他们 他们的行为极其可耻 在罗伯特科赫的祖国 却有这样的仇事 卡车换成了救护车 但科克伦也被解除了战俘营中的职务 被另一个医生取代 科克伦感到自己已经尽力而为 但他又想到 有时自己并不清楚 他所做出的医疗决策的真正后果 或许有可能缩短了某些病人的生命 这时他又会十分困扰 他同时也发现 日复一日的临床工作 对自己来说并不足够 我发现他既带来满足 又令人沮丧 我那么了解自己的病人 当他们死去时 我会非常难过 我还发现 光是照料 无法带来心智上的愉悦 如果他不是那么充满人性 如果他对自己的力量 信心满满 认为自己能够判断 怎么行动最好 比如何时需要排空肺部 他就不会这样不满 柯克伦一直很清楚自己的无知 这是他的成功 却也让他痛苦 在他之前 只有很少数医生 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的清醒 一半是源于自身的性格 一半则是因为 他所处的时代已经开始改变 在医药科学领域 谦逊的态度已开始普及 1945年4月25日 几个德国平民 带来一个手臂严重受伤的女孩 柯克伦在肮脏黑暗的牢房里 做了手臂切除手术 当他出来时 发现手卫已经全部撤走了 他自由了 很快 苏维埃就到达了 一个俄罗斯士兵发现 他在给女孩的断肢包扎 就告诉柯克伦要枪决他 因为他帮助了敌人 这个士兵真打算这么做 而且还想即刻执行 但这时柯克伦问起了他的勋章 于是他的虚荣心占了上风 转移了注意力 美国士兵给柯克伦留下的印象 同样糟糕 他们倒是没那么残暴 但一到达就抢走了他的财产 而且对强奸特别感兴趣 被解放并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 当柯克伦回到故乡时 他发现自己和英军的关系还没结束 在战后的几个月里 他在天主教小城圣奥尔本斯的 部队医院里工作 负责结合并科室 接着 曾经帮助弗洛里生产 盘尼西林的洛克菲勒基金会 也为柯克伦提供了资助 使他得以离开临床工作 改为从事研究 在去费城授讯之前 洛克菲勒基金会 先将他送到伦敦卫生 及热带医学院学习预备课程 1946至1947年 柯克伦在那里跟随奥斯丁 布拉德福德 希尔 奥斯坦布拉德福德 学习医学统计学 这两人随后 使医学方法严谨程度更高 改变了医生们 对证据本质的看法 而这笔任何新药 都更深刻地 影响着人类的健康 最先受他们观点影响的 疾病之疑 就是结合病 阿奇是阿奇伯尔德的逆称 一辙住 我在巴塞罗那的一家酒吧里 和一个高个儿 大小的英国人 有过一次有趣的会面 他回忆说 但随后就发现乔治 奥威尔不那么讨人喜欢 比起那次谈话 我后来更喜欢他的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